苏妍从系统空间取出了一个黑木长条的盒子 盒子里是一个卷轴 这个卷轴是她生子后的奖励 仅限她使用的天赋卷轴 生小黑豹的时候 她得到了生子系统奖励的天赋绿街火系奥义 这个卷轴不知道能给她带来什么天赋 打开了天赋卷轴 也是一份火系奥义 只是天赋是黄街的 比绿街高了两街 她其实更想要一个其他的天赋 比如水系 起床后 她就不用再费力洗手洗脸 只要一个净化术就清爽干净了 因为系统正在更新中 所以苏妍即便知道了卷轴内是黄街天赋 也只能等小美恢复了才能加持 既然修炼上她也需要系统来操作才行 那她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闭关了 于是出了房间 溜达逛闲 先看了看装修队的进度 应她的要求 他们把整个旅社的墙面地面 还有楼梯天花板 全部扒了重装 所以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的 装修队的老板 是一个牛族的兽人 个头不高 长相敦士 干活十分仔细稳扎 苏妍和她聊了一下装修的细节 还有她新的想法 便交给她全权负责了 之后 她又去了旅社对面的茶铺 点了些茶点盒茶 给装修队的人送过去 听说寿皇陛下最疼爱的小公主 今年也要进入神兽学院 小公主有天赋 没听说过 不过 她进神兽学院 肯定不是为了学习 想学习 自然有各种宫廷老师 她呀 是选兽夫来的 那今年的招生考试 可热闹了 小公主早就测试过生育力 超上等 要不我也去试一试 只待了两岁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才大了一岁 苏妍坐在临窗的位置 听着她们的对话 公主也要去神兽学院选兽夫 那可就是竞争对手了 别跑 大家伙帮忙拦她一下 有人急急喊道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苏妍也正想看 只觉眼前一黑 有什么东西忽在了她脸上 嗷呜 稚嫩又兴奋的叫声 在她脸上响起 苏妍刚想吃喝 又觉得这个叫声格外轻易 不禁愣了一下 抬起双手 把她从自己的脸上薅下来 这时 一个男子匆匆跑了过来 对不住 对不住 这小黑豹 是咱们宠物店刚收来的 还在调教 惊扰到了女慈 咱们宠物店 愿意道歉赔偿 苏妍看着手里 胖敦敦 圆头圆脑的小黑豹 一双完美的金色树桶 格外漂亮 透着小兽特有的天真纯彻 你怎么证明 这小黑豹 是你家宠物店的 她没有贸然把小黑豹给她 男子愕然 左右看看 周围都是看热闹的 我 可这就是我店里的 东区11号宠物店 大家有谁去过吗 我是那里的伙计小明 我见过你 只是这小黑豹子 瞧着可不普通 你看她的眼睛 金色树桶 是不是有点像 金金黑豹兽啊 金金黑豹兽 是有点像 但纯血一脉 就剩他们组长自己了 也一直都是避世修炼 从没听说过曲奇 更别提有子嗣了 不不不 大家不用乱猜 这就是一只 普通的小黑豹 小明摇头摆手 再说 我哪敢招惹 金金黑豹一组啊 不要命了 大家觉得也是 便有人劝苏妍 把小黑豹还给小明 小黑豹子 却在苏妍的怀里 使劲地撒花 想要她能多摸摸它 苏妍轻柔着 她肥嘟嘟的圆肚子 还有光滑如断的皮毛 越看越是喜欢 谁卖给你的 这客人的隐私 我不能告诉你 小明为难道 苏妍道 想要带回小黑豹 也不是不行 让那个卖给你小黑豹的人 亲自来领 实际上 她就是想拖延一下时间 因为她也很喜欢 这个小东西 趁机多撸一会儿 小明想了想 那好吧 我找她去 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或者我不在这里 就到对面的万芳旅社找我 现在我是万芳的老板 苏妍逗弄着小黑豹子 给她挠痒 按摩黑蓉蓉胖爪子 小明没有办法 只能去找人 有人好奇 苏妍为什么买一个凶暗旅社 苏妍直言不会 便宜 这倒是让人无话可说 确实 万芳原老板曾经说过 三万赤币就卖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买 苏妍抱着小黑豹子 离开了茶楼 回了万芳旅社 刚进门 就看到白开心 在指挥工人干活 白开心 去买一些鲜肉来 白开心诧异 然后看到 她抱着的小黑豹子 明白了 你买的宠物 不是我买的 是她自己扑上来的 苏妍回到 然后继续朝后院走 快些啊 白开心硬着 好 苏妍带着小黑豹子 回了她住的小楼 刚要放下她 就被她紧紧地抓着衣服 死活不下来 非要继续趴在她的怀里 小东西还挺黏人 苏妍笑了笑 我给你洗个香喷喷的澡 好不好 小黑豹子歪头看着她 确定她不是要丢掉自己 才慢慢地松开了爪子 嗷嗷 稚嫩的嗓音 让人打从心底深处柔软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瓶 又受专用的沐浴乳 浴巾 以及一个小浴缸 又打了一桶凉水 倒进小浴缸里 最后在凉水里释放一些火源力 没一会儿水温就上来了 进来吧 苏妍对小黑豹道 小黑豹嗷呜一声跳进了水里 溅起一片水花 苏妍笑了出声 太皮了 白开心买了鲜肉回来 看到旅社的门口 站着一个穿着悬色长袍的男子 苏妍给小黑豹洗完澡 又为了一些提高抵抗力的维生素 俯饰罐头 这些都是生子大理包里的东西 杂七杂八的 全是富佑专用品 小黑豹吃完后 呼呼噜噜的睡了 苏妍看她躺在自己的床上 四脚朝天 完全没有半点警惕 脸上不禁露出温柔的笑容 如果宠物店的人来了 我就把你买下好不好 第52章 手感真好 兽人的幼崽 没有花人钱 在外形上和普通的野兽幼崽 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 苏妍现在也不确定 这个小黑豹 是兽人幼崽 还是野兽幼崽 但看她如此通灵性 是兽人幼崽的可能性比较大 摸着小黑豹圆滚滚的大脑袋 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无缘看她一眼 就被带走了 她是遗憾的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应该还在森羽兽林吧 森羽兽林很大 横跨西区和东区 如果想要从一端到另一端 日行千里也要一年的时间 何况 还有重重天然障碍 那只大黑豹 带着小宝宝 不可能走得太快 所以她没有考虑过 眼前这个小黑豹 是她的孩子 但模样上 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毕竟都是豹族类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本给幼兽做推拿的书 按着上面的学位说明 给小黑豹按摩着 小家伙舒服得 在梦里也哼哼唧唧的 苏妍笑看着她 也颇有成就感 等以后她再生小子 就按这个给他们做推拿 虽然因她身上生子任务的原因 注定不可能 好好抚养每一个宝宝 可是在有限的缘分时间里 她还是想给他们 自己纯粹的爱 小黑豹睡得很香 甚至眼睛都开心地弯了起来 苏妍屈指挑了挑她的胡子 温柔爱怜地道 长得真可爱 白开心站在门口 轻轻地敲了敲 小声唤道 苏姐 苏妍看过去 见白开心回来了 便道 鲜肉买回来了 买是买回来了 只是白开心的目光 落在了她的床上 这个小黑豹的家人找来了 啊 苏妍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舍 白开心帮她推开了窗户 让她往下瞧 一头巨大如像的黑豹 站在小楼院子里 金色如蓄日的树桶 深沉地盯着她 要不是她的个头太大 还有时间不对 苏妍差点以为 这是她了 你 你是小黑豹的什么人 苏妍问了一句 副兽 两个字 轰轰烈烈的 犹如滚雷天降 苏妍的耳膜一阵轻颤 抬手阻止她继续说话 问白开心 怎么回事 白开心回道 听她说 是她的孩子私自出门 在大街上跑时 被售贩子盯上了 逮住后 卖给了宠物店 苏妍又回头看看巨大的黑豹子 特别是她的躯体 这老大个的 真是恐怖 惹不起 转身回到床边 把小黑豹捧抱起来 还真有点舍不得 小家伙胖嘟嘟 太好玩了 白开心也顺手摸了一把 心下无比激动 这可是金金黑豹兽的幼崽呀 常人连见都见不到 更何况是摸了 主要是这一族 太户短了 对幼崽的保护 成人礼钱 绝不会公开露面 想来那个寿贩子的下场 也十分凄惨了 手感很好 对吧 苏妍笑道 嗯嗯 白开心忍不住激动地点头 太好了 外面的巨大黑豹 能听到房间里的说话声 甚至能想象得出 他们在干什么 不禁有些烦躁起来 开始踱步 她体格巨大 每一步都跟地震一样 引起地面震战 苏妍知道她在催她 再是舍不得 也抱着小黑豹 出了门 看到在她怀里睡得呼呼 没有受伤的小东西 黑豹终于平静了下来 慢慢地低下头 示意苏妍把小黑豹 放到她的头上 苏妍却鬼使神差地 顺手努力把她的巨头 黑豹 苏妍 嘿嘿 手感真好 比你儿子还好 黑豹张嘴 从她的怀中 叼过小黑豹 然后也不知 从哪儿取出来一个 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丢给她 最后带着小黑豹走了 苏妍看着手里的钱袋子 打开 金币 少说有百枚 寿世大陆 因为雌性天生柔弱 所以需要雄性的保护和供养 即便是不在身边 那供养金也是少不了的 这是让雌性为自己生孩子 雄性一生都要付出的代价 黑豹带着小黑豹离开万芳旅社后 又回头看了看 才继续走了 万芳旅社 终于在神兽学院 开始招生的前三天 开业了 在装修的这段时间里 苏妍也没闲着 和周围的邻居们 处得都不错 所以开业这天 大家也都捧场地过来 热闹热闹 苏妍准备了上好的酒宴款带 还订了几十个花篮 摆放在门口 吸引路人的目光 以及发放开业小礼品 每个礼品盒上 都贴上了万芳旅社的广告 一传十 十传百 没多久就招来了 更多前来领小礼品的人 对面的茶楼 也沾了万芳旅社的光 满座无空 正对着万芳旅社的靠窗雅尖 一只小黑豹扒着窗户 委屈巴拉地瞅着旅社门口 发小礼品的苏妍 而他们的桌子上 已经堆了十几个 颜色缤纷的小礼品盒子 熬屋 小黑豹冲着苏妍叫了一声 正在给人发小礼品的苏妍 听到小黑豹的叫声 拿了一个小礼盒走过去 还想要啊 那就再给你一个 苏妍仰手朝着窗户处丢去 小黑豹也不接 因为另有一只修长的胳膊探出 月白色骨节分明的大手 轻轻松松握住了小礼盒 苏妍对那个不露脸的男人 喊道 你打开 里面是肉干 给他吃 男人没有回答 小黑豹则屡次想要越狱 又不敢 急得用爪子拍打窗户 苏妍对小黑豹笑道 等我忙完了 陪你玩啊 说完 就不再逗留 又回了旅社 白开心满脸激动道 苏姐 客人都住满了 嗯 把剩下的小礼盒发完 便结束吧 我来发吧 苏姐去后面歇会 歇不了 那么多客人呢 我过去看看 你完事 让小贤子收拾收拾 小贤子是苏妍顾的员工 一个天赋水系的犬足兽人 模样精神 性格开朗 干活也十分勤快 和白开心两个人脾气也对 搭档工作 事半功倍 苏妍进了旅社里面 小黑豹立刻搭拉了耳朵 没了精神头 那只月白的修长大手 把他捞进了怀里 轻轻地抚摸着他 他没有认出你 以后不要再偷偷跑来了 嗷嗷 小黑豹委屈地蜷缩在他的怀中 耳朵彻底爬了下来 谢谢宝宝们的鼎力支持 没有你们 小玄子的动力和灵感都不会有 爱你们 C小玄子会努力码字 晚上给宝宝们加羹 一直忙到所有的宾客都送走 苏妍才想起自己忘了什么 坏了 我答应陪小黑豹玩的 说着 苏妍便提起裙脚 冲着对面的茶楼跑去 我找人 苏妍对茶楼伙计道 伙计笑道 苏老板 楼上哑尖 谢谢 苏妍跑着上楼 刚到二楼的楼梯口 看到一抹悬色在眼帘前划过 苏妍疏然停下脚步 抬头 黑色如铺的长发及腰 金色长眸 眼尾斜起 漆黑的睫毛浓长如枝 魅惑又深邃 英俊如刀客的脸庞 完美的无可挑剔 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 显露出他此刻的心情有些莫测 呃 苏妍的大脑一瞬空白 那个 我 我过去 男子见他一副看陌生人的表情 紧紧醋眉 你不记得我 苏妍想了下 他见过的话 肯定不会忘记的 抱歉 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还有事 过去一下 言罢 苏妍就绕过他 去找小黑豹了 小黑豹正蜷缩在雅间里的软椅上 一副沮丧被抛弃的小可怜模样 苏妍的心 瞬间融化了 来了 来了 姐姐来找你玩了 小黑豹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摇摆长长的尾巴 欢快得不得了 这么开心啊 苏妍抱起他 摸着他犹如丝缎光滑柔软的毛 情不自禁地弯了眉眼 这一天的紧张和忙碌 都疏解了 小黑豹趴在他的怀里 撒娇地舔着他的手指 讨好意图很明显 站在他身后的男人 看着他和小黑豹 道 他叫裴云阳 辱名小号 苏妍回头 见是楼梯口遇到的男人 你是 我是他的副寿 裴玄 男人走到他身旁 对小黑豹道 我们该回去了 熬屋 小黑豹很舍不得苏妍 苏妍摸摸他圆滚滚的可爱脑袋 给你爹回去吧 我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改天再玩 我们住在王寿街一号 裴玄伸手从他手中接过小黑豹 因为小黑豹紧紧地贴在苏妍的怀里 所以难免碰到了某处极其柔软的特殊部位 苏妍的脸瞬间红了 裴玄也面露一丝尴尬 不过很快又遮掩了去 但并回道 如果你想看他 随时可以来 嗯 好 苏妍把两只手背在身后 温婉应道 裴玄能看出 他应该不会去 撕存着又道 每个月一号过来陪他玩一天 我出十个金币 什么 苏妍愕然 裴玄道 如果你嫌少 可以自己说个价格 不不不 你不用给我金币 苏妍看着趴在他怀中 满目稀迹瞅着他的小黑豹 我可以去陪他 当然 前提是我有空的话 好 裴玄抱着小黑豹 转身就要走 苏妍忙道 等一下 他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瓶维生素 递给裴玄 每天一粒 对骨骼发育有好处 小黑豹认识这个 敖屋一声 自己叼住了维生素瓶子 小浩再见 好好听爹爹的话 不要乱跑 外面有很多坏人的 知道吗 苏妍摸摸他的头 裴玄看着他的脸 还有那头被盘成了 俐落圆寂的雪白长发 明天就是一号了 唉 苏妍一正 可已经答应了 自然也不会拒绝 好 明天我去 王寿街一号 对 王寿街一号 小浩 那咱们明天见 好不好 熬屋小浩开心的叫了一声 苏妍又摸了摸他的头 真怪 白开心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把客人都伺候好后 差不多也瘫倒了 小贤子递给他一碗卤肉饭 客人点的 又不要了 钱付过了 别浪费 白开心接过碗 大口地吃起来 小贤子看向对面的茶楼 苏姐怎么老往茶楼跑 咱们旅社的茶 我喝着比那边的还要好喝 为了在黄兜更好的做生意呀 势必要结交一些权贵的 茶楼里 可有一位你想象不到的大权贵 笔心谢谢宝贝们的票票 和打赏家庚来了 零点后还有更新 小璇子快马加鞭的敲键盘 晨起 苏颜困兮兮的 浑身酸发 昨天开业 着实有些兴奋 干活也不知道累 原本以为有三五个客人就不错了 没想到竟然住满了 还有一些客人 分留给了隔壁的旅社 人情和利益全都赚了 最后一直忙到后半夜 才真正躺下休息 今天答应了小黑豹 去陪他一天 不能食言 所以就算再困乏 也要过去 他这个人的原则 就是答应的是 绝不食言 就算办不到 也要尽了最后的努力才甘心 白开心还在房间里睡着 小璇子早早就起来干活 先用水系的净陈树 把铝社打扫了一遍 处处都焕然一新 再准备各种各样的早饭 供客人选择 见苏颜也早早就起身了 小璇子很是诧异 苏姐不多休息一会儿 不了 就要出去一趟 你帮我叫一辆马车吧 好 苏颜柔柔有些发疼的恶心 现在着实有点想念回原单了 只要一例 任何不良统统退散 小美 小美 系统更新完毕了吗 例行每日一喊 小美依然高冷沉默 没有回应 唉 这系统更新的速度也太慢了 是不是掉网了 苏颜胡思乱想着 小璇子从外面回来 苏姐 马车已经来了 要不要我让她等一会儿 苏姐车早饭再出去 不用了 我不饿 苏颜伸了的懒腰 你跟白开心说一声 我可能要天黑才回来 去那么久啊 不太确定 也可能很早就回来 走了 苏颜仰手 冲小璇子摆了摆 便出了旅社 小璇子听白开心说过 苏颜开这个旅社的初衷 其实就是想找个住的地方 还有就是让她有个活干 而就这么一个随便的想法 却让她们的人生 有了很大的改变 如她 本是一个街边落魄的乞丐 因为被朋友坑骗 失去了一切 就在她准备跳河自尽时 她带着白开心 站在了她的面前 说 既然都不想活了 不如把这条烂命卖给我 王寿街一号 苏颜把地址告诉了车夫 车夫诧异 那里是权贵区 我这马车可过不去 是吗 苏颜醒了醒神 那就把我送到 距离王寿街最近的地方吧 这没问题 车夫甩了一下马鞭 马车徐徐而动 因为车走得很稳 所以苏颜没多久又睡着了 直到车夫叫她 她才迷迷邓邓地醒过来 车夫有些奇怪的目光 瞧着苏颜 王寿街一号到了 嗯 不是说不能到那个区吗 苏颜眼口打了个哈欠 有人专门在路口等着引路 所以马车进来了 车夫回道 苏颜恍然 应该是裴玄派人过来的 他还真够细心的 下了马车后 苏颜对车夫道 你回旅社 找小闲子结账 好嘞 车夫驾着马车又走了 苏颜左右看看 打亮着王寿街 街明听着霸气 街道也名副其实 少说能12辆车并排的宽敞平坦大街 干净的一尘不染 路两边的花草郁郁葱葱 一根杂草或者枯黄叶子都没有 这街道绝对能当选年度最佳卫生街道 苏颜正想着 紧闭着的黑色金属之大门开了 一道黑色闪电 直冲他飞了过来 差点没把他给撞翻了 小号 苏颜抱住他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裴玄紧随其后 看着苏颜 他的嗅觉不错 那还挺好的 苏颜抱着他 看向裴玄 今天裴先生有什么安排吗 裴先生 呵 如果你不喜欢 我也可以称呼别的 叫我裴玄就行了 好吧 我叫苏颜 叫我苏姐也行 反正就是一个称呼 嗯 我今天没有安排 苏颜愣了下 才醒起他回答的是之前的问题 小号看样子 对外面很感兴趣 不然也不会一而再地向外跑 要不咱们 苏颜说着 灵机一动道 去神兽学院怎么样 我明天要去参加 神兽学院的入学考试 今天正好过去熟悉一下学院 你要考神兽学院 裴玄很是意外 苏颜点头 是 你有什么天赋 裴玄问道 苏颜一手拖着小号的屁股 让他的前掌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腾出另一只手 这个 苏颜的指尖 忽然冒出了一团火球 火系傲益 裴玄金色长眸半眯 天赋如何 不高 绿阶 苏颜回道 火系傲益 一般只要不是学员自身有问题 都不会拒收 裴玄看着他 眼底有些疑惑 似对他的天赋有些不解 是从小觉醒的天赋吗 不是 苏颜回道 机缘巧合吧 小号不怕火 探出了毛茸茸的黑爪子 去扑轮火 结果 很快烧毛发的味道 就从他的爪子上飘出 苏颜扑痴笑了出声 裴玄也忍俊不禁 今天神兽学院的院长 会来做客 如果你想见见他的话 不妨等一等 是吗 那可太好啊 先混个演员 到时候万一没考过 还能找院长走走关系 在地球上 有时候关系比实力更重要 这里应该也会有这种 潜规则的现象吧 苏颜摸摸小号的头 那 我就参观一下贵府 荣幸之志 裴玄请苏颜进门 进了大门 先是一面逼真的山水影背墙 绕过影背墙 入墓地则是一片巨大的湖泊 湖面上有一些盛开的花草 水里有七彩锦里 顺着平坦的青石路 走百米左右 又是数十阶的台阶 然后再顺着台阶上去一个平台 看到一片和影背墙上 一模一样的山水丛林 丛林中能看到 一座座高大巍峨的建筑 苏颜忽然有些理解 为什么裴玄的本体会那么大了 这住的地方也太大了 这里 不会就你和小号吧 目前是这样 裴玄看向湖泊 那是小号洗澡的池子 引得地脉活水 苏颜看看怀里的小号 小家伙自打扑进她的怀里后 就乖乖的 半点下去的意思都没有 如果你想住在这里也可以 空的房间很多 裴玄说完就静止往前走了 没等苏颜的答案 她猜得到苏颜会说什么 我有旅设 不缺住的地方 对了 你的夫人呢 求收藏 求票票 求好评 求让小玄子看到宝宝们的脚印 灵感和动力的来源 超级重要 笔心那么大 裴玄停下脚步 回头看她 苏颜见她目光有些复杂 以为脸上有什么东西 抬手抹了抹 怎么了 雄性有了孩子后 那位她生子的雌性 便是她的妻子 除非对方死亡 或明确说过 不需要她做寿夫 否则她终其一生 不可有第二个雌性 苏颜愕然 竟然还有这条规定吗 那我 话头突然止住 她给三个雄性 生了三窝 岂不是已经有三个寿夫了 除了已经死了的祖鲁 剩下两个 等等 她生完孩子后 会进入假死状态 所以他们 应该也以为她死了 既然人都死了 他们也就不会再挂在 她这条叶数叉上了吧 想到这一点 苏颜还真庆幸 系统为她安排的 这个假死设定 以后 生完孩子 她就可以假死一段时间 只要别火烧 全头全尾地埋了 她就能脱困 也不会连累到 生子雄性的责殴 至于孩子 他们愿意带走就带走 不带走 她也可以自己养 不过 寿氏都是雄性带娃 不仅不是脱油瓶 还是能炫耀的资本 没有子嗣的雄性 才会被人轻视 被人以为某种能力的丧失 相反 若是让雌性照顾崽子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对雄性乃至雄性家族的羞辱 如阿什历生了孩子后 也是都交给了琳郎照顾 毫无任何负担 甚至还逢人变夸 琳郎把崽子们 照顾得又肥又胖 撞得不得了 琳郎也被族人们羡慕得不得了 你怎么了 见她不说话了 裴玄主动问道 苏妍摇摇头 把脑子里的思绪丢到一边 笑道 没什么 那小浩的娘呢 裴玄又看了看她 漠然朝前走了 小浩则嗷呜一声 抱住了她的脖子 使劲撒娇 裴玄可没有这等待遇 所以听到小浩撒娇的哼唧声 嘴角轻扯了一下 死了 苏妍脸色一致 抱歉 没关系 她应该不会在意 裴玄带着她 来到一片断牙前 想要上去山林中的豪宅 需要先爬上断牙才行 苏妍无语了 她本体的是小鼠 倒也不是不能爬 可是就特费劲 裴玄伸手向苏妍 我带你上去 谢谢 苏妍松了口气 把手放进了她的掌心 温暖滚热的手掌 让她的身体 有一种过电的感觉 那个 你天赋怎么样 这话 完全就没过脑子 身体本能地询问 生子系统无时无刻 不再催她生子 只要遇到了合适的雄性 身体就不由自主地 进入执行任务状态 裴玄看着她 天赋半灵镜 半灵镜 那是什么 苏妍还是头一次听说 半灵镜天赋的 不都是天地玄黄蓝绿红吗 裴玄继续道 天阶之后是灵阶 半灵镜是灵阶初级 苏妍的眼睛 骤然亮了 妈呀 她还去神兽学院干嘛 眼前这不就是一个 很合适的雄性吗 而且还是比天阶更高的灵阶 警告宿主 凡兽级的生子系统 未进化至零售级 不可越接生子 小美冰冷的声音 在苏妍的脑海中响起 也把她刚刚燃起的机动 泼了得干净 扎都不剩 苏妍已经好久没有听到 小美的声音 还怪想念的 系统更新完毕了 是的宿主 现在生子系统可正常使用 小美回到 眼前的雄性 暂不可与宿主生子 请留坐后背 继续寻找其他凡兽级的雄性 这么好的雄性资源 竟然不能用 着实太可惜了 苏妍叹了口气 对苏妍道 系统商店上新品了 宿主可以看一看 既然能让小美专门提醒 那系统商店里 肯定是有什么好东西 立刻喜滋滋地打开 预售单 可随机提升又受 灵智一岁对的天赋 最多服用三次 一积分 苏妍看着系统商店里的新品 立刻对话了一枚 等她的意识从系统里出来后 发现自己正躺在裴玄的怀中 被她抱着如履平地的上山 小浩趴在她的怀里睡着 裴玄低头看她 薄唇抿了抿道 失礼了 没关系 谁让我天赋不行 本体也不行 苏妍说着 目光温柔地看着怀中的小浩 我有个礼物送给她 不知道你 愿不愿意 她喜欢就好 裴玄并不反对 苏妍抬头看她 正好对上她金色璀璨的毛子 晃了晃神 才道 是吃的 可 裴玄依然不反对 苏妍玩耳 不怕我给你的宝贝儿子喂毒药啊 裴玄看着她 你不会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 她是什么天赋 苏妍问道 玄接 雷系 裴玄回道 苏妍诧异 这和她的小黑豹一样 低头看着小浩 再看看裴玄 心里忽然生起一个念头 只是这个念头 很快又没了 裴玄的天赋是零级的 她可生不了零级的子嗣 到了山上 裴玄放下了她 小浩也醒了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奈眉 能提升天赋的预售单 这个是给右兽服用的 有提升天赋的功效 当然能提升多少 也是看运气 我来时着急 没有带礼物 这个就送给小浩吧 裴玄的脸色瞬间凝重 能提升右兽天赋 是 运气成分比较大 苏妍把装着丹药的木盒给她 小浩是你的宝宝 要不要她服用 也是在你 你想她服用吗 我 这问题不能问她吧 喝我送的 肯定是想她服用的 小浩趴在苏妍的怀里 枕着柔软的枕头 睡得迷迷糊糊时 就被她的老子给抓着后颈皮 提了起来 张开嘴巴正要叫 一粒圆滚滚甜甜的东西 顺着喉咙而下 随后 一阵剧烈的雷光 字体内爆出 苏妍吓了一跳 盲问小美 她这是怎么了 小美没有立刻回答 等了一会儿才到 天赋进阶中 右手没有危险 怎么感觉你这更新了 比没更新时 速度还要慢 小美没搭理她 既然是在进阶 那她就不用担心了 在一旁 等着看最后的结果 裴璇可是很担心 她就这一个命根子 瘦是大陆的雄性 天赋越高 越难有子嗣 而且裴璇看向苏妍 她未必愿意 跟她再生第二个 七个月前 森与寿林 灰色的天 漆黑的云快速汇集 裴璇焦躁不安地 舔着刚出生的小黑豹 直到把她舔得干干净净 才朝苏妍走过去 她怎么死了 生孩子 是这么危险的是吗 苏妍一动不动地躺着 她轻轻地舔着她的脸庞 她纤细得紧 她因为用力抓软草 而变成了草绿色的指尖 温柔地想要把她舔醒 可是 苏妍就是不动 天上的节云 马上就要汇聚完毕 滚滚雷声 像是催命符一样 随时能劈下来 那里电闪雷鸣 不时地传出暴怒的 王兽及嘶吼 和一道道天乏雷柱 魔兽眼禅苏妍 不肯离开 和雷电结界较量着 这是她从凡寿 脱胎换骨成灵寿的 最后一道天节 之前九十九道都扛过来了 不能在最后一道上 功亏一篑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等我立完结 就来找你 我会想法子 把你救活 哪怕是和死亡规则之神交易 裴玄用一道雷电结界 笼罩住了苏妍 最后叼起刚出生的小黑豹 她需要体温保暖 否则很可能活不了 一只玄阶魔兽 发现了苏妍 漆黑的杰云 跟着她一起离开 风驰电掣般进入了森羽兽林深处 森羽兽林内 诸多魔兽和野兽 唯恐遭到鱼池之殃 纷纷从里面跑了出来 四散着避难 但就在还差几步距离时 雷电结界猛然启动 开始攻击 她流着口水 慢慢靠近 最后 结界突然爆裂 而爆裂时的力量 差不多是裴玄的权力一击 魔兽想跑 但已经来不及 结界最后的力量 把她炸成了灰粉 只留下一枚灰褐色的上品金币 苏妍醒了 她睁开眼 看了看四周 一脸遗憾和惆怅地离开 等她走后 成功进化灵兽级的裴玄 带着小黑豹又回来了 然而 地上除了一枚上品金石 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放下小黑豹 让她在地上爬了一会儿 她也俯卧在苏妍躺过的地方 约莫两天后 一只大黑豹 带着一只小黑豹 在森羽兽林里奔跑穿梭 期间 空中有一只火红色的九尾凤鸟 从它们的头顶上空飞过 顺移消失了 苏妍看着眼前的小浩 被雷电包裹着 有小美保证 所以她并不担心 裴玄在观察了片刻后 发现小浩并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天赋境界在快速提升 你这个丹药 哪来的 裴玄问道 这东西如果用在其他优售上 不知能提升多少 苏妍回道 机缘巧合得到的 其实这个丹药的使用 还有一个条件 仅限女主自己生的幼崽 系统商店没有标注在商品上 但在兑换区的说明里 用黄字写了一句 一积分商品和免费商品 仅限宿主及其子次使用 苏妍又取出两个木盒 一岁之内的幼瘦 最多吃三粒 再多的 没有了 这东西要用积分换 她可不敢多浪费 要不是小黑豹和她有缘 她也不会花这个积分 其他人 她不会管 而且也不会拿这个做生意 不说她现在不缺钱 缺钱也不会动积分 那些大礼包物资 她都没怎么动 每样都能用来换钱 裴玄知道她的意思 此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若被其他人知道 她有这种能提升天赋的丹药 定然会被盯上 危机四伏 她害她死过一次了 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复活的 但绝不会让她在她眼皮底下 再死第二次 小浩身上的雷电 慢慢消散了 苏妍问小美 小浩现在是什么天赋 小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因为有人答了 地阶 裴玄着实震惊了 然后看着手里的另外两个木盒 毫不犹豫地 也给小浩服下 比之前更为浓郁的雷电 再次在小浩的周身闪烁 苏妍问道 你 不怕她一下子给吃撑了呀 给她三个 也不是要她一口气吃糖豆一样 全都吃完了 裴玄并不担心 这个丹药对她十分温和 就像是量身为她炼制的一样 苏妍听着她这话 心里生起一丝怪异感 打开系统商店 又仔细看了看预售单的说明 甚至连单方都看了 偏就是没有看系统商店的更新说明 苏妍忙从系统商店里回过神 笑道 不用不用 这丹药我是送给小浩的 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成情 裴玄回道 这是祖宅 从我继承祖长以来 基本没动过这里 可以 我送米去她的房间 远看山林间的建筑群 就觉得很壮观 近了看碧瓦朱岩 殿堂楼阁 更是美轮美奂 雕刻着云文重草图案的七金梁柱 用奢华柜的装设 无一处不精巧细致 巧夺天工 裴玄看着她 一阵沉默 呵呵 真没什么 不过 以后可能会麻烦你点事 麻烦你跟我生个孩子 小浩的天赋 最后定格为天阶 雷系也进化成了紫金雷 一道紫金雷柱的威力 至少是普通雷柱的十倍 苏妍抱着她 对裴玄道 我今儿过来 就是陪她的 既然她睡觉了 那我也陪着睡会儿吧 裴玄着实惊喜 对苏妍又恭敬地行了一礼 以后 但凭拆遣 似乎想要揭穿什么 可是又忌惮着什么 不敢揭穿 这房子造价不菲吧 苏妍因为才装修了旅社 所以对装修这类的东西 多少懂一些 她是我儿子 也是唯一的子嗣 她的人情也就是我的 真没什么 苏妍看向小浩 说实话 我也有一个小黑豹的儿子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想来是和她有些相像的 所以我也是透过她 思念自己的儿子 裴玄看她的眼神 越来越深 最后变成了一片浓厚难解的迷惘 一言为定 裴玄对苏妍道 裴玄突然十分郑重地对苏妍道 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组长 什么组长 苏妍好奇 嗯 一言为定 小浩因为天赋进阶 体力消耗很大 所以陷入了昏睡中 苏妍打量着她 越看越觉得 她是一个很不错的雄性 苏妍眨眨眼 不好讲吗 金金黑豹足 裴玄回道 这下该苏妍无语了 好吗 这是她儿子的组长啊 她刚刚还想着要和她生孩子 看来是不行了 着实有些可惜 只是她不想让一些简单的关系复杂化 只能放弃这个优良的生子目标了 这时 有人进来禀道 组长 神兽学院的院长来了 还带着荣家少雄荣物 荣物 苏妍眼睛一亮 自从上次包子扑一别 她可一直惦记着这位呢 凡寿递接正是她升级生子系统 急需的目标 裴玄看着她的反应 眼色微变 你认识她 苏妍回道 现在不认识 但想认识 如此 你要跟我过去 见见她吗 裴玄继续问道 但话音里 暗戳戳地透着一丝试探 苏妍想去 可看着怀里熟睡的小浩 还有她今天的衣服也很普通 连妆都没化 头发也没有用心打理 算了 我今天是来陪小浩的 以后再说吧 听她这么说 裴玄的脸色好看了些 学院的院长 应该是来请我 当课作老师的 老师 本来我一直拒绝 现在 突然有点兴趣了 教书与人 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惜我不是雷系 不然还能沾些便宜 苏妍笑着眨了下眼 裴玄看着她的眼睛道 有什么事 你可以来找我 好 你快去带课吧 我就和小浩睡会 你喜欢吃什么 我让厨子准备 都行 随便吃都可以 裴玄让人伺候苏妍和小浩睡觉 那我先过去了 你们好好休息 苏妍点头 去吧去吧 会客厅 容物有些坠坠地站在院长林府 也是她亲舅舅的身后 原本过来 就是想要见见传说中的半灵镜 是什么模样 没想到 刚一进来 就被盯上了 裴玄的眼神 着实让她全身发毛 那是潜意识对危险和恐怖的本能反应 今年多大了 裴玄问容物 容物恭敬回到 虚岁时期 裴玄看着她年轻的模样 特别是那双漂亮的冰蓝色清澈眼眸 应该是她喜欢的类型 顿了顿 继续问道 喜欢年龄比你大的雌性 还是年龄比你小的 这 容物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朝林府投去求救的目光 林府笑着替自己的侄儿解围 老裴 你怎么还对小孩子们的婚事感兴趣了 裴玄皱了下眉 我今年也才22 不算了 唉 林府也是头一回知道她的真实年龄 你说 你多大 22 裴玄回到 林府 你不是很早就继承了组长职位 16年前 我6岁 当时服用了一种 能在短时间内长大的丹药 真实年龄 从未对外公开过 够狠 我听说过那种药 在药效结束后 全身骨骼仿佛被拆碎了一样痛苦 还好 苏颜这一觉 只睡到了下半上 柔柔轻松的眼睛 见小浩还在睡着 意识变进了系统里 小美 小浩一口气浮了三枚预售丹 没事吧 很正常 他的身体在适应天赋变化 最迟明天就会醒 正常就好 你给我一粒回元丹吧 这一觉睡得脑袋有点发懵 兑换完毕 回元丹已放置系统空间里 宿主还有什么需求 荣物这个雄性如何 宿主可是想要与荣物生子 有这个打算 不知道他的天赋够不够系统的要求 地阶水系 勉强 建议宿主 寻找天赋是天阶的雄性 天赋天阶 你当天阶的雄性 是路边上的瓜菜 随便一买一堆的吗 苏妍觉得自己能遇到荣物 都是交了大运 你生出了准规则天赋的孩子 系统默认你能生出同级的子嗣 等一下 准规则天赋是什么 他啥时候生这样的孩子 黑暗 光明 死亡 命运 空间 生命 准规则并未是完全的规则 但通过修炼 或一些天地一宝 可完整规则 妈呀 我生的哪个孩子 有这妖牛逼的天赋 上一个 那就是和明林渊生的那一台 好像当时确实有提到过准规则天赋 只是他没有在意 也正是生出了准规则天赋 才促进了系统的更新 现在系统可以更好的为宿主服务 明明是我为你服务 我的存在 就是帮助宿主更好的怀孕生子 只是哪就那么幸运 每次都能生出规则宝宝来 裴玄正看苏妍吃东西 暗暗记下他的饮食喜好 这也是做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菜的主要原因 看他最先最想吃什么 鼠足 这不废话 我马上就要进校门了 住宿主好运 苏妍喝了一口鲜香肉汤 老鼠 嗯 而且还是很小吃的那种 苏妍又拿起一块炖排骨吃 苏妍愣住 苏妍伸了个懒腰 真是惯的小美 竟然吃天赋天接地吃上头了 低点都不行 神兽学院 刚要往嘴里塞 就听一道娇滴滴的女生想起 玄哥哥 我来找小浩玩了 裴玄准备了丰盛的美味佳肴 款待苏妍 近百食道菜 让苏妍多少有些汗颜 裴玄见他先吃了鱼 想起在森羽兽林时 他也很喜欢吃鱼 苏妍轻轻地抚摸小浩 越看越是喜欢 真想偷偷抱走 他来了以后 也没干啥 就抱着小浩美滋滋地睡了一个回笼觉 还给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先把荣物放一边了 重点找天赋 是天阶的雄性 那时候 明明很小很小的一只 却吃了半条鱼 食量惊人 我谢您 这也太客气了 苏妍拿起筷子 先加了一大口清蒸鱼 行吧 既然是为我服务 那你告诉我 天赋是天阶的雄性在哪 我去哪找 你的本体是什么 裴玄扬作不知地问道 见苏妍因为来人 停下吃饭 顿时对来人心生不悦 你先吃 我去去就来 裴玄是一旁伺候的下人 好生伺候 便出去了 苏妍继续啃排骨 来的是谁啊 瞧着你们组长的脸色不太好看 世人回道 是组长的表妹 本体是暴狐兽 混血兽人 混血兽人 苏妍朝门口的方向瞅了一眼 我记得听谁说过 金金黑豹兽 只有你们组长一个唇屑了 现在多了小绍组长 不止一个了 金金黑豹兽的天赋 出生就是天阶 很难反育子嗣 便是超上等生育力的雌性 也极难孕育 组长是老组长拿命换来的 拿命换来的 怎么换 在兽神殿 以自己余下的寿命 和兽皇之血 献祭生命规则之神 求子嗣 这 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苏妍震惊了 生个孩子有那么难吗 那小浩也是你们组长 不是 邵组长是组长半年前 在外游历时带回来的 不是混血兽 而是纯血的金金黑豹兽 世人面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还有憧憬 最重要的是 组长没有拿自己献祭 15年前 因为老组长归天 黑豹族被打压 差点要搬离皇城了 所以 族人都很担心 组长也为了子嗣 做出什么事来 苏妍加了一筷子 清蒸鱼吃了 半年前 森与寿林 这要巧吗 苏妍又拿起一个肉包子 慢慢吃着 意识回了系统 小美 我问一下 小浩是不是我第一个孩子 这问题出口后 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小美很快就给了她答案 是的 苏妍手里的肉包子 啪啪掉在了桌子上 难怪 裴玄会在茶楼问她那个问题 只是她确实没见过她那张脸 事急从全 她当时毁容了 准确地说 上半身都血肉模糊的 要不是为了能赶紧怀孕 保住小命 她根本就不会跟她做 可是 她不是半灵静的天赋吗 为什么能和我生出小号来 苏妍问小美 小美回到 当时她受伤 是历劫造成的 修为压制在悬阶左右 所以宿主能生下悬阶子嗣 成功历劫后 进化至半灵静 感情我恰了个空档 苏言唏嘘 若是她当时就是半灵静 那估计她就怀不上孩子 更没活路 再次打开系统商店 终于注意到了 最下面的系统商店说明 免费和一积分的商品 仅限宿主和其子嗣使用 小号原来不是长得像 而是就是她的孩子 也难怪和她那么亲 裴玄一定知道 而且也早就认出了她 却不告诉她 为什么 难道是怕她跟她抢孩子 苏言顾不上吃饭了 回了小号睡觉的房间 看着呼呼憨睡的小号 抱起她亲了亲 然后下一瞬 就把她装进了系统空间里 那是系统专门给她放孩子用的 现在正好用上 随后又变成一只小白鼠 打开系统地图 一路上 顺着鸡脚嘎啦的偏僻角落溜走 等裴玄应酬完自家表妹 再来找苏言 她已经离开了王寿街 既然她能偷偷带孩子走 那她也能 让她也尝尝 孩子丢失的滋味 苏言带着小号 没有回旅舍 而是一路离开皇城 在城外溜达 一只巴掌大的小白鼠跑在路上 就算有人看到 也不会理会 忽然 她停了下来 从空间里放出了睡醒的小号 天赋提升至天阶的小家伙 精神头极好 大大的漂亮金铜 丝丝丢丢的紫金雷电闪失 一种令人畏惧的天阶施压 自血脉分章而出 小号抖了抖胖敦敦的身体 又熬乌叫了一声 欢快地摇着尾巴 绕着苏言的受体质转悠 兴趣十足 苏言 这小子要干啥 不会想吃了老娘吧 娘 你长得好小啊 小号口出人言 苏言愕然 你 你能说话了 哎 是啊 我怎么能说出人语了 小号也好奇 苏言问了问小美 为什么 小美回道 这是天阶幼崽的特征之一 只要她在人前开口 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天赋天阶 那是好还是不好 小美又沉默了 苏言担心小号会不会被人盯上 上次就被售贩子卖了 如果再会说话 不更招坏人惦记 趴下 苏言对小号道 小号立刻趴在了地上 娘 有什么吩咐 站得太高了 娘养着头泪 苏言看着原本很小 现在比她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的小号 你以后在人前要装哑巴 知道吗 不然被坏人发现 你是天阶幼兽 会把你抓起来的 那时候你就再也找不到娘了 小号顿时急了 站起来焦急不安的摇尾巴 夺爪爪 不要不要 我要娘 我就要娘 不要离开娘 苏言忙安抚 我说的是以后要注意 你不说话 不就没人发现了 好 以后我只跟娘说话 嗯 乖乖 苏言站直了 拍拍她粗壮的腿 走吧 咱们去寿林转转 神兽学院明天开学 她本来想趁早入学院 如果进不去 还有时间筹谋别的路子 现在反而不急了 等她教训了那个丢下她 四字带娃离开的家伙再说 而且她既然是学院的课作老师 塞一个学生进学院 应该也是一句话的事 有个好地方 儿子带娘去看看 小号趴下 娘可以骑在我背上 好啊 我儿真是懂事呢 苏言爬上了小号的背 出发 轻拍她的圆脑袋 娘坐稳了 话音未落 小号便犹如一道闪电 消失在了原地 苏言和儿子一起不见了 裴玄很难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是她把孩子带走了 但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就算她变成小白鼠 不容易发现 可小号是怎么走的 况且还有重重节节防御 只要小号离开 她第一个能发现 还是说 有人截走了他们两个 裴玄的脸色沉了下来 因为只有这种可能了 能在她的眼皮下 悄无声息地把人截走 整个黄兜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寿皇 另一个是她的随身总管舌燕 舌燕也是半临近的修为 只是早了她几年 而寿皇已经是临近巅峰 裴玄立刻动身前往寿皇宫 去找寿皇 苏言紧紧抓着小号的背毛 脸白黄黄的 这小家伙跑起来可太快了 眼睛都睁不开 小号 你这速度 日行万里也不在话下 爹可以瞬移 从一个地方 眨眼就到另一个地方 她的傲益高深 以后我们小号也可以做到的 苏言看看周围 这里是一片密林 打开系统地图 除了她和小号 没有其他活物 于是 她从空间取出一条 白色蕾丝的高腰 急怀孕妇长裙 套在自己的头上 快速地舒展身体 变回了人形 脚上穿了一双 在丛林方便行走的运动鞋 小号用自己的脑袋 蹭着苏言的小腿 娘 你真漂亮 小嘴倒是挺甜的 以后不愁媳妇了 苏言弯腰抱起她 私下看看 这里是哪 寿皇陛下的林海元 贾成龙年 祝祖国好 国泰民安 祝所有的书友宝宝们 身体健康 新春大吉 万事顺遂圣意 寿皇 那这里算是禁地吧 他们擅自闯入 会不会被抓起来 苏言警惕地看看周围 最后抱起她 摸摸她毛茸茸的大脑袋 乖宝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有主之地不好乱闯 就在前面了娘 小号从苏言的怀里跳下来 带着她往前跑 并欢快地摇着尾巴 苏言看着她熟门熟路的样子 你常来这里 小号回到 爹常带我来这里洗澡 来寿皇的园林里洗澡 你爹可以 苏言无语 然 等她看小号说的地方后 明白了 难怪会常来 一个天然的温泉湖 生腾着萌萌雾气 澄澈的温泉水 看得人浑身发痒 只想立刻跳进去解解发 小号一个前扑 进了水里 然后开始撒花地玩 看她玩得开心 苏言想着来 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于是又打开系统地图 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然 这一看不要紧 下一瞬浑身僵硬 从头到脚发麻 就在她的身后方 也就散步不到的距离 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那里 身量极为高挑 穿着暗黑那脸的浴袍 身子色长发 戴着些许诗意 一缕略在身前 其他的都披散在身后 妖野绝伦的容颜 若非裸露的胸膛是男性 她还以为是个爵士高挑美女 满是性味的凤颜子眸 浊浊地凝视着她 虽然长得极好看 但也不妨碍苏言 对她这鬼魅行为起具 系统地图只有她自己能看得到 所以对方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发现了她 苏言带着恐惧的目光 朝还在水里扑通的小号看去 小家伙 白瞎了天街的天赋 根本就没有发现她身后有人 难怪会被受贩子给拐走 看来她要锻炼锻炼她的警惕心了 小号 你等等娘 她努力克制内心的恐慌 力持镇定道 小号撒着花 在水里喊 娘 快来 其实在小号的眼中 她的身后方空空如也 并没有人 苏言朝前走了一大步 见身后之人没有动 下一步直接迈进了水里 随着溅起的水花 她快速地朝小号游去 然后抓住她 先把她收进系统空间 然后再和小美道瞬移 下一瞬 她的身影就从温泉池中消失了 而原本只有空气的地方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 正是苏言在地图里看到的那个 竟然被发现了 原本只是性味的眼中 此刻变成了更浓郁的好奇 紫棋 裴玄从天而降 落在了她的身旁 但很快 她就嗅到了空气中残留的 苏言和小号的气息 眼睛刹那就红了 把他们交出来 紫棋双手还胸 看着她急吃红眼的样子 绝伦霍氏的凤眸满是玩味的腻着她 你儿子吗 先告诉我 她的天赋 怎么突然变成了天街 裴玄脸色越来越黑沉 别逼我动手 紫棋的手放了下来 俊爵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瞬间周围的花草都湿了颜色 正好看看你 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带着小号顺移离开的苏言 一身湿答答的 站在一片草地土坡上 远远的还能看到林海元 忽然一道道轰隆隆的雷声 裹挟着闪电 在林海元的上空密集炸开 苏言本能地缩了缩脖子 还真是危险 幸亏跑了 然后低头看看身上的衣服 用火源力蒸干了 继续朝天元寿林的方向而去 她要给小家伙特训 至于林海元内发生了什么 素来奉行君子不立威强之下的苏言 半点都不好奇 白开心提了一桶水 给摆放在旅社门口的花篮浇水 小闲子见状过来 我来吧 白哥 不用不用 我就是一时闲了 顺便看看苏姐什么时候回来 你忙你的 白开心白白手 让小闲子忙自己的事去 嗯 对了白哥 明天就是学院入学考试了 你不要准备准备吗 不用准备 而且我也不太在意 能不能进神兽学院了 为什么 我这天赋和奥义也就那样 还有苏姐这个旅社 也需要人打理 那倒是 让我打扫卫生 干活可以 其他的 我嘴笨也不灵活 管理不了旅社 所以 明天我就去碰碰运气 如果收了 我就去上学 如果不收 我就踏踏实实地经营旅社 好 有白哥在 我也放心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苏妍还没有回来 白开心有些担心 便准备去王寿街看看 但不等他出门 就看到裴旋来了 他浑身气息暴虐 一路走来 连认识他的人都不敢搭话 白开心更是吓得 狐狸尾巴都跑出来了 足 足长来了 快里面请 你们老板呢 语气也隐隐带着雷射 让人惊惧不已 白开心抖着胆子回到 不是去王寿街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能去他的房间看看吗 裴旋虽说是在问 但脚步不停 大步地往旅社后院走 他知道苏妍的房间在哪 不能 小贤子忙要去阻拦 白开心一把拽住他 并捂住他的嘴 没有没有 组长尽管去看 等老板回来了 我跟他说一声 裴旋静止去了苏妍住的小楼 房间里有一股迷人的花香 是他身上的味道 床上的被子 还凌乱地散开着 可想而知 他一早是急急匆匆地走的 窗前的梳妆台上 放着一些瓶瓶罐罐的化妆用品 看起来十分精致 打开衣柜 里面是几条裙子 还有三双崭新的鞋驴 也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款式 白开心端着茶进来 组长请用茶 他有跟你说过 对什么地方感兴趣 或者去哪转转玩玩 裴旋金童席向白开心 但凡他有一丝犹豫欺骗 他都能看出来 白开心完全不敢 他老老实实地回想着 这一路和苏妍的经历 他好像对天元寿林挺感兴趣的 要不是我们怕耽误了学院招生 就去寿林了 裴旋再不犹豫 把腿离开 白开心忙追了上了 组长 苏姐呢 我会把他们找回来 裴旋回了一句 下一瞬就原地消失了 瞬移 天街才能触发的奥义 唉 我这辈子是别想了 白开心满口遗憾 不对 白开心脸色抖得大便 组长 你说苏姐怎么了 敖屋 小号夹着尾巴 一路小跑着 娘 救命啊 救命 一尺多长的小黑豹后面 紧追着一只张牙舞爪的 凶恶魔兽大蜘蛛 那青涩泛蓝的粗壮猪腿上 长着犹如钢针的猪毛 苏妍坐在高高的树叉上 手里拿着一串野果子吃着 完全不看大儿子 被魔兽蜘蛛追赶得惨壮 小美 你说我这大儿子 还能再提升提升天赋吗 需要靠自己修炼 或者等伤成以后 上薪其他有助于 幼崽天赋的丹药 嗯 这只大蜘蛛魔兽 是什么天赋 玄街吐戏 啥 苏妍顿是坐直了 那我大儿子不会有事吧 天赋再高 不修炼傲义 如钢枪喂上子弹 这样啊 那我能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还有 既然他遇到了危险 有没有瞬移的作用 能迅速脱离险境 不早说 我下去帮我儿子 苏妍说完就要下数 苏妍看着这替身符的价格 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太贵了吧 关于幼崽的 一般不都是一个积分吗 这是替身符 等于多了一条命 宿主生子不易 要不要给幼崽多一次生命的机会 全看宿主 小美又道 既然宿主要锻炼他 何不让他先自己解决 替身符没有启用时 宿主随时可以退 一旦启用 则不再退换 我考虑考虑 苏妍道 那是我亲儿子 怎么能让他冒生命危险 可以附加顺一致系统空间里 但需要多出50积分 小美沉默了 不过很快 苏妍的面前自动出现了系统商店的界面 替身符 可替宿主幼崽党一次致命袭击 100积分 系统空间 就是我放东西的空间吗 对 一步到位 宿主的幼崽 必能得到最安全的保障 那非常可以 我能给每个孩子 来一张替身符吗 没问题 好 我给所有的孩子们 都来一张替身符 反正不用的话 可以随时退 用了的话 则是一条命 好不容易生的宰子 定要保护好了 五张替身符 一共750积分 目前宿主 还剩49574积分 换完替身符后 苏妍在看向小浩时 心里彻底没了担心 继续淡定地吃果子 小浩也被追得 没有地方跑了 终于停了下来 冲着黑蜘蛛魔兽就是一痛 呲牙威胁 天阶的天赋施压忽然迸发 蜘蛛魔兽 却完全不拒 小浩只是一只幼崽 他只要吃了它 自己就有机会进阶的到天阶 这么好的机会 他可舍不得放弃 仍冲着小浩杀了过去 小浩的身上 冒出薄薄一层的紫金雷电 雷系本就是一切魔兽的克星 同等级的魔兽 和雷系兽人 后者要更强大 小浩虽然缺乏战斗经验 但有天赋 还有源自血脉的战斗本能 刺出一口奶白的尖齿利牙 迎着蜘蛛魔兽 冲杀而上 苏妍虽然不担心她的安全 但是也怕她受伤 不禁提心吊胆 小浩个头虽小 可灵活得很 几下跳上了猪身 而紫金雷有麻痹的作用 凡是她跳过的地方 蜘蛛的动作反应都慢了许多 裴玄的半灵镜气势 半点没有收敛 所过之处 无论是野兽还是魔兽 统统退避 那种天渊之别的实力差距 令这些兽类根本不敢靠近 一个丢了儿子的副兽 有多恐怖 便是兽黄也不敢和她硬扛 二人一直打到天色暗下来 林海元也处处疮疑 紫琪才无比心疼地 主动提出休战 最后到初 是一个蜀足雌性 带着小浩顺移离开 但蜀足雌性不过绿街天赋 如何能使用顺移奥义的 也有些奇怪 裴玄知道 苏妍身上是有些秘密的 如她明明死了 是如何活过来的 还有能提升幼宰天赋的丹药 但她不会把这些告诉兽黄 让你追我 让你欺负我 看我不揍死你 小浩一边说着 一边释放紫金雷 还专挑肢体关节部位 魔兽蜘蛛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了 可是悔之晚矣 天赋上的差异 还有傲益克制 让她连逃跑都变得很难 苏妍对小美道 我大儿子多厉害 现在玄间魔兽 都不是她的对手了 小美 凡兽级的生子系统 无法和临界的雄性生子 小浩用毛茸茸的胖爪子 拨弄了一下魔兽蜘蛛的碎片 最后从里面找到一枚 土黄色的上品金币 小浩的紫金雷气息 她远远地就觉察到 所以直奔此处而来 等我进了神兽学院 会找生子对象的 眼下 我要叫子 苏妍有些不耐道 小美没有再说话 深吸了口气 我知道了 苏妍明显是有些怠惰了 身怀将近五万积分 便是都换成寿命 也能活一百多年 树叉上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苏妍的影子 可是生子系统 不会让她如此悠闲下去 特别是在 发现了临界的雄性后 话落 苏妍觉得眼前一花 整个人就自树叉上消失了 小美 提醒宿主 该条件 是宿主在绑定 生子系统前的协定 魔兽蜘蛛 看起来坚硬无比的肢体 开始迅速军裂 发出一阵惊心的破碎声 然后抬头朝苏妍 做的树叉看去 娘 我赚到钱了 哎 娘呢 苏妍想起来了 当时确实有说过 苏妍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我没有说过不声 三个月是不是太刻薄了些 裴旋眼看着自己的儿子 杀了一只玄间魔兽 震惊地说不出一个字 连续三个月内 宿主若没有怀孕生子 系统将默认宿主抗拒生子 重生地球计划将会终止 小美语气冷冰冰道 看到小号张口 吐出一道手指粗细的紫金雷柱 并直接没入了魔兽蜘蛛体内 魔兽蜘蛛彻底不动了 烈 小号稚嫩地又受同音吃到 小号看过去 见是裴旋 立刻雕起了那枚上品金币 朝裴旋跑过去 爹 我杀了一只魔兽 这是我的战利品 裴旋抱起它 把它紧紧地锁在自己怀中 失而复得的喜悦 令焦急惶恐的心 终于有所平复 而就在它离开后 裴旋到了 小号 裴旋适时出声 好儿子 爹看到你杀魔兽了 非常厉害 嗯 我可厉害了 小号左右张望着 娘呢 裴旋听到他提苏颜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应该回旅社了 明天神兽学院开学 你娘要去参加入学考试 裴旋找了个理由 给儿子解释 小号还小 三言两语的 就被哄住了 裴旋变成瘦身 把小黑豹放在自己的背上 要不要跟爹去杀更多的魔兽 好啊 娘说他要买一条裙子 很贵 儿子要赚钱给娘买裙子 小号趴在裴旋宽厚的背上 无比安全 完全不用再担心 被魔兽追着杀 裴旋背着他 慢慢地朝着兽灵 更深处走去 好 万芳旅社 苏颜站在自己的房间里 脸色十分难看 小美 你做什么 这次顺移是小美擅作主张 但依然扣了她的积分 小美解释 你带走幼崽 引起了副兽的杀心 系统检测到副兽身上的杀器 为了保证宿主的生命安全 启动了紧急顺移避险 苏颜皱眉 你说裴旋要杀我 那可是我生的儿子 小美 对于副兽来说 生子的雌性 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他们才是生子工具 苏颜忽然怒了 虽然这是一个 比较冷漠无情的事实 彼此的存在 都是工具人 小美忽然到 检测到宿主感情波动较大 启动清除感情缓存 下一秒 苏颜愣住了 一股难以名状的悲伤 涌向上头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 一日早 白开心换了一身新衣服 整个人精神奕奕地出了旅设 外面停着一辆马车 苏颜已经坐在马车上 等着她了 小白 上车 苏颜笑着招呼道 苏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开心惊喜无比地上了马车 然后把昨天发生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苏颜魂不在意 只说以后 不会再去王寿街一号了 马车在神兽学院的大门口停下 此时 已经有很多学生排起了长队 白开心先下了车 冲着长队的队尾跑去 苏姐 我去排队 行 我去买点喝的 苏颜不紧不慢地下车 然后让车夫去旅设结账 最后朝路边一个卖饮品的店铺走去 这里的人也不少 热热闹闹地说着 今年入学考试的事 小公主并非是寿皇的亲生女儿 而是寿皇的哥哥留下的姨父子 早就知道了 寿皇因为天赋太高 没有慈性能怀上子嗣 后宫家里不知多少 也没有一个能生下一子半熊的 好了好了 大家可以私下聊这些 公共场所还是注意一下 小心学院寻卫队的人听到 不让你们参加入学考试 饮品店的老板好心提醒 苏颜点了一杯茶 还有一杯果汁 老板在给他饮品的时候 看到他手腕上的报名牌 你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苏颜见他看自己的报名牌 这是白开心前些日子来学院报名拿到的 他忙着旅设的事 便让他捎带报名 是啊 不知道入学考试 有什么要注意的 注意的 老板看着他 笑道 慈性在参加入学考试前 要先进行生育力测试 或者是有其他地方测试过的生育力证明 才能继续天赋测试 那要是没有生育力呢 他可是测试过的 此时没有半点反应 没有生育力的慈性 老板似乎也没有想到 因为慈性都有生育力吧 只是高低之分 苏颜点头 那学院还录取吗 老板笑道 今年入学新规 慈性进入神兽学院 一个是看生育力 一个是看天赋 所以如果没有生育力 或者生育力低于中上等 还想要进神兽学院 就要看天赋如何了 好的 谢谢老板 苏颜端着饮品走了 看来寿皇为了小公主 连规定都改了 老板热情回应 喝好还来 白开心站在队伍里 仰手招呼苏颜 苏姐这里 苏颜立刻过去 茶 果汁 你要哪个 茶 白开心让出一些地方 让苏颜站到队伍里 白开心吃着有滋有味的肉干 苏姐自己做的 我想要练习奥义 就烤了些肉干 味道怎么样 苏颜问道 那是 一匹一百中品金币 老贵了 白开心扎舌唏嘘 然后想起自己的天赋卷轴 还没有用 便对小美道 我想提升天赋 黄街火系的那个卷轴 回头你帮我找两匹 苏颜有的是金币 白开心知道苏颜有钱 但这独角白马兽 除了好看 还不如普通的马耐用 一辆由四匹独角白马兽 拉着的奢华马车 在学院大门口停下 白开心 我 苏颜点头 嗯 我那里还有好多 就不说裴选给的那一袋子 他的陪葬金币 也足够他挥霍着花的 后来他想过 蜀族和兔族 应该也给他葬不了那么多金币 十有八九是 明明渊给的 自己为他生孩子而死 心怀愧疚吧 容貌绝利的雌性 突然出现在队伍里 对于前后排队的雄性们来说 多少有些刺激 特别是雌性身上的甜美诱惑气息 引诱着他们 无时无刻不去想传宗接代的事 这是我老板 苏颜喝着果汁 对白开心道 我得先做一个生育力测试 这马好看啊 苏颜看着白马 像集了影视里的天马 他喜欢 苏姐 这太贵了 好的宿主 已经提升完毕 小美回到 苏颜打开随身携带的夸包 从里面掏出两条肉干 递给白开心一条 打发等待的时间 生育力测试 周围的雄性 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他们想看 白开心注意到周围雄性的躁动 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 对苏颜道 苏姐不用担心 生育力高低都没关系 咱们凭的是天赋和傲义 嗯 苏颜点头 身为一个雄性 就是要满足雌性的所有需求 怎么能说贵呢 站在白开心前面的一个雄性 很是瞧不起白开心说的这个话 好吃 回头可以放在旅社里卖 说起来赚钱 白开心的眼睛都亮了 给老板省钱 还有错了 苏颜乐乐 说得好 不知道同学贵姓 天赋如何 我叫崔子毅 黄街木系天赋 还以为多高呢 和我也差不多 白开心撇撇嘴 黄街 风系 这时 马车上下来了一个头戴面纱 白色薄纱粉色云锦长裙的女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走了 苏颜打量了一眼她的衣服 然后再看看自己 就普通的粗衣不群 在东区是穷人家的雌性才穿的 可在西区 却是鼎鼎好的 单从衣服上来看 两区的差距 着实有点一天一地的感觉 她是谁啊 苏颜问崔子毅 瞧着她是个消息灵通的 崔子毅脸都激动红了 这位是报红混血贵子 孙班柔 那位组长的表妹 白开心补了一句 苏颜恍然 就是她呀 吃饭的时候来找裴璇 让她得了空带走小号 超上等的生育力 崔子毅又到 谁要是能得到她 孩子还不是想生多少生多少 苏颜嘴角轻抽了一下 没有再说什么 而白开心 暗暗地戳了戳崔子毅 瞎说什么呢 要是被听见 致你个冒犯雌性的流氓罪 还要不要入学了 对对对 是我口无遮拦 多谢白兄提醒 崔子毅盲眼口 压低声音 苏颜看着孙曼柔也不排队 静止先进了学院 醋梅 她怎么不排队呀 生育力测试 不用排队 崔子毅道 苏颜和白开心面面相去 随后白开心一脸尴尬 苏姐 我不知道 苏颜笑了 没事 你又不是雌性 怎么能知道这个 那我也先去测试生育力 区区就来 你帮我继续排着吧 嗯嗯 苏姐你先去 这边瞧着还要好久一会儿 好 苏颜从队伍里出来 进了学院的大门 刚进门 就被两名学院的护卫拦上了 苏颜客气道 我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 这是报名牌 今年雌性考生倒是多 已经来了六位贵慈了 加上你 护卫打量着苏颜的衣服 只是平民的衣服 贵慈两个字便又验了回去 先去测试生育力吧 今年的规定有变 不承认其他地方的生育力测试结果 声音也淡漠了些 好的 麻烦您再给指个路 苏颜玩耳 不在意他的态度 护卫一直不远处的二层小楼 里面就是 谢谢 苏颜朝着小楼去了 刚到楼前 就听里面传出一道质疑的交贺 不可能 我明明是超上等的生育力 怎么变成上等了 这声音有点耳熟 是那个孙万柔吧 孙桂茨 如果你怀疑 可以再去其他地方测试 但神兽学院 只认这个结果 你 曼柔 一道清零月耳的嗓音响起 辛苦老师 那我们先去报道处报道 好 公主殿下慢走 苏颜进门 看到两名都用面纱遮住脸的少女 从楼梯上下来 后面的那位是刚刚见过的孙万柔 前面是穿性黄色绣精致凤纹 飘逸长裙的少女 应该就是寿黄的小公主了 听白开心他们说 好像是叫紫乔 没多少人见过这位小公主的真容 但见过的都会为她倾倒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现在看身材 是微微圆润丰满的类型 按西区的标准 这样的身材非常适合生育 二人也看到了苏颜 见她容颜精致明媚 心生一丝忌惮 随后又发现她身形细瘦 一身粗衣不群 特别是裙板上还带着灰土 便没有再放在心上 穷人家的雌性 血统杂柔 生育力低下 根本就没有进入神兽学院的机会 至于天赋 低于黄街也不能进入学院 雌性有黄街天赋 差不多相当于天赋是天阶的雄性 料若陈兴 苏颜看着他们二人 从自己面前走过 特别是孙万柔 还鄙夷地瞥了她一眼 仿佛她是烟脏物 苏颜前抿了下唇角 朝楼梯走去 等出去后 紫乔儿对孙万柔道 刚才那个雌性是什么人 孙万柔道 不认识 也没听说过 可能是什么偏僻的山沟里出来的 乔奈身衣服 寒酸得很 那张脸很不错 紫乔儿抬头看看 二楼测试生育力的房间 没有公主殿下的好看 不对 她就不配和公主殿下比 孙万柔不屑嫌悟道 紫乔儿笑了出声 你这张嘴啊 走吧 公主殿下 你要选哪个系的 荣物哥哥是水系的 我要去水系 你呢 我 我当然是去雷系 我表哥是雷系的老师 但我听父皇说 你表哥带着儿子出去游历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啊 随着血滴在磁石上 磁石一点反应都没有 苏颜暗道 果然也是个哑炮 没有生育力 测试老师是个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士 很客气地对苏颜道 这种情况 还是头一次见到 是吧 在我老家 也是这个结果 苏颜回道 那你有什么天赋 测试老师问道 虽然磁性有天赋的很少 可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 她既然在自知 没有生育力的情况下 还敢来报名 自然是有所平衣 苏颜回道 这个 调动身体里的火源力 只见冒出一个十分明亮 又灼热的火球 测试老师渐渐睁大了眼睛 火戏 苏颜点头 嗯 天赋比较低 测试老师好半天没有说话 苏颜又喊了一声 老师 我姓宗 是土系的老师 你跟我来 宗老师立刻起身 苏颜只好跟上她 虽然裴全说过 只要是火系基本上保过 可是没有学院的真正录取肯定 她还是不放心 宗老师带着苏颜来了 测试天赋的大厅 大厅内也排着长长的队 少说有50人 苏颜看看一眼望不到 白开心的长队 按道 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呀 要不用用培悬的关系 正想着 便听宗老师对测试老师道 老黄 等一下 我这里有个学生 你先测试 苏颜一听 自己这是要插队呀 立刻积极上前 老师好 黄老师看看苏颜 是个雌性 问宗老师 怎么回事 你先测试一下 宗老师也不说为什么 黄老师虽然不喜欢这种 拖关系插队的行为 但总是同事 给个面子也不是不行 只此一次 后面好多呢 就这一个 宗老师让苏颜 坐到测试座位上 本来被插队的考生 有些不满 她可是从昨天 就开始在学院门口排队 好容易排到自己了 但是等看到插队的是个雌性 而且容貌极其漂亮 立刻红了耳朵 还有鼻腔 也振振热意上涌 不仅没有不满 还非常配合地 让出了位置 苏颜对被插了队的考生 先赔了礼 抱歉 我会加快速度 不会让你久等的 对方忙不迭摇头摆手 没 没 没关系 你慢慢来 苏颜婉媚一笑 才坐了下来 对方直接被迷呆了 连同后面几个雄性 也不住地吞咽口水 宗老师倾壳了一下 让那些雄性都收敛点 跟没见过雌性似的 当然 天资如此好的雌性 也确实少见 把手放在天赋接住上 释放自己的天赋 奥义原力 天赋接住会从最低到最高 分别是红绿蓝黄悬地天 好的 谢谢宗老师 苏颜说着 把手放在了测试天赋的接住上 慢慢释放火源力 红色的火苗 顺着天赋 接住上升 先是红接 不过很快红接就过去了 然后是绿接 绿接也过去了 随着天赋品接的升高 测试大厅内的考生 都看到了天赋接住上的火苗 先是震惊 落真可闻 很快又是喧哗 议论纷纷 天啊 是火系 这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上次学院有火系学员 是什么时候 过蓝街了 是黄街 黄街火系 谁啊 是谁啊 哪个大家族的子嗣 黄老师也惊呆了 一把拉住了宗老师 你从哪里找到的 什么叫我找到的 人家自己来测试的 宗老师看到火苗 到达黄街超上等的位置 停了下来 黄老师激动无比 今年的招生 直了 苏颜知道自己 这应该是通过测试了 松了口气 并把手从天赋接住上拿开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去报道吗 没错没错 我带你去报道 宗老师现在完全是亲自带人 黄老师眼热地看着 宗老师和苏颜 离开了测试大厅 对排队的考生道 看到没有 火系 谁要是火系 我也直接保送 没有一个考生坑气的 黄街 火系 没有生育力 宗老师笑道 你这是生错了性别吧 可能 苏颜有些羞懒地回道 宗老师看着她 满目期待 你这天赋傲义 若不是火系 还要再经过两关测试 还要再过两关 嗯 今年寿皇颁布了新规 雌性只要生育力在中上 便可录取 在你之前的六名雌性 一名超上等 三名上等 两名中上 都是录取了的 你因为天赋特殊 可走绿色通道 免了天赋测试的后两关 原来如此 那后面的两关是什么 一个是文士 学院会发一套资料书给考生 七天之内自学完 然后进行比试 其实就是摸底 只要不是太难看的分数 应该都会给过 重要的是另一个 实战 实战 所有天赋测试过关的考生 由学院的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 亲自带队送去天元寿林 完成测试任务 为期十天 那会不会有危险 有 宗老师的脸色变得很严肃 苏妍忽然有点庆幸 自己的天赋奥义了 可以避免参加实战任务 建议宿主参加实战考验 小美的声音突然响起 苏妍有种不好的预感 为什么 小美宿主需要尽快怀孕 而新生中有天赋 是天阶的雄性 不可错过 生命危险 没听到吗 生子系统对宿主的保护 是全方位的 任何危险 都有系统提前预判 并保护好宿主的安全 真的不能拒绝吗 祝宿主好运 苏妍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宗老师道 既然我是平天赋过的测试 那后面的两项测试 我也想继续参加 不想落人画饼 宗老师停下脚步 愕然 这可是保送 直接录取 嗯 我决定了 参加测试 苏妍回道 心里则想骂娘 她最不喜欢置身险境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宗老师看着她坚定的眼神 越发欣赏 苏妍恭敬地向宗老师鞠了一躬 辜负您的好意了 非常对不起 没有没有 你不用行如此大理 既然你要参加 接下来的两关测试 那我就把自己的得意门声 介绍给你 到时候 你只要跟着她 绝对能保障安全 宗老师的得意门声 嗯 她现在不在学院 不过等实战测试开始 她就回来了 谢谢宗老师 不客气 你这样的雌性 我也头一次遇见 很期待你的成长 学生惭愧 真心汗颜啊 她就是来学院找生子对象的 直到天色快黑 白开心垂头丧气地 从天赋测试大厅里出来 看到站在一棵树下 被不少雄性围观的苏妍 忙跑了过去 苏姐 怎么样 苏妍冲她打招呼 白开心低下头 对不起苏姐 我是黄阶最下等的天赋 入学最低天赋 是黄阶中上等 还是差了一点 苏妍走过去 拍了拍她的肩膀 道 未必不是好事呢 走吧 咱们回旅社 庆祝我进入了入学考验的第二关 第二关 白开心因为天赋不合格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 也就没必要通知她 她还不知道测试分成了三关的事 边走边说 两个人一起朝学院外走去 外面有等着拉活的马车 苏妍叫离辆马车上去 白开心满目担心地看着苏妍 苏姐 这太危险了 要不咱们不读神兽学院了 都到这一步了 怎么能放弃 而且宗老师也说了 她会把自己的得意门声介绍给我 可恨我的天赋太低了 白开心懊恼 没关系 正好旅社有你 我也放心 嗯 苏姐尽管全力应付测试 我会管好旅社的 其实你很适合做生意 我也喜欢赚钱的感觉 说实话 今天在学院外面排队时 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要离开 他们的天赋各个都很好 就是排在我前面的崔子义 也是黄阶超上等的天赋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 数有所不代 神有所不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所长 只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做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就可以了 没必要拿自己所短 和别人所长相比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比人气死人 苏姐说得对 我记下了 白开心的脸上露出 发自示然的灿烂笑容 苏妍看着她细长而媚的狐眼 还有尖削的下巴 其实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少年 晚上 白开心邀请旅社的客人 一起吃烤肉 庆祝苏妍过了神兽学院的 入学第一关天赋测试 开心得像是自己考过了一样 苏妍也喝了不少酒 最后被白开心扶着 回了房间里休息 听着白开心离开的关门声 苏妍最朦胧的眼睛渐渐清明 从床上起来 走到了窗前 推开窗 以着窗框 凝视空中的明月 诗词歌赋中 最容易引人思念故乡的 便是明月 仿佛她的光芒 能化作一座桥梁 令思乡人到达彼岸 苏妍克制住自己思乡的情绪 小美 我真的能再回到地球上吗 一个亿的积分 我怎么觉得自己赚不到 小美好一会儿才回到 只要宿主不动情 积极升级系统 必能回到地球 重生时 系统可谓宿主 选择想要重生的时间点 我想重生初二那一年 好好学习 好好参加中考 可以 小美 你有时候真的十分讨厌 公事公办到 让人感觉冷酷无情 如果有伤害到宿主 万分抱歉 别光说 来点实际的 能给盒烟布 可以 系统空间里 真就多了一条烟 苏妍诧异 没想到真给了 取出来一盒 用火源力点燃了一根 再深吸了一口 仿佛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嗯 有时候有些事 公事公办才更有效率 理解万岁 宿主请早些休息 为孕育子嗣 保养好身体 苏妍躺在床上 好一会儿才辗转睡着 隔了三天 她再次去了神兽学院 第一关的天赋测试 已全部测完 一共有4865名学员 报名参加考试 但第一关天赋合格的同学 只有2510人 差不多刷掉了一半 往年这些学员都会录取 今年因为入学规定改变 现在马上进入第二关实战测试 不定又要刷掉多少 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 像苏妍一样 也有提前知道考试具体内容的 知道这一关要进天元寿林 身上已经换了枯叶色 便于在寿林隐匿的衣服 还有鼓鼓囊囊的背包 里面装满物资 苏妍没怎么准备 她的系统空间里有生子大礼包 吃穿用堵都不缺 便是真缺了什么 找小美奂就是 宗老师找到了苏妍 带着她进了教学大楼 教员办公室内 有不少老师在 他们也都听说了 第一关测试出来了一个 极罕见的天赋 黄街奥义火系的雌性 好奇得不得了 可等看到本人 纤细瘦靴 五官极精致 哪像有天赋的 宗老师的宫位上 坐着一个 翘着二郎腿的少年男子 红色热烈的短发 银色耳环 脖子上也带着一条 很细的银色项链 趁着那张 棱角分明的脸 个性帅气 修长矫健的完美体魄 一身神兽学院 高年级的青色学生套装 有点像中山服 胸前的扣子没有扣 露出里面白色的礼衣 还有一截浅密色的性感颈窝 宿主 她的天赋是天接顶尖的 小美略带兴奋的声音 在苏妍的脑海里响起 苏妍明白她的意思 拿下她 小美非常赞同 很可以 我所教的学生理 天赋最高的得意门生 宗思理 苏妍 今年的新生 你们认识一下 宗老师笑咪咪地道 宗思理瞥了苏妍一眼 什么意思 让我带孩子 她是火系的 带不带 宗老师继续道 宗思理渐渐作证了 打量着苏妍 我看看 冒犯了 思理学长 苏妍抬手一个火球 朝她砸了过去 宗思理也是放了自己的奥义 木系藤球龙 把火球包住了 苏妍切断了自己 对那个火球的控制 任由她消失在藤球龙中 宗思理也收起了藤球龙 对宗老师道 我带 谢谢思理学长 苏妍礼貌地鞠了一躬 宗思理点了下头 从宫位里出来 走吧 谢谢宗老师 苏妍又向宗老师鞠躬感谢后 才跟着宗思理走了 宗老师看着两个离开 脸上露出可疑的姨母笑 黄老师端着一杯茶 走近她 啥意思 想撮合他们 也不是不行 宗老师道 我儿子天赋太高 已经触碰到了半灵境的边缘 只要一个契机 就能跨过去 炫耀啊 黄老师白她一眼 不是 你也知道 天赋越高 越难有子嗣 苏妍呢 虽然有天赋 还是很少见的火系奥义 但没有生育力 什么 黄老师惊诧 她的生育力已经如实上报学生档案 你没看吧 确实还没来几看 这几天的天赋测试快累垮了 对了 她出身是哪儿 刘花镇 一个挺天僻的小镇 和她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黄街的湖族 因为天赋刚好在合格线以下 就被拒了 天赋太低 在学院里也是被打压 天色阴沉了下来 仿佛随时会有一场急雨 宗司里回头看看苏妍 一头雪白的急腰长发 披散在身后 天生一双桃花魅眼 眼睫毛像是蝶翼 轻轻一颤 仿佛带着蛊惑的钩子 要勾了谁的活 没有她一只手大的精致小脸 雪白泛着粉韵一光 水灵灵的没有半点瑕疵 你多大了 不告诉你 而且贸然问女孩子的年龄 是很失礼的哟 要下雨了 去宿舍拿一把伞吧 宗司里看看天 而前面就是男生宿舍楼 苏妍点头 好 麻烦司里学长 给我一把红色的伞 知道了 随着声落 她的身影忽然消失 天接专属的瞬移呀 苏妍樱花一般漂亮的唇瓣 浅浅勾起一脚 小美 我若是拿下她 你的系统能升多少 用上增加胎儿天赋的金髓单 至少80% 她受体是什么 宿主生了孩子就知道了 告诉我有什么关系 迟早的事 宗司里回来了 手里拿着两把伞 一把黑色 一把红色 把红色的伞递给苏妍 以往新生在入学后 也会安排到寿林历练 今年只是提前了 倒是也没什么 不用太紧张 嗯 苏妍接过伞 打开 红色的底色 画着一些漂亮可爱的白色琳蓝 很好看的伞 宗司里面路易斯不自在 能挡雨就行 因为苏妍说要红伞 她现改了一下伞的底色 白色琳蓝 其实是真的琳蓝花印上去的 苏妍就那么撑着 就算没下雨 也完全不打算合伞 宗司里回头看了她一眼 红伞之下 她一脸俏皮的微笑 令本就漂亮和人的脸庞 更多了别样的魅力 眼神有一瞬的恍惚 但很快又转回头 要不要和我生个宝宝 苏妍突然对宗司里道 宗司里的身体 一瞬间僵硬 脚也不听使唤了 你 你说什么 我想和你生个孩子 这宗司里的脸都红了 我们 看着挺随性 没想到真单纯 估计是第一次遇上 她这么没脸没皮 打直线球的雌性吧 上来就要和她生崽子 你慢慢考虑 等第二关测试结束后 给我答复 或者 我更希望你用行动来回答 苏妍撑着伞往前走了 留下呆幕在地 久久都没回过神的宗司里 神兽学院内 有一个直达天元寿林的 大型传送阵 一次可以传送五百人 每个学员只需要出一枚 夏品金币即可 但最后会剩下十个人 而这十个人 就要分摊五百枚夏品金币 也就是 每人五十枚夏品金币 或五枚中品金币 如此大的价格差距 所有人都想要挤进 五百人传送队中 苏妍和宗司里来得晚了 没能进入五百人的传送队 被落在了十人队 这十人队中 有一个苏妍认识的人 荣悟 实在是她蓝色头发 太有存在感和吸睛了 她过去 主动和她打招呼 荣少 好久不见 荣悟抬眼看她 想起这是在大街上 说要给她生孩子的雌性 是你 是啊 我是今年神兽学院的考生 凭天赋进来的 雌性能有什么天赋 一个生育工具 卖肚子的 荣悟讥讽道 还未必能生出来 苏妍脸色微变 跟小美道 我要让她知道 知道工具的厉害 宿主尽请随意 小美满满的支持 苏妍火起 连宗司里都丢一边了 忽然伸手一把握住了 荣悟漂亮的肩下巴 拉近自己 一字字清晰道 我是平黄街火系天赋 正大光明 话还没说完 苏妍就觉得自己 另一只手被用力握住了 拖着她朝传送阵的方向走 传送阵要开了 宗司里的声音 明显有些不悦 苏妍骤然冷静下来 这是她的第一功课目标 私里学长 荣少她不尊重人 我想收拾收拾她 她脑子有病 你离她远一点 宗司里拽着她进了传送阵 脑子有病 苏妍看向荣悟 她也朝传送阵走来 低着头 看不到她的表情 天上的阴云 终于化成了雨 快速落下 宗司里把那把红伞 遮在苏妍的头上方 拿好了 哦 苏妍打着伞 继续瞅着荣悟 宗司里大不一脉 挡住了她的视线 我答应你 答应我什么 苏妍一时没反应过来 小美急了 生孩子 你赶紧把她搞定 她马上就要进入半灵境了 到时候就生不了了 苏妍顿时一个机灵 拉住了宗司里 好 咱们不去天原寿林了 宗司里只是对苏妍 一直盯着荣悟 感觉不爽 才脱口而出的话 那个 还是先完成测试 无非就是抓几个魔兽 我帮你便是 剩下的时间 那个宗司里连薄梗都红了 苏妍一双色眯眯眼 期待地瞅着她 那个什么 宗司里直接给管理传送阵的老师 丢了一枚上品金币 麻烦老师了 好 传送阵老师并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小动作 见人都到了传送阵内 便启动了 一阵熟悉的头昏眼花后 苏妍又回到了天原寿林 只等他们这十名考生的测试老师 见人到齐后 开始宣布第二关测试的任务内容 魔兽 是我们寿氏大陆 所有兽族 共同的敌人 他们来自寿氏大陆的另一面 黑暗大陆 黑暗大陆 无时无刻不想 吞并了寿氏大陆 魔兽吞噬兽人 得到兽神赐予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所以我们必须猎杀魔兽 以往 在高等级的魔兽都不能说人话 化人形 但是最近 兽灵里出现了 能幻化成人形的魔兽 他们狡诈冷血 毫无人性可言 能模仿我们说话 他们被称之为幻魔兽 辨别幻魔兽的方法 现在也有一些 第一种就是用金币 金币来自魔兽体内 一定程度上 他们可以引起共鸣 只要把原力输入金币内 若是周围有魔兽 或者是幻魔兽 他们就会震颤发光 如果手里恰好没有金币 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驱魔咒 测试老师把写有驱魔咒的信封 让高年级的学长们 一一交给考生 苏妍从宗司里的手中接过 装着驱魔咒的信封 直接打开了看 里面是一段话 有小美加持的语言天赋 很快她就把驱魔咒 小声地读了出来 正在给别的考生 发信封的宗司里听到了 惊诧地看向她 苏妍没有注意到宗司里的目光 意识里问小美 换魔兽 你能看出来吗 没问题 小美肯定回到 苏妍安心了 只要不在生子上和她相悖 其他倒是也好说话 驱魔咒发放完毕 测试老师开始教考生念驱魔咒 尖色拗口的发音 很多人念了十几遍 都念不顺 苏妍已经会了 但是她既然要和宗司里生孩子 那多少要先培养些默契 于是找到正在教别的考生 驱魔咒的宗司里 学长 我能跟你再学学吗 宗司里看着她 眼神有些复杂 沉默片刻后问道 你真不会 是啊 苏妍说谎 半点不露声色 宗司里接过她手里的驱魔咒信纸 又看了她一眼 开始一字一字地教了起来 苏妍凑近了她 一字字地学 但学着学着就念错了 宗司里又纠正 教到最后 宗司里都开始怀疑 自己之前听到她念驱魔咒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为期十天的狩猎幻魔咒测试开始了 只要是幻魔兽 无论是死后落下的金盒 还是捕捉到活兽 都算过了测试 如果没有找到幻魔兽 那猎杀十只魔兽也算过关 幻魔兽的金盒是灰色的 与普通魔兽的不同 所以一眼就能辨识出来 还有在测试期间 无论是幻魔兽的灰色金盒 还是普通魔兽的金币 都归个人所有 苏妍从空间里掏出来十枚金币 小声问宗司里 要不咱们不杀幻魔兽了 找个地方生宝宝去吧 按小美的说法 她要尽快怀上宗司里的孩子 否则等她踏入了半灵境 那就要换目标了 宗司里被她的性级震惊 你生事到发情期了 发情期 她有这东西吗 正常寿人都有发情期 宿主没有 小美给了答案 但既然她这么说了 那她就顺端向上爬 嗯嗯 我想要 你能给我吗 宗司里的脸 立刻红了个透 先 先完成测试任务 落荒而逃 苏妍叹了口气 看来不能太着急了 宿主 我这里有药 得 有比她更着急的 天元寿林很大 2500多名考生 或组成小队 或独行 很快就四散开了 本来也有不少人 想要和宗司里组队 结果都被她给婉拒了 她要带这届天赋考生理 唯一的慈性 如此艳福 也是羡煞了旁人 可宗司里多少有点煎熬 她实在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明显 她到了发情期 但这里是寿林 没有能压抑慈性发情期的药 更为糟糕的是 她竟然觉得 她身上的味道 十分香甜可口 该死的 她十有八九也被勾起了 一直一直的雄性繁殖欲 我饿了 苏妍一屁股坐在了 一颗空木桩子上 也渴了 给你 宗司里打开自己的一空间 从里面取出一个箱子 里面装着各种食物 有新鲜的水果 熟肉 烧饼 蔬菜等等 苏妍眨眨眼 你从哪拿出来的 我除了木系 还有空间奥数 前段时间无意中触发的 怎么了 苏妍明白了 为什么小美会这么着急 让她拿下宗司里了 这等修炼天赋 特别是空间奥数 绝对是十分珍惜罕见的 差不多也是 规则一类的天赋奥义了 如果她怀一个 空间天赋的孩子 加上系统内的无限资源 这孩子将来必然不简单 苏妍拿起一个 酸酸甜甜的果子 打开了系统地图 方圆百米之内 除了一些小动物 就只有他们两个 以及左前方 有一个十分隐蔽的山洞 小美把药给我 嗯嗯 她马上就要突破半灵镜了 宿主抓紧时间 苏妍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一粒白色的药片 丢进了一壶酒里 然后递给宗司里 你也喝一口吧 等我吃饱了 咱们就去找幻魔兽 好 宗司里见她的情绪 又平静下来了 暗松了口气 顺手接过酒壶 干杯 苏妍也取了一壶酒 然后一眼而尽 宗司里本不想喝 但看她都喝完了 无奈才拨开了酒壶的软木塞 连着喝了两大口 苏妍笑道 喝光了呀 我都喝光了 总不会酒量 还不如一个慈性吧 纯纯的激将法 宗司里一眼看穿 但仍继续喝光了 苏妍让她把吃的东西收起来 走吧 左前方好像有什么动静 宗司里自然是同意的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很快就看到了 那个隐蔽的山洞 进去看看 苏妍静止进入了山洞内 宗司里并没有嗅到魔兽的气息 那里面应该没什么 苏妍没有说话 她当然知道 这就是一个空洞 系统地图明明白白地标识着 里面除了有一些昆虫和乱食 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方圆百里内 也没有任何危险的东西 便是有 急着让她怀孕的小美 也会帮忙清理了 对于小美来说 升级系统是最重要的 宗司里见她进了洞里 也不说话 只能跟上 有什么异常吗 苏妍停下脚步 等她靠近自己后 忽然转身 伸手抱住了她的腰 好有韧度的腰啊 感觉又会是一次 很辛苦又很刺激的体验 宗司里在她抱住自己的那一刻 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就是发情期道了 怕她不同意帮她 所以一步步地诱惑 你 真的做好准备了 要和我 宗司里的声音 格外地低哑 又像是狂风暴雨前的宁静 苏妍的身体 预感到了什么 情不自禁地站立起来 应该不只是辛苦和刺激 说不定还很恐怖 但是由不得她喊停 开工没有回头剑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烫了 如果你不行的话 临死也要沾沾嘴上的便宜 但这便宜连一秒钟都不到 她柔软至极的唇 就被炙热的唇 攻成掠地 原本有不少乱石的地面 不知什么时候一扫而空 还铺上了柔软舒适的床垫 被入井坦 你会知道 我到底行不行 少年狼爱荒唐 一朝贪婚便难以收场 整整三天三夜 苏妍都没能从山洞里出来 苏妍也着实痛病快乐着 又不知该怎么破了这场欢局 小美则早就屏蔽了系统 在她没有结束这场欢事 确定怀孕前 绝对不会理她 某方面来说 小美还是挺有操守的 虽然 苏妍不确定 她会不会偷偷摸摸看 第五天的时候 宗司里还要在缠着苏妍继续时 不得不停下了 她 天父突然进阶 从天阶巅峰 跨过了那道 原本在她看来 需要十年八年才能过得去的瓶颈 进入半灵境 天地之间 瞬间变色 处处充满了灵光元气 而且这些灵元气 都迫不及待地往她的身体里钻 活跃得不得了 她打开身体内所有的穴道 盘腿闭目 一沉天服 疯狂吞纳着灵元气 苏妍虽然看不到灵元气 但是看她的状态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 趁着她忙着修炼 从系统商店内取了孕子丹 还有金髓丹 先后服下 真是少年人的经历 她这有经验的 都扛不住 要不是有回源丹 可能小命都要丢半条 但总算是顺利怀上孩子 外面天色渐黑 宗司里还在闭目修炼 苏妍打个哈欠 决定先睡一觉 临睡前 她看了演戏统地图 周围处了一些小动物 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而在她陷入沉睡后 宗司里缓缓收工 她的境界 稳定在了半灵境 以后 她不再是繁体瘦身 而是进化成了灵兽 其他的不说 光是寿命 就从天阶的最高兽数 150岁 变成了700岁 回身看看躺在被子里 沉沉睡着的苏妍 眼中有一些羞涩 但更多的是 她也说不清楚的暖胀愉悦 仿佛这一刻 她为她做什么 都可以 哪怕是去死 她都毫不畏惧 原来和欢 是这种感觉吗 难怪涛子他们会乐此不疲 便是她也把持不住 若不是她睡着了 很可能会再自私一回 苏妍被恶醒了 金水丹对胎儿的天赋很有帮助 但对母体也很不客气 特别是食欲上 营养不足 就催着母体去吃 什么都能吃 只要是有营养的 我饿了 正拿着扫帚 无聊打扫煽动的宗思理 听到她的话 立刻看过来 你说什么 我饿了 苏妍摸了摸鸡肠碌碌的肚子 你有什么天才地宝之类的吗 宗思理先把自己一空间里 所有能吃的取了出来 只是她平时都不怎么吃饭 所以东西加起来 也没多少 苏妍觉得根本就不够 你去打猎吧 顺便如果见到天才地宝了 帮我带回来 宗思理以为她不喜欢吃 想要吃新鲜的肉 立刻应道 好 我这就去 这个山洞 我在外面加了换阵 外面的人进不来 若是破阵 我也能第一时间赶到 你再休息会儿 还是你考虑周全 去吧 苏妍点点头 无比满意 然后拿起一块卤肉 开始吃 宗思理瞬移离开 等把宗思理留下的东西 都吃完了 苏妍还是饿 开始吃系统空间里的食物 很快 系统空间里的食物也吃光了 苏妍还是连一点点的饱腹感都没有 这金髓丹 真是要命啊 苏妍揉着饿的 发疼的肚子 直觉这一胎怀起来 也会很不轻松 可能比明临渊那一胎更难 正想着明临渊那一胎 忽然她觉得自己的系统空间内 多了一个东西 一只光秃眉毛 还被开膛破肚的小鸡仔 愣了好一会儿 苏妍才猛地反应过来 这是自己生的孩子 苏妍忙把小家伙 从系统空间内取出来 看着她凄惨的模样 怒火不可遏制的指标极限 谁 是谁敢伤害我的孩子 小美原本正在休眠 突然察觉到宿主的怒气直在飙升 忙启动程序 查看宿主的情况 是鬼车凤鸟 宿主的第五个子嗣 我知道 我就生了一只鸟 姓明明与真 姓别女 受提鬼车凤鸟 递接天赋奥义火系 准天接天赋奥义准规则黑暗 苏妍的手微微颤抖捧着手里 不知是死是活的凄惨小家伙 眼泪直掉 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 还活着吗 宿主之前为子嗣准备的替身符起作用了 她现在还活着 被开堂的原因 是天赋魂珠被夺 什么 苏妍的声音都有些尖利了 狮子之痛 令她失控 宿主 小美停顿了一会儿 才继续到 宿主可以用两岸积分 恢复子嗣被夺的天赋魂珠 我要恢复 苏妍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好的宿主 小美应道 苏妍便眼看着手中凄惨无比的女儿 被剖开的空洞胸膛里 多了一点温暖柔和的光点 慢慢地 那个光点开始分裂成无数个 最后包住了小小的身体 整个过程 需要一天的时间 苏妍心腾如脚地 把脸贴在女儿的身体上 久久没有动一下 明灵渊你既然养不好孩子 那就不用养了 最后 苏妍把女儿收回了系统空间 脸色冰冷地 犹如凝了寒霜 惊人心魄 我要知道是谁伤害的她 宿主稍等 没多久 小美把一段视频播放给苏妍 一个不设十分温馨精巧的房间 宽大舒适的奢华园床上 一只刚出生没多久 灰扑扑毛茸茸的幼鸟 在蜷缩着睡觉 忽然 幼鸟惊醒了 她看向门口 漆黑的眼睛里 呈满警惕 一个全身被灰色宽帽斗篷笼罩着的人 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漆黑短刀进来 身上散发着魔兽的气息 她一把抓住了幼鸟 粗嘎的声音响起 黑暗规则傲义 虽然不全 但跪在刚刚诞生 容易夺丝 幼鸟感受到了生命威胁 张口吐出了一个火球 焦急地叫着 火球打在了灰衣人的头上 烧去了一边冒烟 露出半张刺着密密麻麻青字的脸 苏妍喊道 暂停 放大 视频暂停 放大了灰衣人的脸 脸上的字像是什么咒语 苏妍道能翻译脸上的字吗 此为黑暗大陆的一种符文 颜料是用黑暗大陆万魔山的绘图 配上恶兽桃物之血制成 二者融合在脸上 可增强符文的魔力 宿主如果对服役类的法术有兴趣 系统这里有一本符录大拳 只要五个积分 卖 好的 已经放到宿主的空间 随时可以取用 这个人是黑暗大陆来的魔兽 他是魔兽和兽人的混血 按现在的说法 也叫换魔兽 难怪能画人形 说人话 继续播放视频 灰衣人诧意地盯着幼鸟 竟然还有火系天赋 明灵渊啊明灵渊 没想到你不仅有了子嗣 天赋还如此之高 可惜了 注定成为王女嫁衣 手起刀落 刮去了幼鸟的绒毛 再一刀剖开了他的胸膛 里面是一枚散发着 惊鸿光芒的闪耀珠子 灰衣人的眼中 爆发出贪婪血光 天赋魂珠 伸出犹如猛禽利爪的手 寸长锋利的黑甲 摘走了发光的珠子 苏妍看到这里 心疼的都要滴血了 我可怜的女儿 幼鸟最后发出一声 雷弱的凄厉哀明 失去了生命 灰衣人看着幼鸟的尸体 猙獰笑着 从袖子里掏出了 一个黑色的瓶子 一股邪恶的气息 自平身上溢出 灰衣人打开瓶塞 从里面倒出一滴浓黑液体 滴在幼鸟的尸身上 幼鸟的尸身 眨眼间化成了一小滩血水 灰衣人满是贪婪的目光 又欣赏了一会儿天赋魂珠 最后化成了一缕魔器消失 而在他离开后 幼鸟化成的血水 又变成了一张银白色的浮露 一缕风吹过 浮露化成了晶莹的清晨飘散 视频放完 苏妍久久难以平复 那个灰衣人是谁 我要他死 宿主 生子系统不可作为复仇工具 那他是谁 黑暗大陆 第三魔王左使魔 加烈 阿斯布德 巴尔鲁 能把我传送到他的身边吗 我要手刃了他 宿主已经怀上孩子 暂时不可进行跨大陆顺移 该死 苏妍气恨倒 我女儿的天赋魂珠 怎么办 能否取回 宿主已经花了积分 重新为子嗣复制了一枚天赋魂珠 原生的天赋魂珠 也可取回 届时两枚魂珠融合 黑暗规则浑然一体 完整无缺 宗司里回来了 看到苏妍脸色十分不好 还带着明显的愤怒 心里咯噔一声 苏妍 你怎么了 我想杀幻魔兽 既然暂时去不了黑暗大陆 手刃加烈 阿斯布德 巴尔鲁 那他就杀幻魔兽 杀光杀镜 把他引到这里来 宗司里以为 他在担心测试的事 我已经解决了 从一空间里 取出一枚灰色的金盒 和一大块 已经收拾干净的鹿肉 苏妍死死地盯着灰色金盒 直接撕了一条嫩肉 塞进了嘴巴里 用力咀嚼 西区都是这么吃肉的 直接吃生鲜肉 而且他怀孕后 也比较喜欢吃生鲜肉 但东区不一样 普遍都是吃熟食 所以 宗司里看到苏妍把还带着红血丝的肉 直接塞进嘴里 瞠目结舌 你 要不我给你烤一下 不用 这样就很好吃 瘦人的体质 生肉比熟肉更容易消化 小美也建议他多吃生鲜 宗司里眼看着他 白头鹿吃完 然后抹抹嘴角的血丝 还要 宗司里没想到他这么能吃 那个 我这就去打猎 很快 有天才地宝吗 有有 我遇到一株千年人参 两株九半连 苏妍让他放下 并催促他继续去打猎 宗司里有些不放心 苏妍这算是正常情况吗 要不回一趟学院 问问老宗头去 反正一来一回 用传送阵也快 还顺便能给他带些好吃的 说去就去 宗司里朝传送阵的方向走了 苏妍开始吃天才地宝 千年人参已经算是零身 被苏妍当萝卜一样 嚼巴嚼巴吃下了肚 那种无底洞的饥饿感 终于有了些许缓和 之后 又把酒半连吃了 酒半连很好吃 脆脆甜甜 清爽鲜美 还带着莲花的一人香味 吃完后 总算打了个宝格 很好 吃饱喝足 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小美 我出去杀坏魔兽 你得帮我 怎么说 我女儿也是你看着长大 出生的 不能就这样白白被出什么迫害 连个气都不敢出 宿主放心 安全方面 系统会绝对保障 好 那咱们出发 苏妍打开系统地图 出了山洞 离开的时候 她回头看了看山洞 结果只看到一片杂草 山洞被宗斯里用 幻阵完美的遮掩了 希望这一胎 能让小美直接升级 苏妍抬手摸了摸 现在还十分平坦的腹部 墨地 苏妍的眼神瞇了一下 她的地图里出现了一个人 正常兽人 出现在她的地图里 先是一个绿色的光点 随着她的意念 光点放大 变成具体的影像 而这人的光点是红色 放大后 却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兽人 小美这时对苏妍道 系统会主动为宿主标识化魔兽 红色的光点便是魔兽 绿色的为兽人 灵兽则是金色 谢谢你小美 苏妍是真心感谢 因为这些并不在生子服务的范围内 小美回到 宿主尽管放心 如果遇到致命危险 系统会优先转移宿主 好 苏妍现在满心都是复仇的怒火 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驱魔咒 同时打开了系统商店 搜索武器 只是每一样武器价格都非常贵 一把手枪需要1500积分 还有手雷一个也要50积分 更厉害的导弹也有 当然五位数的积分也很好看 忽然系统商店忽然上新特价武器 AK-12只要10积分配5000发子弹 还有一把堂刀3积分 苏妍眼睛一亮 好样的小美 不客气 小美回到 地球的黑暗时期十分混乱 元首便颁布了一条律令 高校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正式军训 真枪真刀的练习 苏妍在大学期间 虽然军训成绩一般 刀枪也都是会用的 所以 在拿到系统商店给的枪支散箭时 很快就拼装了起来 患魔兽 老娘不把你们扫干净了 难出心头恶气 砰砰砰 三声枪响 惊飞林中无数飞鸟 荣物正在寻找患魔兽 忽听剧烈炸响 犹如雷声一般 愣了下 便迅速顺身而去 苏妍看着地图中 已经死翘翘呈现黑色光点的患魔兽 收起了枪 迅速靠近 等到了镜前 发现患魔兽的尸身还在 而且流出的是铁锈色的血液 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那把锋利的糖刀 先是一刀斩掉了患魔兽的头 以防再出来一遍 然后再劈开他的胸膛 一枚灰色的金盒 在心脏的位置 用刀尖挑出灰色的金盒 小美 这东西有什么用吗 身上带着患魔兽的金盒 进入黑暗大陆 可避免被认出是兽人 流通到市面上 也可当钱花 那就多攒一些 苏妍收起灰色金盒 继续寻找患魔兽 不得不说系统地图 在狩猎患魔兽时 简直就是一个暴客存在 一个小时后 他已经杀了五只患魔兽 有的是用枪杀 有的是用糖刀 直接趁其不备 斩首 体内的血腥杀戮 被女儿的死 爆裂激活 他双目森黑无光 透着沙气 周身也都是冰冷的气息 荣雾站在一棵树旁 看到这模样的苏妍 沉默冷然 直到苏妍从她的身旁经过 甚至都没有理会她 才终于出声 你还是苏妍吗 我当然是 但你是不是荣雾 苏妍说完 就继续往前走了 荣雾低垂着头 好一会儿 突然笑了出声 那笑声中 带着浓浓的鸡巢 你被她看穿了 没有人回答她的话 她也没有再继续待在大树旁 而是朝苏妍来的方向走去 直到看到那被斩杀的幻魔兽时 她脸上露出了极其诡诀的笑容 这个雌性 我喜欢 苏妍在天元兽林里 四处猎杀幻魔兽 有时候遇到变成考生模样 和其他考生走在一起的幻魔兽 二话不说 上去直接斩首 吓得其他考生 活都快飘没了 等知道跟在自己身边的 竟然就是幻魔兽 又更惊恐了 测试老师 听说了考生里出现了一个精准杀魔的考生 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天赋高的 便过去准备褒奖一番 可等看到 是考生里唯一的珍惜此兴时 不由得傻眼 而且 她也不是用的天赋傲义 而是一把看起来极其锋利 燃血无痕的刀 老师 哪里还有患魔兽 苏妍的声音凛若冰霜 测试老师也愣了愣 才回到 你已经通过测试 可以回学院休息了 谢谢老师 但我还想杀患魔兽 这种人魔混血 就该杀绝 否则后患无穷 苏妍拖着糖刀 继续往天元兽林深处走去 测试老师被她的画 金柱 人魔混血 化魔兽 宗司里回来了 测试老师 立刻把苏妍的情况 跟她说了 她带来的人 自然是她负责 而且她的天赋实力 也是目前兽林里最高的 宗司里立刻去寻苏妍 而苏妍这时候 正站在一个散发着魔器的山洞前 手里的糖刀 已经换成了枪 系统地图显示 这个山洞一直向下百米处 有一道空间裂缝 魔兽们正在从这道裂缝里出来 小美 我想从那个裂缝 进入黑暗大陆 不能 这个裂缝 是单向存在 只能从黑暗大陆 进入兽氏大陆 秘形会进入空间漩涡 被瞬间撕成碎片 那有从兽氏大陆 进入黑暗大陆的空间裂缝吗 有 在哪 森羽兽林内 就有一个单向 进入黑暗大陆的大裂缝 等我生了孩子 宿主小心 有换魔兽出来了 杀进去 给枪换了一个满的弹甲 宿主很勇 想要活着 由不得你不薄 我从小是在最底层长大的 若非遇到那个人 他一点点拔去我的保护刺 你未必能绑上我 笔蒙巨兽 换魔兽喷出一口铁锈色的血 必将踏平兽 苏妍把灰色金盒戴在身上 散发出换魔兽气息 进入了山洞里 但子弹对他来说 就跟铜豆子蹦在尖石上 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又收起了枪 一只幻魔兽发现了他 并靠了过来 上头让杀了这群神兽学院的学生 一阵剧烈的扫射 把刚出山洞的魔兽杀了 最后 他来到了空间裂缝前 遇到落单的幻魔兽 他都是用糖刀 而三五成火的 直接用机枪扫射 不能说没有 我想终活一次 没有他的生命 再次抽出糖刀 目光一转 发现有个幻魔兽还活着 走了过去 蹲下来问道 这个马上要出来的鬼东西是什么 这里的幻魔兽越发多了 但有小美在 苏妍有恃无恐 一路上过关斩将 越杀越多 有的甚至都来不及取金盒 苏妍脸气屏息 从系统空间里 悄无声息地抽取糖刀 杀红了眼的苏妍 眼中一片煞气 后面的明显谨慎了许多 顺着山洞杀了一段后 地势开始向下 一道森寒光影闪过 幻魔兽的头 从脖子上掉了下来 苏妍迅速把他的金盒取出 收起了糖刀 继续往前走 两张多高的裂缝 正有一只巨大的青色魔兽 从里面挤出来 苏妍立刻用机枪扫射 刀光一闪 幻魔兽的脑袋 呈现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落在了不远处 所以 你想要重生地球 是不是也和他有关 外面 有 厉害的 苏妍说话一顿一顿的 伪装成才刚化形 胆怯未怕的幻魔兽 我去会会 幻魔兽说完就往前走 宿主准备瞬移 小美也确定了 苏妍不是这个笔蒙巨兽的对手 为了他和腹中子嗣的安全 还是决定先退 苏妍正要说话 发现系统地图里 多了一个绿色光点 并迅速靠近他这里 等看清来人 苏妍对小美道走吧 来人是宗司李 他已经进入了半灵境 还是空间奥义 这只笔蒙巨兽 正好给他练手 苏妍的身影迅速消失 等宗司李来到空间裂缝前 并没有找到杀幻魔兽的人 只有一只快要从裂缝内 出来的笔蒙巨兽 居然变得凝宿 笔蒙巨兽 这东西怎么出现了 小美把苏妍 直接传送到了旅社小楼 这里倒是够安全 苏妍有些无语 她其实还想继续杀幻魔兽 不过 天元兽林那边 明显有什么异变 危机难料 撤退也是 不过分暴露在危险中 明智地自保 宿主的互毒之心 系统十分理解 只是现在你已经成功怀上子嗣 胎儿的安全更为重要 嗯 之前我说有些冲动了 正好我也累了 休息一会儿 怀孕后 回员单就失效了 只有生了孩子后才能服用 所以靠心口的那股恶气 斩杀了不少幻魔兽的她 现在稍稍松懈下来 便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 直接躺在了床上睡觉 这一睡 就是一天一夜过去 等她醒过来 发现床边坐着一个人 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 宗司里 不是苏妍诧异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在这儿 寿林里出了点试 所有的考生都先送回来了 我在寿林里找不到你 就回了学院 拿到你的地址后 就直接过来了 宗司里给她倒了一杯水 苏妍摇摇头 我要喝奶 好 宗司里从一空间取了一壶奶 苏妍喝完 饥饿赶来袭 无奈地看着她 我想吃酒半莲 嗯 宗司里愣了下 然后从一空间内 又取出来四株颜色各异的酒半莲 她的口感脆甜 想来你喜欢 便在寿林里又寻力些 谢谢 苏妍接过酒半莲 一片一片地吃 见宗司里一直看着她 顿了顿 你也想吃吗 不不不 我不吃 只是这东西好像是大补之物 你吃这么多 真的没问题吗 正因为它是大补之物 我才需要吃 苏妍摸摸自己的肚子 我怀孕了 你得负责打神 宗司里傻眼了 我很确定 苏妍继续吃酒半莲 为了以后的天才地宝 她得告诉她 真 真的吗 她可是听老宗头说了 苏妍没有生育力 嗯 如果不是怀孕 我吃这么些天才地宝 不得不死了 苏妍连酒半莲的感情都不放过 对了 这东西的肝偶呢 是不是营养更丰盛 是 只是花的药性还算温和 肝偶就比较猛烈了 宗司里有些茫然若迷 老宗头说过 她因为一出生 天赋就是天阶 所以早就做好了 将来会报不了孙子的准备 不光是她 就连寿皇都没有自己的子嗣 除非是用自己的命和寿皇交换 但没有活够钱 没有哪个会这么做 现在 她也进入了半灵境 老宗头知道时 并没有多高兴 因为她天赋越高 她抱孙子的希望越渺茫 心里做好准备是一回事 真觉得是另一回事 给我去采根藕 苏妍摸摸肚子 我还没饱 只是没那么饿了 宗司里 恍恍惚惚地瞬移离开 最后扛着一个 湿答答的大袋子回来 里面是金黄色的 酒瓣连根藕 这东西 就连我都只能吃一口 你 你确定要吃吗 宗司里很怕她吃坏了肚子 苏妍十分确定 并把一只灰扑扑的小鸡仔 丢给她 我闺女蛮蛮 以后她叫你爹 趁宗司里去采酒半莲的根藕 她爸已经恢复了 天赋魂珠的鬼车凤鸟小闺女 从系统空间放了出来 名语真的大名 她没有改 只是给她起了个小名 叫蛮蛮 啾 小鸡仔十分上道 欢快地在她的手心里撒娇 天赋还不能口吐人言 不过她灵动的小眼睛 也没人会把她当普通的禽鸟 宗司里看着怀中的小鸡仔 眼中闪过一道明光 很快鹅角就冒出冷汗来 那个 炎炎 她是鬼车凤鸟 还是纯屑 准天阶的天赋 最重要的是 她是雌性 天阶级的雌性 简直闻所未闻 你 你从哪儿拐来的 什么叫我拐来的 我是她娘 我怀她一个月 亲生的 苏妍流着口水 绝了一截金黄色的藕 剑满满瞅着她 眼缠巴巴的 就掰下来一截 金黄脆嫩的藕烧给她 闺女尝尝 你爹亲手采的 宗司里觉得 自己的脑袋不太够实 原因就不说了 反正这闺女她要不着 现在抚养权归我 我肚子里这个 你如果不想要 我也能自己带 苏妍咔嚓咔嚓 咬了两大口藕结 满嘴藕丝 清香脆甜 苏妍看她吃着没问题 又绝了一截比较长的藕烧 她真的能生 来之前 她爹跟她说 苏妍没有生育力 不能生 不不不 我愿意当她爹 关键是她亲爹愿意吗 苏妍对还没回过神的宗司里道 当然 你也有拒绝的权利 我不会怪你的 真好吃 比鲜肉好吃多了 天阶级的雌性闺女 还有没出生的 她都全盘接受 无论怎样 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她也认头 哼 她现在没资格了 小美跟她说过了 这一胎依然是单胎 而且天赋现在还是混沌状态 让她多吃点 促进天赋发育 好 都是我的孩子 宗司里看着她 目光柔和且宽容 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娃 只要有娃 那在雄性里就是很有面的事 只是 像她这种天赋的 也就只能做个便宜爹了 满满吃的啾啾直叫 显然非常爱吃 深 什么意思 真有吗 鬼车凤鸟 报复心极强 受试大陆排名前三 至于她爹说的 没有生育力 可能是此时坏了吧 没测试出来 苏妍瞥了她一眼 便懒得理她了 那什么眼神 她生个孩子 虽然受负度不同 但绝对不会乱来 谁的就是谁的 除非对方失格了 不配当爹 等她醒了 不光说怀了她的孩子 还白送一个天阶级的凤鸟闺女 她不会被鬼车凤族追杀吧 就满满很快就吃完了欧烧 怎么可能 宗司里忙道 要要要 不管你怀的是谁的崽子 我都收 是你的 四天三夜 还对她爹对自己有点信心 我也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 难怪她见到自己 就直白地要和自己交为 满满吃饱后 她在宗司里的怀中睡着了 十分依赖的模样 我得回一趟学院 顺便帮你把第三关的笔试资料拿来 第二关 因为寿林里出了点试 测试中断 全员通过了 宗司里轻轻摸着满满的灰色胎绒毛 她这是刚出蛋壳没多久吧 我爹对秦祖比较了解 我想让他看看满满 教养他 需要注意什么 你爹 就是把你送到我跟前的老宗头 他说我爹 嗯 你们是父子啊 嗯 我很快就回来 你还想吃什么 不用了 这些酒瓣连的羹藕足够了 苏妍回道 那我是不是该正式地去拜访一下伯父 你想去的话 晚些我带你回去 行 苏妍摸摸肚子 有个当老师的爷爷 以后教育不成问题 宗司里 她应该会很喜欢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亲孙子 那家伙一天到晚地盼着 苏妍吃饱后 躺在床上睡了 对她来说 吃饱了睡 是最佳养胎方式 小美也无比赞同 宗司里给她盖好被子 又守着陪伴了一会儿 不下换阵 才带着满满离开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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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老师满目惆怅地 坐在院长办公室 院长子院是寿黄子祺的堂妹 因为生育力不高 只是中下等 所以娶了几个寿夫 也没孩子 她能当上院长 除了背景上的关系 还有她出众的管理能力 和对危机的敏锐洞察 以及处理能力 老宗 怎么一脸不快 可是小李惹你生气了 也只有他了 你说他就不能再等等 这么快进入半灵境 以后我宗家真就绝后了 他才二十岁 以后还六七百年好活呢 来日方长 未必不能有个一辞半雄 我现在就想抱孙子 他给我变一个出来 让我喊他爹都行 那你可以喊了 宗司李在门口礼貌地 敲了两下门 宗老师顿时瞪圆了眼 不孝子 你先给我变一个 宗司李把小蛮蛮 从口袋里掏出来 诺你孙女 宗老师醋眉 看着他手里睡着的小家伙 这什么 子愿忽然眯眸 看着他手里小鸡仔 凤鸟 还得是院长 一眼就认出来了 再猜猜是什么足的 宗司李走到子愿的办公桌前 把吃完藕烧睡着的小家伙 用帕子垫着放在了办公桌上 子愿摇头 我没有天赋 看不出来 但凤族幼鸟和宰鸡很像 有人看不出也正常 一旁的宗老师 一脸尴尬 亏他还对秦族有研究 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见过凤族幼鸟 子愿也是曾经和兽皇 一起参加过青鸾一族的 少族长满月燕 所以才对凤族幼鸟有些印象 你从哪弄来的 子愿问道 凤族幼鸟 若是被凤族的人发现 一个弄不好 不知道他的意思 只是 怎么说呢 他现在是我女儿了 两个人都傻眼了 他到底是什么凤族 宗老师催促 天阶以上的天赋 天眼已开 受人本体 一眼可看穿 子愿期待的眼神 瞅着小满满 是火凤族都不想招惹的一族 宗司里无奈道 难道是 子愿惊奇 死死盯着小满满 如果真是那一族 确实麻烦 老宗也想到了 鬼车凤族 是 宗司里也觉得 十分棘手 因为弄不好 让鬼车凤族的人知道 直接干账都有可能 等等 刚才你说 他现在是你女儿了 怎么个说法 老宗把问题 倒了回去 苏妍 宗司里看着他爹 满满是他生的 而他在寿林跟了我 他的女儿 自然也就是我的 你说谁生的 老宗滔滔耳朵 再说一遍 苏妍 宗司里回到 老宗听清了 可是又没听明白 他不是没有生育力 他自己也说 在家乡测生育力 此时没有反应 兴许他的体质 此时测不出 宗司里见满满睡得不安稳 便伸手要把满满捧起 满满将来的生育力 如果不出意外 也是顶家的生育力 再加上准天阶的天赋 或者在修炼修炼 进入真天阶 甚至是临近都有可能 宗司里想也不想地拒绝 恐怕不行 孩子是苏妍的 就是陛下要见 也要经过他的同意 他可以看出满满的天赋 兽皇只会比他看得更清楚 子愿拦住了他 等等 这孩子要报给陛下 由陛下定夺 凤族雌性极少见 可生育力几乎都是超上等 之所以天赋高的雄性 没有子嗣 有一个猜测就是 雌性没有天赋 即便有 也是红绿低阶 往往生育力又低 准天阶的雌性 对于没有子嗣的雄性 特别是天赋极高的 都是很大的诱惑 兽皇那家伙 毫无节操 不排除 他会打养成满满的主意 你确定是他生的 子愿也看过苏妍的资料 生育力没有就算了 还是一个蜀族的兽人 就算有皇杰天赋 也不可能入得了 顶级秦族鬼车凤鸟的亲眼 其实宗司里也不太确定 因为两个不同的种族 生的孩子 很难保证唇血 一个蜀族 一个凤族 确实有点不太可能 但苏妍说话的语气 十分笃定 而且满满对他的亲近 也是发自本能 我相信他 宗司里回道 子愿看向老宗 你说呢 老宗看着满满 我想再见见苏妍 可以 正好他也想拜访你 宗司里收起了满满 第三关的资料书给我一份 行 你跟我来吧 老宗和院长又寒暄两句 便带着宗司里出了办公室 子愿私存片刻 很快也起身离开 老宗把几本书交给宗司里 又送他离开教学大楼 父子俩走在比较偏僻的小路上 跟爹说实话 这只鬼车凤鸟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的都是实话 苏妍说这是他的女儿 想让我认了他 我也答应了 会带来学院 就是想让你看看 再问问养他要注意什么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凤鸟幼食 比较爱睡觉 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生肉 以及那种生长期 很长的珍品果子 喝清澈的山泉清水 只要他正常吃喝 就没问题 除此外 凤鸟成长期很长 百年方能成年 纯屑的 甚至可能要200到500年 苏妍把它交给你 或许也是出于 这方面的考虑 他是属足 最长寿命也就80左右 普遍60左右就开始死了 此行活的时间更短 50度不到 所以可能是怕养不到 满满长大 才把它交给你 60 50 寿命那么短暂吗 宗司里忽然觉得 心口一阵发堵 生老病死 也都是人之常情 活着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太多遗憾就好 老宗拍拍他的肩膀 你随时都能带他回家来 嗯 天元寿林的事 查得怎么样啊 那个进山洞杀幻魔兽的考生 真的是苏妍吗 当时 有考生亲眼看到 他用长刀砍杀幻魔兽 而山洞里 除了一种没见过的爆炸性暗器 就是相同的刀法 所以 排除所有的可能后 只能是他 本以为他即便有天赋 也是一个娇弱的雌性 没想到武力天赋也这么厉害 你想法问问他那个暗器的事 如果他不愿意说 我不会强迫 不用不用 千万别强迫 杀幻魔兽 终究是咱们雄性的事 哪能真让他一个雌性冲在前头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旅社 等一下 让我再看看鬼车凤族的幼鸟 这东西太招人稀罕了 真能做我孙女 苏妍觉得自己肚子里的这个胎儿 可能不喜欢学习 宗司里拿回来的资料书 他看两眼就犯困 然后打盹睡大觉 睡醒了 先啃会酒半年的跟偶 然后再看资料书 再睡 就这么陷在了十分规律的循环里 七天后 苏妍打着哈欠 准备去学院考试 看看这几天的闭关苦读效果如何 宗司里提议 要不还是找人替你考吧 这不作弊吗 学院能答应 苏妍摇摇头 还是我自己上考场 我怕你又睡着了 宗司里笑道 纠满满在一旁附和着 显然很赞同他爹说的话 宗司里顺顺他的绒毛 乖今天要不要再去见爷爷 他肯定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揪满满蹭蹭他的手指 自从老宗见过满满以后 有事没事就让他回学院 还得带着满满才行 苏妍轻轻摸摸自己的肚子 现在已经有一点凸起了 我这运向能看出来不 看不出来 宗司里满目期待得到 虽然这不是他亲生的 但他也会当亲生的抚养 哦 那就好 我也不想挺着个大肚子去考试 苏妍打了个哈欠 你们出去吧 我换身衣服 宗司里带着满满出了房间 正好看到白开心上楼来 手里拿着账本 宗司里道 给我吧 资料书都一看就要睡 再看账本 今天不用考试了 白开心知道 宗司里是苏妍的寿夫 两个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开 但两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特别是夜里 还会弄出点让人受性大发的动静 最近 他是能不来后院 都不来了 实在是 造得慌 行 白开心看着他肩膀上的满满 这个要不我给弄笼子养着 笼子 笼子 宗司里侧头看向满满 满满顿时怒了 张口一个火球 朝白开心飞去 白开心本以为他是普通的琴类幼鸟 没想到是琴人族的幼太 还是火系天赋 匆忙躲避 然后眼看着火球打在楼梯扶手上 直接烧化一片 那 这要是打在他的身上 现在他差不多已经回归兽神怀抱了 兽神呀 这什么怪物 白开心惊恐地看着满满 见他又要张嘴 转身就跑 宗司里 账本 白开心用风原力 包裹着账本丢给宗司里 一溜烟地跑没了 别调皮 宗司里点了一下满满的鹅黄嫩慧 满满立刻扑伦扑伦身上的毛 舒服地蹲握着 揪 宗司里打开账本 一页页翻看 苏妍换离席做工十分精致的瑞锦长裙 是宗司里送给他的 娇霞染金的水红色 绣着祥云花草纹 裙摆式荷叶款 十分漂亮 用金线缝合 浅蓝色软断内衬 贴身清凉舒服 原本这裙子 还有一条金丝坠玉的腰带 更显腰身线细 不过他现在有孩子 就不竖了 雪白色柔顺长发 用一根金香红金的簪子 挽成简单利索的缘迹 露出修长洁白的纤细预警 和整张绝美无瑕的华妹脸庞 随着门开 宗司里的眼睛 从账本挪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呆住了 苏妍威婉端庄一笑 怎么了 自己买的衣服不好看吗 宗司里的脸 书然就红了 没 你穿着很好看 哈哈 我腰带没束 美观上还是差了一点 不过情况不允许 也没办法 不用束 是我买的时候没考虑周全 挺好的 苏妍瞧着她 还是一身校服的样子 和自己这一身也不搭 要不你也换换 我不用了 今天要兼考 两千多名考生 老师们忙不过来 便让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兼考 我是其中一个 哦 苏妍从她肩膀上抓过满满 本来正在睡的小家伙 立马惊醒了 等看到是她娘亲后 又谄媚的啾啾啾叫唤 苏妍皱眉 这也听不懂啊 忽然 她想起了小号 本来也不会说话 但吃了预售单后 进阶到天街就会说了 等一下 我去取个东西 苏妍又回身进屋 小美 妈妈能用预售单吗 可以的宿主 建议再搭配上真火单 有利于提升她的火系傲益 真火单 那要多少积分 一积分 买 等苏妍从房间里再出来 就见满满陷入了沉睡中 但是在宗司里的眼里 满满这睡的着实惊人 因为她的天赋在变化 四要冲破了准天街 进入真天街 为她吃了点好东西 等她睡醒了 就能说话了 苏妍听她这几天啾啾啾地叫 着实有点头大 什么好东西 宗司里从她的手中 取过小家伙 目录担忧 我还能害她吗 走了 关于系统的事 苏妍不想跟任何人说 或许一些东西 在她的手里突兀出现 有些莫名其妙 没有来头似的 但她没有义务帮她们解惑 还有 女人吗 要神秘一些 才更有吸引力和魅力 苏妍在去神兽学院的路上 临时抱佛脚地 继续刷着资料书 宗司里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用看了 你过去就是走个过场 学院已经录取你了 嗯 苏妍诧异 我怎么不知道 我帮你办的入学手续 害苏妍顺手把资料书扔给她 早说啊 眼睛都看花了 万方旅设门口 白开心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眼看着苏妍上了马车 和宗司里一起去神兽学院 一旁的小贤子满目惊艳 苏妍太漂亮了 难怪雌性的衣服那么贵 确实是好看 不过换身衣裳 人却美了 不知道多少 白开心郑重其事道 从我见苏妍第一眼 就知道她美得沉鱼落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马屁算是拍到头了 苏妍坐在马车里 堪堪听到他们两个浮夸的赞美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 总觉得有时候欲言又止的 苏妍问宗司里 宗司里轻轻抚摸着手心里的小蛮蛮 小家伙睡得有些不安 嗯 山洞里的幻魔兽 是不是你杀的 这个问题早就想问了 但就怕问出来 她不高兴 谁想苏妍很痛快地点头 说我杀的 宗司里被她的痛快整问了下 才继续问道 那爆炸性的暗器是什么 枪 仅限我自己使用的武器 好 宗司里没有再继续问 直到 那头比萌兽我已经处理了 空间裂缝也修复完好 幻魔兽呢 有杀干净吗 恐怕没有 这东西能混迹在人群中 只要不流血 很难一眼 分辨它是魔还是人 而且 宗司里突然停住了话头 苏妍看着她 什么 宗司里道 像天元兽林里的空间裂缝 受视大陆多地出现 你的意思是 幻魔兽已经大面积入侵 受视大陆 嗯 宗司里的脸色格外凝重 苏妍对话魔兽的恨 并没有随着满满的天赋 浑珠恢复 而消减一心半点 甚至只要想到 视频里满满的遭遇 恨火便熊熊燃烧 还有满满 虽然她让小美帮满满 暂时遗忘了那段残酷经历 但并没有消失 记忆是不可取缔的 有时候还会惊眼 睡着睡着 就因为噩梦惊醒 每次看到 她心里的恨意就更深 她打开了系统地图 范围尽量地放大 在找换魔兽上 系统地图着实方便 墨地 她神色一灵 杀气控制不住的 字体内一出 宗司里惊讶地看着她 炎炎 苏妍从空间里 取出枪 推开了车厢后门 便看到一个手里提着包 身材微胖的商人 她左顾右看 仿佛在观察什么 苏妍瞄准了她的脑袋 随着一声枪响 商人的头炸开 铁锈色的血 喷涌冲天 宗司里还在为她手里 突然出现的枪震惊着 转眼就见她杀了一个幻魔兽 炎炎 幻魔兽 别想活着从我眼前离开 苏炎浑身杀气腾腾 宗司里虽然不知道 幻魔兽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能肯定的是 幻魔兽是她的仇敌 而且 她寻找幻魔兽 奇准无比 完全不担心会误杀了兽人 被枪杀的幻魔兽 引起了周围人的恐慌 但很快就有负责 黄豆安全的保卫军赶来 带走了幻魔兽的尸体 宗司里下了马车 对保卫军说了几句 然后便见保卫军 神色十分严肃地静离离开 苏炎稍稍冷静下来后 觉得自己有点冲动了 但杀幻魔兽 她绝不后悔 给你添麻烦了 苏炎对宗司里道 宗司里看着她 顿了顿回道 我跟他们说 那个幻魔兽是我杀的 以后如果我在你身边 无论什么事 你都可以跟我说 好 苏炎看着她 真是个好雄性啊 宗司里的脸疼得红了个透 若非时间地点不对 她肯定要做点什么 苏炎四对她心里的想法 了如指掌 勾魂魅眼轻挑 娇软的身体 主动投怀送抱 献献玉臂勾住了她的肩膀 在她清修的目光下 挺身猪唇寒上了 她带着银耳环的耳锤 舌尖灵巧拨动 似要摘下来 宗司里浑身僵硬 完全成了她的掌中物 神兽学院大门口 老宗焦急走来走去 有不少学生主动跟她打招呼 她都顾不上寒暄 紫苑带着侄女子乔 自马车上下来 紫苑不是爱好出风头炫耀的 马车也只是比普通的更宽大 外表朴素俭雅 老宗 在这站着干嘛 不是快要考试了吗 哦 我来接儿媳妇 她在我那个考场 她她不认识录 老宗笑呵呵道 然后左手抚胸 向他们二人行宫廷礼 这是在面对皇室成员的礼节 紫苑 苏炎的入学我都批了 还考什么试 我儿媳妇想考 她想凭自己的实力进学院 老宗十分得意道 紫苑笑道 就显白吧 小公主也要参加考试吗 老宗看向仍戴着面纱的紫乔 她超上等的生育力 可是让学院里的那些贵族雄性 很是躁动 紫苑回道 她不参加测试 只是来看看 还有马上要住的宿舍 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嗯 那你们赶紧进去吧 我在这里再等等他们 老宗的眼神又看向了 路上络绎不绝的马车 紫苔儿跟在紫苑身边 小声问道 思理哥哥有雌性了 紫苑回头又看看 老宗那期待又激动的模样 不禁羡慕 他和老宗差不多的岁数 他有个好儿子 而他什么都没有 嗯 他不光有儿媳妇了 还有了孙女 紫苔儿的眼神 闪过一抹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不是说思理哥哥 很难有子嗣吗 紫苑知道他在想什么 本来紫苔儿心里喜欢的人 是宗思理 可是宗思理因为天赋太高 给不了他子嗣 只能退而求天赋 是地阶的荣物 不是亲生的 即便不是亲生的 也让人着实羡慕嫉妒 直到马上要开考的前一刻 苏妍的马车 才到学院大门口 老宗已经快成望孙时了 没错 说是等儿媳妇 其实是为了满满 他可太喜欢这小家伙了 天天看都看不够 苏妍双甲染霞色 桃花美眸含水荧光 身上又换了一条 蓝粉色的裙长 出了车厢 宗思理也换了一身 比较随性的长服 显得更成熟几分 原本戴在耳锤上的银耳环 少了一个 他抱起苏妍 轻易跃下了马车 稳得没有半点震动 苏妍挣扎了一下 学院门口呢 赶紧放我下来 宗思理依然紧紧地抱着他 没有丝毫要松开的意思 并戏血暗祸道 你不是说腿软了 老宗笑眯眯地瞅着他们 没有半点等久了的不满 甚至乐见二人感情如胶似漆 直接抱进去 没事 老宗对宗思理道 饶是苏妍脸皮颇厚 听到这话 也不禁红地发烫 把脸直接埋在宗思理的怀中 眼不见为净地娇称道 都怪你 宗思理心满意足 嗯 我的错 之后 当真抱着苏妍进了学院 甚至还抱进了考场的座位上 算是当众宣布了主权 撒了一把酷死人的狗粮 苏妍是他宗思理的雌性 谁都不能打他的主意 而苏妍则恨不得逃离考场教室 这种被人当动物园的大熊猫围观的感觉 实在是太尴尬了 还好老宗带着考卷适时进来 缓解了这种窘况 这是第三关的测试 大家不用紧张 只要看过提前发的资料书 基本上都能过关 就算实在是不会也没关系 老师会负责打捞你们的 此话一出 满教室的人都笑了 苏妍也跟着笑了出声 老宗抬手 让大家保持安静 好了 最前排的来临考卷 向后传发 苏妍收到考卷后 取了一张 递给后面的考生 苏姐 你刚才被司理学长抱进来时 可太帅了 崔子毅小声对苏妍道 咦 是你呀 好巧 苏妍这才发现 坐在她后面的是 一起排队测试天赋的考生崔子毅 嗯嗯 白开心呢 她没考过第一关 现在在旅设 不许说话 老宗笑呵呵地提醒苏妍 苏妍顿时不好意思地吐了下舌头 然后又对崔子毅极快地说了一句 祝崔同学逢考必果 缠功折贵 谢谢苏姐 同住同住 崔子毅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所有考生都拿到考卷后 老宗宣布考试开始 之后便坐在了椅子上 开始打嘴小气 考生们多的是带了小抄的 开始奋笔记书 苏妍没有准备小抄 但她有系统小美 早前就已经让小美 把那些资料书都扫描过了 只是等她看清试卷上的题后 觉得大可不必作弊 都是选择题 写个12345就行 而且 多都是生活常识题 如鱼儿生活在什么地方 选项 一 水里 二 土里 三 风里 四 火里 五 锅里 非常轻松愉快地把题都做完了 苏妍第一个交了识卷 真不知道发那么多的资料书 纯粹是吓唬人的吗 整张考卷都没出两道 老宗笑呵呵点头 苏同学 非常优秀 苏妍着实汗言 这题如果考不了满分 那绝对是智商的耻辱 出了考场教室 外面艳阳天 威风和煦 着实是个好天气 苏妍同学 是吗 一个雍容高贵 又风云妩媚的女子 朝她走过来 脸上带着平易近人的微笑 苏妍并没有见过她 但宗司里说过 神兽学院的院长 是兽皇的妹妹 也是学院领导层 唯一的慈性 院长好 苏妍俯身一礼 你知道我 子愿有些诧异 苏妍道 学院里应该没有其他慈性 能有院长这般的气质和风姿 子愿笑着打量着她 真会说话 走吧 我带你去宿舍看看 苏妍四集 自己怀孕了的身子 院长 我能走毒吗 子愿诧异 走毒 苏妍点头 我有个旅社还要管理 子愿想了下 回到入学后的学生 都是住宿在学校的 如果实在想要走毒 也不是不行 嘴上说也不是不行 前意思就是 我还不想为你破例 苏妍明白了她的意思 要不这样吧 我隔个一天或者两天 回旅社看看 半住宿半走毒 怎样 子愿按道 难怪能拿捏了宗司礼 心思着实敏捷 好 那就单日在学院 双日允许走毒 谢谢院长 苏妍又俯身一礼 没什么 走吧 子愿走前 苏妍跟在她后面 以前神兽学院是没有慈性宿舍的 现在的慈性宿舍 是新盖的 和雄性宿舍中间隔着大操场 还有图书馆 大操场内 有不少体育设施 子愿带着苏妍随便看了看 便去了图书馆 图书馆里面 比操场还大 里面密密麻麻的书架 摆着各种书 关于天赋和傲益的有其多 子愿见她在书架间 走来走去 目光也格外有兴趣的样子 问道 喜欢这里 苏妍笑道 学习使人更有魅力 子愿微微一正 随后笑开 点了点头 说得非常好 院长谬赞 只是有感而发 宗司李是个非常爱学习的人 常常看到他拿着书看 且知识渊博 仿佛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 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小李是个天赋极好的孩子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可惜就是天赋太高了 反而让他能选择的东西 又极少 子愿叹了口气 苏妍明白 就是天赋太高 反而没有能配得她的雌性 你要对小李好一些 子愿说着 就朝图书馆外走去 苏妍勾唇笑了下 那要看是何种好了 她能给他子嗣 一个不够 再多要几个都行 其他的 她给不了 宿舍一共有七个房间 对应着七个雌性学员 苏妍是最后一个到宿舍的 所以没得挑选 只剩下一个光线不好 又小的卧室 子愿似乎有些不满 当即要叫人来重新修缮房间 院长 有人急急匆匆地过来 气喘吁吁道 出事了 子愿见对方是保卫科的人 脸色瞬间变得十分严肃 边走边说 等走了几步后 又停下脚步 对苏妍道 你先适应一下 宿舍我会找人重新安排 没关系院长 你先忙您的 苏妍俯身一礼 子愿点了下头 带人离开 苏妍又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宿舍 有些压抑的昏暗房间 只有简单的一张旧床 桌椅也都是旧的 甚至还带着一些陈年污渍 这是摆明有人要找茬 给她点颜色瞧瞧 是谁呢 苏妍看向宿舍门口 有脚步声传来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取了一把靠电软枕的孕妇仪 舒舒服服地坐下 摸摸有些饿的肚子 又取了一截酒半连的根偶 咔嚓咔嚓地嚼着 对周围的环境 半点不在意 在地球上时 她待在那个人的身边 什么样的上位修罗场没见过 在勾心斗角上 早就练得炉火纯青 脚步声越来越近 苏妍盘起了腿 愈发慵懒随意的姿态 来人是一个少女雌性 五官比较普通 穿一条粉白色的长裙 口气不善道 你就是苏妍 苏妍回道 在问别人的名字前 是不是出于礼教 先自我介绍一下 温一心抬高下巴 傲慢轻比的眼神看着苏妍 哼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你只要知道 我是司里哥哥的未婚妻就行了 以后你离司里哥哥远一些 否则 你的旅社别想再开下去 威胁完就转身要走 苏妍轻笑了一声 未婚妻 是你一厢情愿 自以为是的吧 宗司里可从没说过 她有未婚妻 而且跟我交尾的时候 她还是第一次 你 你 你 温一心的脸又红又白 最后急怒 你不知廉耻 她的爆发力极强 让人愈生愈死 恨不得把她所死在身上 苏妍继续出言 挑逗这个被人荡枪使的小丫头骗子 你知道她最敏感的地方吗 特别美妙 嗯 说到最后 苏妍还轻吟了一声 勾欲极了 温一心爆红着脸 梳弟嘴角一扁 哇 苏妍你欺负人 你欺负人 我要告诉司里哥哥 灯溃着跑了 苏妍咔嚓又吃了一口藕 出来吧 声落 好一会儿 才见一个脸色有些病态苍白的雌性 从门边转出 她有种林黛玉的若柳浮风之美 一双无辜纯净的小鹿眼眸 惹人怜惜 苏妍玩耳 这种月是看着柔弱的 未必真的柔弱 心机不知多深 下手毒辣得很 你好 我是苏妍 东方妍 刚才离开的是温一心 司里哥的亲表妹 东方妍进了宿舍门 先是打量了一圈宿舍 最后目光落在苏妍身上 特别是她那张极致完美的脸 你是用身体诱惑司里哥的吗 呵呵 看来我是进了宗司里的迷妹窝了 苏妍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 不排除身体 以色是人 滑落而衰 东方妍道 苏妍勾起一边唇角 绝美的脸 瞬间露出一抹 让人心尖 轻颤的邪气魅惑 而你 连是人的机会都 没有 东方妍的脸 瞬间煞白如指 我是上等生育力 听说你没有生育力 此时并不能决定一切 苏妍从孕妇椅上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走到窗边 打开窗户 一股清爽的风迎面吹来 东方妍看着她趴在窗台边 忽然那双犹如小鹿的眼睛 闪过一道极深的凝翼 慢慢走进苏妍 苏妍打开了系统地图 看着东方妍走进自己 尽力着一动不动 就在她走到自己身后方 伸手欲要推她时 不紧不慢 恰好往旁边移了一步 东方妍没想到 苏妍那么巧地避开 先是不可思议 随后眼看着自己扑了空 身体失衡地朝窗户下掉去 苏妍听到众物落响 还有一声交呼后 便没了动静 看着地图里 昏迷过去的东方妍 诞生道 庆幸我的窗下 有个草坪露台吧 不然你这把 就把自己小命完美了 言霸 脸色斗变 只见她的系统地图内 一道空间裂缝迅速打开 恰好 就在东方妍掉落的露台 空间裂缝内 出来一个幻魔兽 看到昏迷的东方妍后 先是了是她的鼻息 确定她还活着 便抓起了她 就要再回空间裂缝 不打声招呼 就要带人走吗 苏妍从窗户上一跃而下 幻魔兽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也没有生育力 苏妍诧异 你怎么看出来的 幻魔兽放下东方烟 双手忽然变成了两条藤刃 冲着苏妍杀去 苏妍从系统空间 抽出唐刀斩皮革挡 另一只手拿着枪 对幻魔兽进行扫射 幻魔兽的身体忽然硬化 挡住了子弹 苏妍心头一跳 反手又一刀 仍然没能伤到她 警告宿主 马上瞬移 苏妍知道这是遇到棘手的了 也不练战 一把抓起地上昏迷的东方烟 直接瞬移离开 而在她离开后 宗司李到了 她是听到苏妍的枪声 直接从考场瞬移过来的 等她到了 没有看到苏妍 只有幻魔兽 以及一道在渐渐闭合的空间裂缝 幻魔兽也看到宗司李 当即选择进入空间裂缝 退走 若是其他人过来 幻魔兽很可能 就通过空间裂缝跑了 但恰好碰上的是空间奥义宗司李 一道空间牢笼术 凝固了那道空间裂缝 困住了幻魔兽 在一个空间崩塌 幻魔兽被四分五裂 死得不能再死 紫苑也带人赶来了 看到幻魔兽已经被宗司李杀了 忙问道 什么情况 她从那道空间裂缝突然过来的 宗司李看着那道快要消失的空间裂缝 可要过去查一下 也好 你务必小心 紫苑叮嘱 宗司李点头 进入了空间裂缝 虽然她过来 没有看到苏妍 却并没有太担心 她知道苏妍身上有秘密 真正的实力 绝非只是天赋黄阶 她的底气 连她都看不出来 只是这里既然有一道 双向的空间裂缝 正好趁机去查一查 已决后患 苏妍顺移回了旅社 把东方烟丢给白开心 苏姐 你怎么带个雌星回来 考试怎么样 白开心问道 绝对满分 苏妍信心十足地笑道 白开心满目敬佩 还是苏姐 小贤子瞧着东方烟 苏姐 这不是东方府的贵词吗 你知道她 苏妍问小贤子 小贤子回道 以前在东方府干过活 见过这位贵词 身体弱得很 即便有上等生育力 也没有雄性求取或求坠 既然你认识 那就由你送回东方府 理由你就随便搪塞一个就行 苏妍只是不想 把她留给患魔兽 可不想沾上麻烦 小贤子和白开心 两个人一起去了东方府 把东方烟送回去 苏妍则在旅设大堂 整理账本 忽然觉得 系统空间里的满满醒了 这小家伙 消化御寿丹倒是快 从系统空间 把她放了出来 也就大半天没见 满满竟然长大了一圈 现在差不多 和一只鞍唇差不多 头顶上还冒出 一根金色的官毛 苏妍看着那根官毛 扑痴忍不住笑了出声 好呆啊 就满满先是叫了一声 然后奶声奶气地道 娘说什么 苏妍听她能口出人言了 知道御寿丹已经成功提升了她的天赋 没啥 娘很开心你能说话 苏妍捋了捋她头顶上的金色呆毛 满满轻轻地啄了一下苏妍的手指 娘 爹去哪了 你爹啊 苏妍想着她 开枪打幻魔兽时 宗司里必定能听到声音 以她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会赶到 再杀坏蛋 坏蛋是什么 就是幻魔兽 苏妍爱怜地捧起了满满 娘的心甘小宝贝 没有谁能欺负了你 而不付出代价甚至是惨痛的代价 那我弄丢了女儿 要付出什么 旅社门口站了不知多久的男人 沙哑出声 满含悲伤悔恨 苏妍捧着满满 亲了一下她的呆毛 乖宝 先回去睡会儿好不好 满满就叫了一声 想要扭头看看来人 结果被苏妍直接收进了系统空间里 苏妍拿起桌子上的登记册 客人住宿吗 住宿 明灵渊走到柜台前 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仿佛要看进她的心底里 你明明死了 怎么活过来的 还有这个女儿是怎么回事 可是你当时还怀了一胎 听说鼠足也有双子宫的雌性 一个子宫怀孕 另一个子宫存储雄精 你是不是双子宫 一早一晚怀了两个 一连串的问题 苏妍听到耳朵都炸了 抬起眼 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心肠 一袭黑衣的青年男子 她的状态着实算不上好 毛毛糙糙的银色长发 不知道多久没有打理过了 都起了乱节 胡子拉叉的脸 弧度冷峻的下汗 还有那双银色的眼瞳 虽然此时暗淡不少 却仍闪烁着别样的华丽尊贵 可想而知 若是全胜的姿态 应是世上少有的绝顶美色 再次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 她的唇边勾起一抹不达眼底的笑 便显得有些冷漠 也是凉意的冷 偏透出妩媚风流 曾和她夜夜寻欢的冥陵渊 被眼前的魅相迷惑 思绪全乱 不好意思 客满了 苏妍忽然收敛了所有的情绪 冷冰冰地合上了登记册 白开心乐呵呵地 带着不少东方府送的东西回来 东方烟到了东方府就醒来了 对于曾经发过什么 完全不记得 间隙性失忆了 东方府为了东方烟的名声 给了白开心不少封口费 白开心也乐地收下 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落魄的男人 似乎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白开心便客气地问道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小闲子也提了不少东西 看到男人忽然想起什么 你是来应聘打工的吧 白开心恍然 对对对 瞧我都忘了 昨儿贴了一张招工的告示 一早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你是来应聘的吗 明灵渊看着他们俩 再看看旅社 你们是 我是万方旅社的合伙人白开心 负责整个旅社的经营 前台和客房安排等 他叫小闲子 负责旅社的餐饮保洁 基本上也是什么都做 你会什么 做饭 明灵渊犹豫了下 回到 厨子 白开心和小闲子对视一眼 进而笑开 太好了 咱们旅社就缺个大掌勺 跟我来吧 白开心立刻带着明灵渊进了旅社 苏妍现在已经回了后院的小楼休息 怀孕的身体 总是很容易累 加上看到明灵渊 心情奇差 原本他以为再见到他 起码能心平气和地和他交谈 当个认识的陌生人 实际上 这个人还是影响到了他的情绪 曾经那样的亲密过 怎么可能真的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宿主出现一场感情波动 立刻启动清除感情缓存 小美发出不可抗拒的绝对指令 很快 苏妍的心绪就平静了下来 现在就是幻魔兽在跟前 恐怕都引不起什么波动 干得好 小美 苏妍怅然叹息 然后闭上眼睛 很快就睡着了 不消片刻 便进入了深度睡眠 一日早 苏妍起床梳洗 吃完最后一节酒半连根藕后 决定去天元寿林 自行找些天才地宝 如果宗司里在 他自然是让他去找吃的 现在他忙着幻魔兽的事 这点问题就自己解决吧 白开心端着吃的来了 苏姐 新来的厨子 做的饭非常不错 要不要尝尝 不用了 我今天要出去一趟 旅社就交给你了 好 放心吧苏姐 白开心端着吃的又走了 明临渊变换了一张普通的脸庞 连银色头发和眼瞳 也变成琥珀色的 看起来很不起眼 见白开心端着吃时又回来 心头一紧 怎么了 不好吃吗 不是不是 苏姐最近没啥胃口 她一会儿就出去了 应该是去学院 不用管她 白开心自己吃起来 边吃边赞不绝口道 真好吃 你这手艺哪儿学的 明临渊没有回答 墨地脸色一变 匆匆朝后院走去 啾啾 满满扑愣着毛茸茸的小翅膀 颤颤巍巍地飞在空中 苏妍满意地点点头 哎对对 就是这样 满满飞得非常棒 你是凤鸟 将来是要制霸领空的 绝对不能让外人侵犯 所以在飞行上 一定要尽早开始练 知道了娘 满满用尽吃奶的劲 扑愣着小翅膀 明临渊在远处瞧着 心疼不已 毛都没长全呢 就这么拼命飞 会受伤的 可又不敢靠近 怕她发现自己在赶出去 好了 今天就先练到这里 咱们该去学院了 娘 那人好像是 满满 看向明临渊的方向 什么人 苏妍跟着看过去 什么也没看到 满满歪了歪小脑袋 头上的呆毛 也跟着晃晃悠悠的 她走了 嗯 苏妍也没放在心上 兴许是旅社的住客 苏妍带着满满到了学院 用一枚灰色的金盒 换了一次 去天元寿林的传送阵 她前脚离开 后脚明临渊也到了 道明自己的身份 还有寿皇送给她的 大陆通行牌 得知了苏妍去的地方 根本不用传送阵 直接就顺移去了天元寿林 传送阵管理员 见她不用传送阵的走了 也不意外 这位鬼车凤族的继承人 前些日子 已经跨入了邻境 从学院到天元寿林 这点距离 对他们这个境界的人来说 就一个念头的是 苏妍带着满满 在天元寿林里 四处乱走 系统地图 也分辨不出天才地宝 只能靠肉眼找 早知道问问你爹 酒瓣连长在哪了 苏妍跟蹲在 她肩膀上的满满道 满满也想吃 嗯嗯 找酒瓣连 苏妍忽然停下了脚步 看着地图中 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确定是兽人 并非换魔兽后 苏妍朝她走了过去 明灵渊又换了一个模样 鬼车凤族的天赋之一 便是变换形态 除非是天赋比她高的 否则绝对看不出来 她的真身是什么 这次 她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兽人 在兽林里打猎 打扰一下 苏妍冲着她喊道 明灵渊立刻停下脚步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问 你知道酒瓣连吗 酒瓣连 你找她干什么 明灵渊自然知道 酒瓣连是什么 四季她在某种情况下 会非常需要天才地宝 目光朝她的腹部扫了一眼 这一看 不知是不是她疑心 感觉好像圆润了许多 与她纤细的腰身有些不搭 难道 苏妍回道 家里有人需要补养身体 你知道在哪儿吗 说完苏妍掏出了两枚下品金币 不白问 明灵渊没有接金币 回道 我可以带你过去 离这里有些远 没关系 我就是来找她的 如果能找到 再远也无妨 那跟我走吧 明灵渊确定了 她应该是又怀孕了 是她的吗 目光朝她肩膀上 蹲卧着的满满看去 和小珍珍长得是一模一样 满满也看着她 目录疑惑 父亲 你脸怎么又变了 苏妍听到满满的话 朝她看过去 明灵渊心下慌了 面上露出震惊之色 她 她怎么能说话 别撞了 苏妍毫不怀疑 满满对血缘至亲的直觉 而且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明灵渊愣住 好一会儿满含歉一道 妍妍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的是满满 有小美清理了那些 爱恨仇怨的感情 此刻的她 十分冷静 没有情感左右 只会权衡利弊 满满 明灵渊看下那只 依然好奇 瞅着她的小凤鸟 苏妍走进了她两步 明灵渊见她靠近自己 心跳忽然漏跳了一拍 满满就是明雨珍 明灵渊愣住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小珍珍和满满 苏妍点头 是 顿时 明灵渊看满满的眼神 变得愧疚懊悔 又有些庆幸 她怎么到你这里的 我自由我的法子 只是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把刚破壳的满满 独自留在房间 你可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我 当时突然进阶临静 明灵渊也十分恨自己 她宁肯自己永远都是天阶 也不想丢失女儿 苏妍有些意外 你也进入临静了 怎么回事 凡是和她有过关系的 都升阶了 不对 祖鲁就 想起祖鲁 心底有麻麻的顿痛闪过 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进阶 明灵渊挺拔的肩背 这一瞬间 松垮脆弱了许多 苏妍有些不忍 但还是告诉了她 你确实失去了她一次 严霸 拉住她的肩膀 凑近自己 点脚吻上了她的唇瓣 小美 把那段视频给她看 苏妍对小美道 与他人共享记忆 需要支付100积分 只要是和孩子 没直接关系的服务 价格都很贵呀 但这是她该知道的 嗯 明灵渊正要回应苏妍的主动 没想到接下来她的脑海里 出现了一幕幕 此生再难忘的记忆 那是她的小珍珍 记忆播放完后 明灵渊变了一个模样 褪去了伪装 银发奉冠 银谋威林 一身黑色银凤纹的场袍 反复的符纹 健硕挺拔的心掌身材 比苏妍高了将近两个头 加烈 阿斯不得 巴尔鲁 声音有种华丽雍贵质感 但是透出的情绪 却是恨不得把这个名字的主人 剥皮抽筋 遨游炼鼓 她应该是知道你进阶 趁机进入凤宫 夺了满满的天赋魂珠 对满满来说 这是她抹不去的痛苦经历 我会把满满的天赋魂珠拿回来 明灵渊低头 愧疚得无地自容 满满飞到了她的肩膀上 轻轻地啄她的头发 父亲不哭 苏妍听到满满的话 诧异地看着她 她哭了 明灵渊的身体里 忽然冒出一股灰黑色的雾气 但很快又收脸干净 她把满满从肩膀上取下来 递给苏妍 保护好她 我已经不配拥有她了 苏妍默然 明灵渊的目光落在她的肚子上 最后一个问题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苏妍沉默片刻 才道 我就一个子宫 不会存经 这个孩子是宗司里的 宗司里我知道她 瘦是大陆目前最年轻的灵静 她跟我的时候 还是天接 看来是跟你之后进阶的 我们妍妍 很忘夫啊 明灵渊看着苏妍 似乎要把她刻印进自己的骨子里 如果我回不来 就让满满继承鬼车凤族 你要做什么 苏妍皱紧了眉 别干傻事 满满也拍戴着肉乎乎的小翅膀 飞回到了明灵渊的肩膀上 父亲父亲 给我和娘找好吃的 小家伙比较实际 而且 自从服用过预售丹后 胃口就极好 吃东西比苏妍还要多 还要快 不然宗司里采了那么多酒瓣帘跟偶 也不会那么快就吃完 明灵渊捧着她 眼中全是温柔至极的爱意 爹会给你们找够足够的食物 苏妍看着她望满满石的目光 知道她对满满的爱 是无人能超越的 之前满满被害 她也是情有可原 进阶是无法自控的天机 稍赠几世 若错过了 很可能就再也进入不了 那扇登峰造极的大门 给满满报仇 拿回属于她的天赋魂珠 我把抚养全给你 明灵渊的身体陡然一颤 似乎听到什么难以置信的事 眼瞳都瞪圆了 你说什么 好话没有第二遍 苏妍从她手中夺过满满 朝前继续走 赶紧滚吧 说不定一会儿我又后悔了 女人可是最善变的 明灵渊看着她的背影 俊脸上露出了一丝 淡且深邃的笑容 好 身影渐渐消失 苏妍带着满满在天元寿林里 寻找天才地宝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娘俩 没有这个运气 反正就是找不到 最后满满饿的 都开始啃肉干喝奶粉了 苏妍也扒拉了几口 系统给的压缩饼干 靠咱俩是不行了 等等 苏妍抬手敲了下脑门 我可以买呀 为什么非要自己找 树叶有专攻 花钱让擅长找 天才地宝的人去找 不就是了 当即苏妍就要带着满满离开 明灵渊又出现了 她一手提着一条胡须很长 少说五十斤的大白鱼 一手提着九半连和九半连的根藕 以及一些她也不认识的花花草草 我去了一趟南北商会 他们从明天开始 会向万方旅社送灵财 你和孩子就不用出来冒险了 这可是想她前头了 哦 若是需要什么 也可以跟他们说 南北商会是我的 嗯 苏妍意外 然后看看肩膀上的满满 听到没有 你还是个富二代 富二代是什么 满满不懂就问 苏妍回道 就是你老子有钱 你坐享其成 妍妍 明灵渊忽然欺击苏妍 苏妍没有退开 抬眼看着她 嗯 我明灵渊抱住了她 先是试探着松松抱住 见她没有抗拒 才渐渐收紧 最后像是要把她 融入自己的身体里 苏妍放软身体 由着她用力抱紧自己 鼻息间也都是曾经 最熟悉的味道 和她在一起时的 点点滴滴回忆 弥漫在心间 有机会 可以再生一只鸟 苏妍念诺者 近乎自语道 本以为她会听不到 没想到她立刻放开了她 阴谋亮的吓人 真的吗 苏妍 这耳朵还挺灵 我说的是 如果有机会 苏妍想着 等生子系统升级后 少不了要生一批 灵阶的孩子们 有现成的雄性 她也懒得去找 提醒宿主 请尽快进食 维持胎儿天赋 进化所需的能量 小美的声音 犹如警铃响起 也把苏妍心里 刚刚升起的一丝 柔情打散 苏妍指着地上 还没收拾的鱼 这是什么 这是龙须白鱼 生吃熟食都非常不错 我这就给你们娘俩收拾好 明灵渊整个人 又如焕发了一样 身上的衣服 随心变换了一套 适合干活的青色便服 苏妍羡慕地看着她 你这衣服 是想换就换吗 鬼车凤足的变化术 等蛮蛮能化人后 她也会觉醒这个天赋 那还挺好的 闺女长大 不愁衣服穿了 苏妍看了眼蛮蛮 这小家伙 两眼放光地 盯着龙须白鱼 显然已经听不到 他们俩在说什么 赶紧吧 你闺女饿了 苏妍对明灵渊道 明灵渊点头 开始杀鱼 先取了一块 入口即化的嫩肉 给满满 然后又取了一块 有些嚼劲 更鲜口地给苏妍 母女俩 吃一口喂一口 一条大鱼最鲜美的肉 很快就被他们俩吃光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大鱼头 明灵渊几乎半点 不浪费地吃干净 对她来说 这也是她吃过的 最好吃的鱼头 苏妍吃饱了有点饭困 满满则直接躺在明灵渊的头顶上 两脚朝天地睡着 满满如此安心地睡觉 苏妍还是头一次见 心里那点对明灵渊的芥蒂 消失了 可能对于满满来说 明灵渊才是她最好的成长陪伴 我送你们回去 明灵渊道 苏妍点头 因为在她的怀里 怀孕的困乏 还有熟悉的体香 让她很快就睡着了 明灵渊把苏妍送回了旅社小楼 又陪伴了许久 从天亮到天黑 又从天黑到黎明前的黑暗 她一直坐在窗边 手里捧着满满 脑海里回想着苏妍给她看到的记忆 虽然不知道她怎么得到的那些记忆 仿佛她就在现场一样 但那绝对都是真的 轻轻拨开满满胸口处的毛 一道极细的疤 还留在上面 第三魔王 痴明杀 你怕是忘了 我有一半的血 来自黑暗大陆 她的身上遏制不住的 开始散发灰黑色的雾气 满满仿佛察觉到了危险 身体蜷缩了起来 明灵渊忙又收敛自己的气息 把满满小心翼翼地 放在苏妍的胸口上 爹会拿回你的东西 为你报仇 话落 她的身后方 出现了一道 容她近出的空间裂缝 里面飘出了灰黑色雾气 俨然和明灵渊刚才收敛起的一样 一如同源 黄都数一数二的 南北商会会长刘辉 一大早就带了几个箱子 来了万方旅社 白开心打着哈欠 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开门 准备打扫门口 白老板好 刘辉立刻拱手礼道 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笑容 白开心提着扫帚愣住了 你是 要住宿吗 不不不 我是南北商会的会长刘辉 特地来拜访白老板和苏老板 哦 你找苏姐呀 虽然白开心是旅社的合伙人 大家也都尊称一句白老板 但谁都知道 真正的老板只有一个 那就是苏妍 苏妍看着箱子里 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 有好几种 都是小美给的天才地宝资料里的 口水不禁泛滥 辛苦刘会长 这些要多少金币 不用不用 这些都是主子让我送来的 苏老板一个赤币都不用付 这些是咱们商会里现存的 以后会加大收购力度 每天都会送来 行 那就这样办吧 苏妍看看蹲在她肩膀上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的满满 应该够你家大小姐吃了 满满一听给她吃的 立刻飞扑了过去 张口叼了一只雪白如玉的蚕虫 嚼巴嚼巴吞进了肚子里 然后又叼了一只 这只直接胡伦吞了 刘辉目瞪口呆 那 那可是万年冰雪残 一枚上品金币一只 听着有点厉害呀 万年冰雪残 苏妍妍瞅着满满 很快就把一盒万年冰雪残吃完了 最后打个宝格 刘辉脸都白了 这 这 不会吃坏肚子吗 苏妍回道 没事 能吃就没问题 娘 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满满扑扔着小翅膀 有点小财迷 苏妍笑道 好 刘辉听着满满能口出人言 愈发震惊了 天 天街 嗯 这点上还真是一开口 就曝光了 苏妍让白开心把箱子都收起来 明林渊养自己的闺女 天经地义 刚才苏小姐说 这位是我家大小姐 嗯 她是明林渊的亲闺女 如假包换 天哪 刘辉顿时激动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给老组长写封信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请便 苏妍笑道 对了 有好东西记得送过来 花精必买也完全没问题 不不不 什么都不用花 苏老板肯收 我就妥了 刘辉立刻恭恭敬敬地向苏妍行了一礼 但人急急忙忙地走了 白开心有点莫名其妙 苏姐 刘辉长对你好客气呀 苏妍勾唇一笑 目光看向在箱子上跳来跳去的满满 她是刘辉长的小主子 能不客气吗 都搬去我那里吧 估计明天就吃得差不多了 白开心不懂天才地宝的用处 但是这东西真贵呀 满满忽然张嘴喷出一个火球 苏妍吓了一跳 因为满满土的火球和之前的不一样 内暗外明 绽放出了强烈的金光 而被她的火球击中的箱子 直接化成了灰烬 也不知里面原本装的是什么 反正现在除了一堆灰 啥也不是了 苏妍 白开心立刻想跑 这小祖宗的火又厉害了呀 娘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突然想吐个火球 小家伙挺自责的 只是这火球明显能要人命啊 苏妍看着那堆灰烬 先安抚满满 没事 不就是少吃一口 小闲子拿着一个册子过来 递给苏妍 苏姐 那个箱子里有个蛋 可能是三头犬的蛋 苏妍一愣 三头犬 犬族吗 三头犬不是兽人族 它是诞生的 成年后会长出三对翅膀 可以飞天 是一种比较少见 且珍贵的看门兽 三个头都是有天赋的 而且天赋都不同 啊 苏妍忙 看向那堆灰烬 这个火球可亏大了 忽然 灰烬动了 一个足球大小 烧焦了毛的三头小狗 从灰烬里跳了出来 汪 汪汪 汪汪汪 三个头 三个音 苏妍无语了 满满好奇地飞到三头犬的背上 闻了闻它的味道 有点烧烤的焦香味 苏妍更无语了 三头犬成了满满的座齐 没事就蹲在三头犬的背上 驱使着它 四处乱跑 苏妍看它们 一个愿意骑 一个愿意跑 也就懒得管了 宗司里回来了 本来就是少年人的气场身材 现在又瘦了一圈 倒是显得更成熟沉稳了些 它带了好吃的来 其中有一种像无花果的灵果 苏妍非常喜欢吃 你可是瘦了 补补 苏妍把灵果递给宗司里 宗司里接过 没有立刻吃 而是看着他 妍妍 我在黑暗大陆遇到一个人 你去黑暗大陆了 苏妍一直以为 她在杀幻魔兽 还有神兽学院 在第三关的文考后 一直没有开学通知 她也就待在了旅社阳台 没有去学院的宿舍 并不知道她不在学院 宗司里点头 去黑暗大陆调查了一下 兽室大陆 频繁出现空间裂缝的原因 查出什么了吗 苏妍边吃边问 宗司里看向她的腹部 黑暗大陆在抓兽 是大陆的雌性 特别是生育力好的雌性 苏妍忽然想起 那个要抓东方烟的幻魔兽 看到她后 便直接道出 她没有生育力 忙把这个事 跟宗司里说了 宗司里道 他们抓雌性 是为了繁衍幻魔兽 黑暗大陆 突然冒出来一个生子魔神 只要雌性和她交尾 就能怀上孩子 而且每一胎至少十个孩子 多得有一百多个 苏妍吃东西的动作停了下来 生子魔神 去黑暗大陆 小美的声音忽然想起 为什么 你不是不让我去 苏妍微微眯眸 生子魔神 本体是从生子系统 逃出去的病毒 需要杀毒 你只要去 我来杀毒 每个雌性在生完幻魔兽后 就会死亡 宗司里亲眼看到 一个巨大的坑里 里面全是生了孩子后 而死得受人此性 苏妍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现在运向已经出来了 而自己生完后 也会死 只是她的是假死 上次 就被冥林渊给后葬了 这次 她得提前跟宗司里说一声 那个 我如果生孩子后死了 宗司里的脸色 骤然煞白 不 那我宁肯不要孩子 苏妍抬手 表示先让自己说完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死了 你先别买我 等我自己活过来 我生了孩子后 应该有一个假死的时间 上次生满满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结果被冥林渊给葬了 冥林渊 我在黑暗大陆见到她了 宗司里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她 嗯 我知道她去了 给满满报仇 还有取回满满的天赋魂珠 我这次进黑暗大陆 同时遇到了两个魔王 幸亏她及时出现 我才有机会脱身 只是 宗司里不知道该不该和苏妍说 继续 苏妍看着她的表情 心里生出了一丝异样 她 是魔王 宗司里虽然很不想相信 可事实就是 冥林渊和黑暗大陆的第一魔王 第二魔王 相谈甚欢 感情甚堵 还称两个魔王做大哥 二哥 她是四弟 魔王 苏妍摇头 不可能 满满好着呢 基因不可能骗人 是很难以置信 但她身上散发的 确实是黑暗大陆的魔器 宿主尽快赶往黑暗大陆 否则将有更多的雌性 遭到病毒的迫害 小美催促苏妍 苏妍抬眼看看宗司里 如果她跟她说 要去黑暗大陆 她肯定不会同意 小美 去黑暗大陆 是你想去的吧 如果你动用系统的力量 不扣我的积分 我同意陪你走一遭 不行 病毒会察觉到我 隐匿逃跑 那怎么办 末地 苏妍心念电传 倒是有个法子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传闻 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玩笑 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 未必无音 什么传闻 关于明林渊的 是 有传 鬼车凤族的老族长 也就是明林渊的母亲 曾经到黑暗大陆游历 后来从那边回来 就找了一个白凤族 飞唇蟹的雄性成亲 两个人成亲后没多久 老族长就怀孕了 白凤族的雄性 好淫乐 不安于事 和其他秦族的子性 有了私生子 老族长倒也没有为难 就让他离开了 百年后 老族长生了明林渊 隐世不出 族内一切事物 都交给几个长老打理 直到明林渊成年 带族长之位 明林渊无意中暴露了 自己除了木系之外的一个傲义 吞噬 吞噬 那不是魔兽 苏妍脸色大变 对就是这个 让人开始怀疑 老族长当时怀的不是白凤族子嗣 而是黑暗大陆 高等魔族的 但老族长矢口否认 而且明林渊又身怀鬼车凤族 纯血独有的变形术 所以这个传闻又不攻自破 苏妍想起了满满 她的天赋傲义 除了火 还有一个准规则黑暗 既然是传闻 就听听算了 我闺女好的很 可见她没什么问题 苏妍没了胃口 就把剩下的半枚果子 喂给了宗司礼 别浪费 宗司礼张口吃下 唇瓣难免碰到了苏妍的手指 苏妍心尖微颤 下一瞬又把手指 往她的唇齿间叹了叹 夜色沉沉 苏妍困乏得很 和宗司礼放纵了几次后 已经手软力乏 动也不想动 赶紧前往黑暗大陆 并且保证 会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特别是胎儿的安危 苏妍这才答应走一趟 宗司礼已经回了学院 这次黑暗大陆之行 得到了那边不少信息 少不了要忙一段时间 苏妍让她暂时不用来找她 先解决黑暗大陆的事 实际上 她也要去一趟黑暗大陆 她来找 也是跑空趟 把睡得不太安稳地满满 收进了系统空间 又换了一身 特别显腰身 大肚子的浅色孕妇裙子 小美这一趟差事 有奖励簿 除了积分 宿主想要什么 我就想要积分 抱歉宿主 你可以看看系统商店里的东西 随便挑选一件 十件 最多两件 九件 两件 八件 两件 三件 不能再少了 否则我不干了 三件 小美硬了 等我空了 再挑选挑选 宿主随时可以选 苏妍离开了旅舍 走在大街上 她打开系统地图 查看系统地图里出现的人 走了没多远 地图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光点 离得很近 就在前面的巷子里 而且那个红点的旁边 还有一道空间裂缝 苏妍挺着大肚子 快速地走了过去 她所想的法子 就是找一个 那天想要截略东方烟的幻魔兽 让幻魔兽 把她带到黑暗大陆 甚至是系统病毒那里 这个法子 既省时省力 又很快能找到系统病毒 苏妍挺着大肚子 拐进了巷子里 一个目光呆滞 肢体也有些僵硬的男人 朝苏妍看过来 等看到她后 先是疑惑 后看到苏妍的大肚子 呆滞的眼睛 突然没有了眼白 变成了一片漆黑 她非一样冲着苏妍而来 苏妍吓得转身就跑 这可不是装的 而是真的有被吓到 幻魔兽的速度更快 苏妍没跑几步 就被抓住了 并一手刀砍在她的颈动脉上 差点把苏妍给砍死了 幸而有小美保护 幻魔兽抱着苏妍 进了空间裂缝 苏妍对小美道 这个主意怎么样 宿主非常聪明 不愧是本系统选中的人 不忘夸一夸自己 苏妍笑了起来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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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时大陆和黑暗大陆 就像一个阳间 一个阴间 阳间有光 也有黑暗 光万物繁衍 暗万物生长 而阴间也有光 有黑暗 光万物死亡 暗万物坠灭 黑暗大陆没有活物 魔兽是从死亡里诞生的命令 他们吞噬兽士大陆的一切 想要变成阳间的光和暗 所以从没有一刻 黑暗大陆不想着侵占兽士大陆 战争从没有一分一秒停歇 苏妍被患魔兽头朝下的 扛在肩膀上 大肚子正好被压着 这下真的是多亏小美在了 不然她非得把孩子压没了不可 黑暗大陆的空气 让她头晕想吐 呼吸不畅 宿主可以吃一枚解毒丹 万毒不侵 早说啊 这个可不能算我积分 好的 免费送给宿主 这还差不多 苏妍吃下解毒丹 终于轻松了下来 能好好地观察一下周围的境况 谢谢宝贝们的支持 抱住挨个么么么大 今日营业猛宠胎宝 妈妈和小美阿姨 要带我一起去黑暗大陆冒险 好开心 好激动 小美 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苏妍 灰蒙蒙的天 空气中有一股闻之有的腐烂味道 苏妍身怀有韵 对气味更是敏感 当即就干呕了起来 这什么味儿 小美回到 黑暗大陆 本是荒谷诸神粉种之一 这里的天地充满了死亡气息 任何活物最终都留不下来 这是死亡的味道 幻魔兽把苏妍放了下来 然后直挺挺地站着 苏妍这才注意到 她在排队 而她们的前面 已经有不少幻魔兽 她们身旁都有一个雌性 目光呆滞 似失去了魂魄一样 当即 她也模仿出那种状态来 幻魔兽看了她的肚子一眼 眼中全是黑色 再看看排在前面的雌性 全黑变成了半黑半白 苏妍明白了 她们的眼睛应是有类似雌食的作用 可以一眼看出雌性有没有生育力 忽然 苏妍目光一凝 看着前面隔了两个的雌性 那不是裴玄的表妹 好像是叫孙班柔 她也被抓来了 她记得 她是上等生育力 出来 有个幻魔兽走过来 指着孙班柔 孙班柔乖乖地被其带走了 苏妍想要跟过去瞧瞧 但司机自己的目的是来杀毒的 只要把那个系统病毒杀了 他们应该也就得救了吧 稳住心神 跟着雌性队伍往前走 孙班柔被幻魔兽 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宫殿建筑内 里面有一群舞鸡在跳舞 还有乐师弹奏 受试的美味食物 穷酿甘露 香气四溢 不少魔兽守卫 都向往地朝殿内关桥 深深地吸着里面飘出来的香味 孙班柔原本亦是混沌 渐渐地苏醒地过来 看着周围的一切 恍惚间以为来到了寿皇宫殿 但是 等看清周围高座上的人后 有魔兽 有人形幻魔兽 还有一些完全和寿人 没有任何区别的高等魔族 顿时一声尖叫 就要朝宫殿外跑 那些跳舞的舞机还有乐师 也被他的叫声吓得 停下了表演 惶恐地跪在了地上 冲着最上手正在闭目休息的 雄性魔人求饶 雄性魔人慢慢睁开 眉梢鞋飞的邪魅长眸 银筒闪烁着赤红鬼光 看向被患魔兽拦住的孙班柔 孙班柔还在大呼小叫 我哥是裴玄 金金黑豹族的组长 你们敢动我 就等着被灭吧 裴玄的妹妹 雄性魔人出声了 声音格外低沉慵懒 孙班柔听着这声音一愣 然后回头 朝高台上手仰望 轰 指一眼 他便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炸开 热流上涌 喉咙干燥 不自觉地吞咽了两下口水 黑暗大陆的魔族 不都丑陋不堪吗 为什么他长得如此俊美 犹如神之 你是谁 你知道我哥 明灵渊看着孙班柔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继续问道 你认识一个叫苏妍的雌性吗 他 一个老瓜窝里出来的剑词 没有任何声誉力 说起苏妍 孙班柔就咬牙切齿的 凭什么一个阴沟里来的杂种属足 能和他们这些生育力 优秀的贵词住在一个宿舍里 竟然还被神兽学院 最优秀的天才雄性宗司里瞧上 甚至还 交尾了 简直就是对他们这些贵词的 挑衅和羞辱 没有任何声誉力 明灵渊从手座上起身 凤文悬袍在他的身上 流光溢彩 华丽的宫殿 此刻也黯然失色 他走进孙班柔 你是什么声誉力 超上等 孙班柔无比自豪道 顿时周围的魔兽都骚动了起来 至少能升五十个吧 上个超上等的生育力 可是升了一百零九个 他虽然瞧着没有那么强壮 八十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赌八十 那我就赌九十五个吧 我赌一百零三个 体格不行 我猜四十 六个好了 有人把这些数字都记下 孙班柔不知道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只是觉得很不安 便朝明灵渊凑近了一些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我爹娘会给你很多赏金的 结结结结 一阵阴侧侧的怪笑声响起 老四 你这身皮还真是好骗 这个兽人小雌性 都喜欢上你了 呵呵 二哥换身皮 会更招雌性们喜欢 明灵渊看向侧殿 三丈多高的大门 一个长着牛角 面目猙獰 身高少说 两丈的巨大魔兽 踩着轰隆隆的脚步 进了宴会大殿 所有人都匍匐在地 明灵渊也俯兄一礼 大哥 巨大魔兽是第一魔王奥塔斯杀 黑暗大陆第一强者 但不会说话 孙玛柔看着奥塔斯杀 当即腿一软 倒坐在了地上 你们是一伙的 巨大魔兽后 又转出一个长得 像猴子的魔人 细皮笑脸道 你是生子魔神大人 珍贵的生子母兽 我们请你来 只是玩个游戏 猜猜你能为魔神大人 生多少个孩子 上一个我猜输了 输给老四一件宝贝 这次我一定要赢回来 你自己说 你能为魔神大人 生多少个 不 我不要 绝对不要 救救我 救救我好不好 孙玛柔一把抓住了 明灵渊的衣柏 跪在地上卑微祈求 我可以给你生孩子 救救我 你说错了一句话 明灵渊冷酷地低腻着他 还有 我的孩子 你不配生 把衣柏从他的手中抽出 带去给生子魔神 方才带着孙玛柔过来的 幻魔兽 走过来 一把把他扛在了肩上 孙玛柔奋力挣扎 但他是娇弱的雌性 拼尽了全力 也没能让幻魔兽松开半点 放开我 你们这群恶魔 你们迟早都会灰飞烟灭 不得好死 我祈愿受神诅咒你们 段子绝孙 孙玛柔的声音 戛然消失在殿外 猴子魔兽 是黑暗大陆的第二魔王霍尔克沙 细血促侠地对明灵渊道 老四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他 当暖床雌奴 二哥说笑了 明灵渊对一旁猴力的魔人道 伏柏 给大哥二哥被做 是 主子 伏柏退下 很快 大殿里又多了两席 和明灵渊平起平坐 都在高台之上 苏妍看到孙玛柔回来了 依然是内服湿了魂魄的戴傻表情 只是脸上有明显的泪痕 她猝眉问小美病毒在哪 不能让她生出低防 知道我的存在 先慢慢排队 小美不建议苏妍极尽 苏妍回到 那前面的雌性不得都遭殃了 她想放开地图 也被小美制止 损失在所难免 小美不为所动 苏妍叹了口气 病毒是怎么产生的 上次更新的时候 系统发现了他们 一直潜藏在系统里 其他的都已经杀死了 这个是变异的 逃出了系统 没想到来了黑暗大陆 我说呢 更新了那么久 苏妍忽然想起 自己生满满的时候 倾慕袁寿林的魔兽 疯狂地闯进了部落 冲着她而来 自己那时候 生下满满后 就假死过去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 并不太清楚 或许名林渊知道 但是宗司里说 她是魔王 现在系统病毒 又在黑暗大陆 开始猖獗 两者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 明林渊把病毒 带到的黑暗大陆 明林渊是魔人 还是兽人 苏妍问小美 小美 你生的是什么 纯血凤鸟啊 苏妍回道 那她怎么又是魔王 宿主可以问一问 她本人 小美回道 苏妍 原来也有 你不知道的事啊 是的 小美很痛快地承认 系统越进化 能力越强大 变相催生吗 孩子不再多 而在于天赋 只有天赋 才能促进系统进化 哦 那我肚子里这个 天赋怎么样 能不能让你进化 不生下来 谁都不知道 那她是男是女 总清楚吧 男女都一样 苏妍一边和小美聊天 一边跟着队伍往前走 这些人为什么都表情呆滞 黑暗大陆的死期有毒 能让活物陷入僵死中 确实有点像僵尸 这么多磁性 黑暗大陆 这是要把兽氏大陆 给搞绝种了呀 所以要赶紧把生子病毒杀了 否则等这些磁性 繁衍出更多的幻魔兽 入侵兽氏大陆 吞噬万千生灵 那兽氏大陆 可能就只剩下毁灭 怎么可能 兽氏大陆上 不也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兽人 和魔族相比 还是差了许多 可是魔兽 在兽灵中从未消失过 甚至体内的金河 都是世面流通的货币 小美沉默一会儿 才对苏延道 魔兽的数量 是兽人的千倍 黑暗大陆负荷不了这些魔兽 需要减负 便把魔兽放逐到会 随即出现空间裂缝的十大兽灵 西区曾经和东区一样强大 因为魔兽太多 甚至出现了高等魔族 最后西区被魔兽灭区 就在东区也要遭到厄运时 东区觉醒了几个天赋神级的规则兽人 他们进入黑暗大陆 大量削减魔兽 甚至定下规则 只有绿阶以下的低级魔兽 才能进入兽士大陆 且只能在兽灵中活动 如此 也是用低级魔兽 来锻炼兽士大陆的兽人 不过现在因为生子病毒 又有了新的变化 所以如果想让一切回到正轨 首要就是杀了生子病毒 明白了 苏延心里生起一团火焰 那是即将展开战斗 必胜的信念 小美 苏主只要把我带到生子病毒前 自由我来解决 这是我的责任 啊 不用我做什么呀 不用他出力 自然是好的 他怀孕了 不需要 负责最后筛查的患魔兽 直接判定了苏延不合格 苏延 那个带他来的患魔兽 当即和对方打了起来 他有生育力 有生育力 可他已经怀孕 魔神大人不需要怀孕的雌性 立刻把他杀了 他有生育力 带苏延的患魔兽很是固执 就要把苏延禁献给生子魔神 苏延按道 好家伙 还挺给力 小美没有说话 但是各项系统数据都活跃了起来 似乎在调整状态 苏延看了一眼 关于进化的那一项 数值47% 带过去 带过去 让魔神大人来决定吧 另一个患魔兽过来拉架 苏延松了口气 挺着大肚子 终于能继续往前走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山洞深处 就是生子魔神所在的地方 里面的空气污浊不堪 像垃圾场的味道 苏延多少次想要抬手捂住鼻子 又怕这动作引起怀疑 拼力忍住 有女子的哭声 听起来还有点耳熟 是孙班柔吧 哭声中满是恐惧 让人不禁揪心生畏 幻魔兽带着苏延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内 里面有一种能发光的魔虫 趴在洞壁上 照亮了这个洞穴 虽然光线还是有些昏暗 但苏延看清楚了 地上躺着几个雌性 其中一个就是孙班柔 他突然抬眼朝苏延看过来 等看清了 确定真是苏延 又疯狂大笑 你也来了 你 笑声又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了苏延的大肚子 那圆鼓鼓的 绝对是怀孕了 你怀孕了 苏延不能回应他 只是目光继续呆滞地跟着幻魔兽走 孙班柔抱着肚子忽然痛苦地呻吟 我 我的肚子 被生子魔神赐予魔种后 很快魔种便会孵化 吞噬母体发育 幻魔兽对呆滞的苏延道 似乎也不在乎他能不能听得懂 只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苏延用眼角余光看向孙班柔 他的身体眼见地开始消瘦 不过他的目光满是阴毒地盯着他 似乎想要看看他接下来的凄惨下场 又一个雌性被幻魔兽爆了出来 身上衣服被撕碎了不少 腿间全是血无 灵魂好像彻底消失了 眼中一片死寂般的空洞 厨子 魔神大人的最爱 会吞噬了他们的灵魂 永响极乐 幻魔兽继续自言自语 苏延心里的怒火 熊熊燃烧着 小美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小美回到 一股异香扑面而来 苏延眼前一阵白光 随后置身进入了一个鲜花纷飞绚丽世界 小美的声音响起 宿主 这是幻觉 不要迷失 知道 黑咕隆咚满是垃圾臭味的洞里 怎么可能有花 而且 这里是黑暗大陆 不可能有这种花草 宿主清醒着就好 我要暂时离开宿主的身体 宿主可以离开洞穴 保护好自己 苏延觉得自己的身体 忽然间变得沉重不少 特别是腹部 有种沉醉感 原来小美一直都在帮她减轻 怀孕带来的不适症状 还有 小美在的时候 她从来不怕危险 此时此刻 却生出了一种久违的 威胁到生命的害怕 她的手指尖是凉的 不安地抱住了肚子 眼前的繁花似锦忽然不见了 一个雌性倒在血泊里 恰好就在她的脚下 鞋底上都沾染了她的血 苏延经步地后退一步 就是这一步 一旁的幻魔兽看过来 发现她的神智醒了 先是意外 进而一道用魔力凝成的箭矢 朝她射去 苏延闪身碧果 然后一手护住肚子 另一只手 寄出树道火球 飞向幻魔兽 幻魔兽没想到 它是有天赋的雌性 还是火系 而火系恰是魔器的克星 苏延的火 就像引燃了天然气 周围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它是火系 反而在火中更安全 幻魔兽们可就惨了 一个个地被火烧成了火人 并迅速化成灰烬 这么好时 苏延立刻把蛮蛮从空间里放了出来 闺女 放火 蛮蛮一开始没搞清楚情况 她一直在空间里睡觉来着 等看到周围全是火 立马来了兴致 张口吐出一个大火球 苏延的火球 只是一片片火焰 蛮蛮吐出的火球 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 苏延捂住了耳朵 洞穴也直接炸出了天窗 呀 把他们给忘了 苏延放火一时爽 忘了孙班柔他们 结果 四下关桥 什么都没有了 已经被他们娘俩放的火 给烧成了人形炭灰 这 苏延看看 还扑扔着翅膀 在空中一边飞 一边吐火玩得满满 算了 孩子小不懂事 都是她的责任 而且 他们怀了一肚子魔兽的崽子 早晚也是死 早死早脱生 苏延又看向之前洞穴的深处 那里应该是生子魔神所在的地方 现在那里只有一个巨大的癞蛤蟆型探灰 难道生子魔神是个大癞蛤蟆 如果是 显然已经被火烧死 可小美并没有回来 苏延又四下看看 喊了一声 小美 明临渊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飞升出了宫殿 然后远远看到 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火 哪来的火 霍尔克震惊失声 奥塔斯人高 体型也大 一动起来就跟一座小山一样 轰隆轰隆的 朝着火光的方向奔去 明临渊想到了什么 半点不敢怠慢 紧跟着奥塔斯 同一时间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自空中裂线 一名子发子眸 尊贵至极 又俊美绝伦的男人 带着一群人 自裂缝中走出 踏着灵光徐徐落下 他的正下方 恰好就是苏延所在的火海 苏延和满满都是火系 他们娘俩 在火焰中心 安然无恙 不过他下意识地 不想让满满引人注意 迅速地把他收回了系统空间中 满满个头不大 而且挥不溜秋的 很不起眼 所以并没有人注意他的消失 苏延仰头望着 自空间裂缝中 出现一群人 最前面的那个男人 他见过 在林海源的温泉湖 当时跟幽灵一样 在他身后出现 吓了他一跳 抱着小号顺移跑了 现在看来 估计是他最不想猜测的一个人 寿黄紫棋 他左手方站着裴玄 裴玄的怀里还抱着小号 自从被苏延带走一次儿子后 他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他 此时 他的目光控制不住地落在他的身上 特别是他圆滚滚的肚子 苏延冲他羊手 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 嗨 小号宝贝 有没有想娘啊 小号看到苏延 非常激动 抓耳挠腮的 娘 娘 你快从火里出来 苏延抬手又一个火球 丢到没有火的地方 抱 顿时摩气被炸成了一片片火花 跟烟花一样漂亮 小号瞪大了眼睛 好 好厉害 苏延按道 你妹妹才是玩火的好手 将来火系傲益 她都能修炼 是吧 那是娘厉害 还是爹厉害 苏延玩笑问道 裴玄的脸色 一瞬间有些僵硬 不过小号才不管 娘厉害 娘厉害 小号要跟娘学放火花 紫棋金紫色的深邃眼眸 笑披着裴玄 还有她怀中的小号 哦 你娘怎么的厉害法 说给干爹听听 陛下 裴玄直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眼神示意她 看向越来越近的几道模影 空间裂缝里 又出来了一个人 宗斯里 她一个瞬移 便来到了苏延的身旁 然后抱起她 从火海中出来 苏延反手搂住了她的脖子 你来了 宗斯里立刻检查她的全身 最后确定没有受伤 肚子里的孩子也安然 甚至她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烧焦后 才松了口气 我去找你 发现你不见了 苏延点头 我被幻魔兽抓来非暗大陆 放心吧 我好好的呢 紫棋玩味的又对裴玄道 你完了 裴玄依然面无表情 看不出喜怒 甚至没有再看苏延 直直地盯着马上就要到近前的树道模影 宗斯里把苏延护在怀中 也警惕着 直到模影停下 显出了身形 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寒气 最前面的 是非暗大陆第一魔王奥塔厮杀 他的肩膀上坐着的是第二魔王霍尔克 杀 以及一个浑身罩在黑斗篷下的高大魔人 他的身份因黑斗篷遮掩着 难以分辨 但能和前面两个站在一起 应该也不低 苏延被宗斯里抱着 目光直接看向那个黑斗篷魔人 刚才这个人看了他一眼 那目光实在是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忌惮的紧 魔皇生妻子 怎么才来三个 另外四个呢 紫棋双手拢袖 完全不把对面的三个魔人放在眼中 其中那个被黑色斗篷罩住的魔人 声音粗雅四男幼四女 十分难听 生子魔神已死 你们可带着剩下的雌性离开 黑暗大陆就此罢手 百年不再入侵受试 如何 此话一出 奥塔斯和霍尔克都朝他看了过去 莫诺 你说什么呢 咱们怕他们啊 霍尔克叫嚣 身上斗气十足 显然想要干账 奥塔斯也跺了跺脚 表示他要战斗 对面是兽皇 莫诺回到 他的实力在临近巅峰 两个人愣了愣 看向对面那个一脸无害笑容 漂亮的让人想把他搞了的男人 怕什么 一起上就是 霍尔克道 鸣临冤 苏妍忽然喊了一声 黑斗篷魔人无动于衷 霍尔克注意到了苏妍 见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兽人雌性 眼睛一亮 可是怀了魔神的孩子 苏妍嘴角轻抽 不好意思 你们魔神被我烧死了 霍尔克那张猴子脸 顿时变得猙獰 你放火 是啊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大陆上 火系傲益那么少 原来对付你们魔族 火太好用了 如果火系的兽人再多一些 你们魔族哪儿还有生路 苏妍说完又放出几个火球 犹如烟花炸开 莫诺 杀了他 霍尔克坚声叫道 莫诺仍然动也不动 甚至还后退了一步 表示自己并不想开战 一道身影 忽然从天而降 浓密的黑色大卷发 披散满背 高挑妖娆的火辣身材 健美的巧克力色皮肤 胸前一对 急于破腹而出的浑圆 纤细不迎一卧的腰肢 杰利亚 又漂亮了 霍尔克眼中流露出贪婪的色欲 杰利亚走到他面前 每一步都在颤抖自己撩人的胸 二伯 倒是越来越猥琐了 苏妍低头看看自己的身材 大肚子没腰 虽然因为怀孕 胸也比较圆 但是远不如杰利亚的 特别是那头霍人的大波浪卷发 连他看了都心动 抬手捂住了宗思理的眼睛 不许看 只能看我 宗思理忍俊不禁 笑道 当然 你在我心里是最美的 唯一 苏妍顿时羞红了脸 裴玄朝宗思理看了一眼 神色更冷漠了 小浩不懂大人间的是 见苏妍和宗思理很亲密 心里就有点吃味 娘 抱抱小浩 好 苏妍笑应 张开了手 小浩从裴玄的怀中一跃而下 很快就跑到了苏妍的怀里 苏妍对有点猛的宗思理道 这也是我生的 她叫小浩 宗思理有点难以相信 因为看起来都很小 除非她是很短时间内 怀了一胎又一胎 还每一胎天赋都是天阶 蛮蛮呢 她很安全 苏妍抱着小浩 看向那个黑斗棚魔人莫诺 她怀疑她是明灵渊 但是她不露脸 又不确定 莫诺听到她的话后 便模糊了自己的存在感 甚至退到了奥塔斯的影子里 紫妻打亮着苏妍 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 裴玄微微醋眉 不无警告道 别惹她 呵呵 紫妻的视线 又一向了对面的女魔人身上 第三魔王的王女杰丽亚 正是 杰丽亚凝着纤细的腰 朝她走近了两步 并摆出一个更凸显身材的动作 寿皇陛下大驾光临 还请让咱们进一进地主之意 也好 我受足数千磁性 被绑架到黑暗大陆 遭受惨绝人寰的侵害 确实需要好好说一说 也不用去别的地方 就在这里吧 当着你们生子魔神的面 寿皇抬手 一张长桌和石树把椅子出现 就摆在那具巨大的 癞蛤蟆形探灰前 就地谈判 魔方几人 着实被寿皇这一手 整得愣住 紫妻队快要退走离开的莫诺道 第四魔王莫诺 杀 请入座 其他几位未到的魔王 也请通知一下 毕竟接下来的谈判 魔皇不在 需要你们七位魔王共同决定 苏妍自从知道了 杰利亚的身份 整个人便紧绷起来 蛮蛮的天赋魂珠 可是在她身上 如果是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让她把魂珠留下 至于莫诺 杀 既然是排行第四的魔王 应该就是冥冥冤了 她对蛮蛮的父爱 毋庸置疑 到现在都没有动手 应该也是有所顾忌 宿主 请尽快离开黑暗大陆 病毒死了 但她在新生的患魔兽体内 都编写了爆炸程序 还有十秒钟 小美的声音 突然在苏妍的脑海里响起 刚一开始知道小美的存在时 苏妍很抗拒反感 因为没有女人愿意 做生子工具 即便不用投入感情 只把那些男人同样当工具 也是抗拒的 在她从小接受的教育里 孩子应该是爱情的结晶 一生一世一双人 为生子而生子 还是和多个雄性 简直就是一个扎女生子机器 是对她三观的挑衅 但 她想要重生 想要重活一世 她有太多没有完成的心愿 她想妈妈 她想回家 可她要达成自己的心愿 就要先帮系统达成她的目标 小美说过 她之前也有过其他的宿主 最后都是不同程度的失败 多是因为感情 所以系统又多加了一个 清理感情缓存的功能 她希望她能成功 这不光是她的心愿 对小美来说也一样 如果她再次失败 将会面临被格式化 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系统世界 也将崩溃 被彻底抹杀 她没有多么崇高的大意 背负所谓的救赎 只是她已经契约 答应了接受这个任务 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做 这是原则 也绝不回头 生子势在必行 而且这些工具雄性 长得还怪好看 完美地满足了她的欲求 她喜欢性 也很享受性 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讨自己欢心 是最不用顾虑的 要不为什么世人常说 熙熙攘攘 历来历往 诸事不易 开心就好 十秒钟 能干啥 苏妍抱着小号 拽着宗司礼 快 回旅社去 怎么了 宗司礼问道 这边马上要和魔族开战 所谓谈判 只是把其他魔王也叫来的借口 苏妍灵机一动 尖叫一声 我要生了 快回 这六个字 比天他了 都好使 宗司礼立刻抱着苏妍 还有他怀里的小号 顺移到了空间裂缝前 到了近前 苏妍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裂缝 说是空间大门也不为过 而且空间大门的另一边 已经排兵不僵 不知多少寿人严阵以待 苏妍明白了 寿人这是要开战 根本不是谈判 但现在可不是开战的时机 黑暗大陆有多少患魔兽 就有多少炸弹 这生子病毒 可是狠狠地坑了黑暗大陆一把 裴玄见自己儿子被抱走 立刻也跟着走了 兽皇子齐看着 苏妍他们快速地消失在空间裂缝 砸巴了一下舌尖 好像还没见过雌性生孩子 立刻对魔族的几人道 本皇先回去一趟 马上回来 你们先把其他的魔王聚齐了 说完也带人紧跟着苏妍他们而去 明灵渊收了罩在身上的黑色斗篷 看向杰利亚 杰利亚 我有点是想和你谈谈 四叔是想要拿回天赋魂珠吗 抱歉啊四叔 我已经吸收了 不如就当时送给侄女的一份大礼 哄 哄 哄 接连不断地患魔兽 爆炸开来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变化 明灵渊则不管 甚至所有人都被患魔兽的自爆 吸引了新神石 顺移至杰利亚的身旁 以手画刃穿透了杰利亚的胸膛 但下一瞬脸色又变得极难看 杰利亚娇笑出声 四叔 这是我的替身 就知道你会来抢夺天赋魂珠 这个替身就当是给你女儿偿命了 以后两不相欠 哈哈哈哈 杰利亚的身体化成了一股灰黑色的魔气 消失不见 明灵渊的阴谋都变成了赤红色 浑身浓郁的魔气 暴涌而出 霍尔克却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老四 这些患魔兽到底怎么回事 问老三去 他带回来的癞蛤蟆 生的这些祸兽 我去夺回我女儿的天赋魂珠 明灵渊的身影也逐渐消失 周围的爆炸声 还在接连不断地响着 不少魔兽也被连带炸死 奥塔斯和霍尔克被爆炸波及 特别是奥塔斯巨大的身体 不能顺移 只能用腿跑 霍尔克可以 但是他不想丢下奥塔斯 两个魔王 在爆炸里四处躲闪 即便奥塔斯不怕患魔兽爆炸 但已多摇死相 渐渐地身上也有了伤 等终于跑出爆炸圈 他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已经没有了 虽然他很快用魔力又恢复 但这番被炸也灰头土脸的 霍尔克更别提了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器 咬牙切齿道 走 找老三去 苏妍从空间裂缝内出来 发现周围的环境有点眼熟 这里是林海源 是 这里之所以是禁地 就是有一道通往黑暗大陆的空间门 而黑暗大陆的阵阵爆炸声 也从裂缝里传出来 苏妍听着声音 不禁唏嘘 小美 病毒彻底死了吗 怎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把她带进了系统隧道 在那里 她无处可逃 才彻底杀死了她 嗯 那系统里现在没有病毒了吧 现在没有 病毒是由前任宿主的负面情绪形成 只要宿主保持好一个良好的心态 自然系统也会正常运作 裴玄从裂缝中出来 直接从苏妍的怀中夺走了小号 她是我的 然后顺移避走 离苏妍远远的 苏妍 也是我的儿子啊 幻魔兽不只是在黑暗大陆 兽是大陆这边也有 虽然数量不多 但爆炸也引起了不小的麻烦 兽皇紧跟着苏妍他们 从黑暗大陆回来 就听到四起的爆炸声 不过她更好奇的是 苏妍的肚子 皇宫里有接生的乌柱 无带你过去 苏妍道 多谢陛下 不过我肚子又不疼了 应该只是假性阵痛 还是由乌柱看一下 这次黑暗大陆 针对我兽族雌性的截路 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你肚子的幼崽 必须万无一失 兽皇又对宗司里道 无兽与宗司里 去莫斯腹部之直 现立刻带人 平息患魔兽造成的动乱 言罢 还丢给宗司里 一块兽皇令牌 去吧 如果是其他时间 宗司里无有不从 但现在苏妍身体不适 他便不能离开 陛下恕罪 我现在不能领寿军 宗司里 无知道你的担心 但你觉得 现在什么地方 能比皇宫更安全 陛下 我可以和宗司里 一起执行陛下的命令 现在我的肚子好好的了 做事还拍了拍 兽皇却一把抓住他的手 阻止他再拍 那也可以到皇宫待产 下一瞬 苏妍眼前一花 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里鸟语花香 繁花似锦 还有几个女子 在享用下午茶 一派悠然姿态 仿佛另一个世界 外面的爆炸声 完全被屏蔽隔离 苏妍看着那些女子 有一个眉眼比较熟悉 那是 紫桥 兽皇的小公主 实际上是兽皇的侄女 如果兽皇一直没有自己的子嗣 将来的皇位继承人 就是小公主 或者是小公主的子嗣 不过对于进入临近巅峰的兽皇来说 再干个几百年也不成问题 所以继承人有没有 眼下并没有人在意 可是作为一个雄性 兽皇还是很想要子嗣 证明自己在某方面的实力 以及 雄性本能对繁衍子嗣的渴望 日久天长 也会成为一个执念 苏妍抬头 望着兽皇那张俊美 绝伦到妖爷的脸 笑道 陛下的意思 我很明白 想让我给你生个仔 是吗 紫棋挑眉 尊贵迷人的子眸 落在她的肚子上 你能生 能 但不是现在 苏妍纤细的手指 勾住了兽皇的腰带 暗示性极强 陛下 你本就是我的囊中物 此话说完 苏妍便看到她的眼神 一瞬间不复平静 变得疯狂是人 宿主 不可越即生子 小美警告苏妍 苏妍道 我知道 立刻瞬移 回旅社 好 小美巴不得苏妍 暂时离兽皇远远的 兽皇的信息 虽然也在小美的数据库里 可是 苏妍现在的各项数值 都不符合兽皇的标准 强行胶尾 会伤害到宿主本体 兽皇伸出手 刚搭上苏妍的腰 便觉得手下一空 苏妍消失了 紫桥看过来 惊喜笑道 父皇 你回来了 紫妻没有理她 而是咪眸 看着自己的手 刚才那过电般的触感 是她自由女人以来的头一次 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奇妙了 她 想要 苏妍回到旅社 便倒身在床上 动也不动 拍了拍被兽皇摸过的地方 忽略那丝冷嗦嗦的异样感 问小美 这个兽皇 不会真的想让我给她生孩子吧 是 需要等系统升级以后 才有可能 但我本意是不想 怎么说呢 感觉她不太适合 宿主寻找自己有感觉的雄性就好 不逼我啦 宿主和以前的宿主不同 不需要小美太多干涉 以前你有过多少宿主 19位 宿主是第20位 轰 一声爆炸响 自旅社客房的方向传来 苏妍立刻起身 朝门外跑 百开心和小闲子已经到了 还有一个苏妍并不认识的陌生雄性 苏妍忙问道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苏姐回来了 白开心回道 苏妍点头 然后看向了一个陌生的雄性 她是 厨子 之前旅社找了一个掌勺的 突然失踪了 于是又找了一个 黄街天赋 土戏的 和苏姐一样 都是属足 那真是巧了 苏妍打量着对方 一双精明的眼睛 身高中等 相貌清秀 属于耐看型的 你叫什么名字 陆平 嗯 那我就叫你小陆 好好干有奖金 谢谢苏姐 爆炸的房间 位于边角 隔壁正好空房 所以并没有伤及其他的客人 只要没有伤人 问题就不大 陆平是吐戏的傲益 当即先把房间修不好 苏妍对白开心道 这天赋傲益非常实用 月底记得发奖金 是 苏姐 白开心也很赞同 小闲子检查了一下 爆炸的原因 苏姐 这好像是自爆 全是烧焦的瘦体碎块 苏妍回道 嗯 这里住了一个患魔兽 现在黄洞内的爆炸 都是患魔兽引起的 生子病毒 还真是狠啊 这下子 黑暗大陆 估计得元气大伤 但兽是大陆也跟着倒霉 损失了不少生育力 在中等以上的雌性 本来大陆雌性就少 中等以上的少之又少 这下差不多等于断代了 暗兽黄的计划 他之前带人到黑暗大陆 奔着灭魔族去的 而且还是高等魔族 现在患魔兽的自爆 虽然让他暂停计划 但等自爆结束后 势必还要再杀进去的 这是夺词之仇 整个大陆雄性 都忍不下的一口恶气 苏姐 你看外面 白开心推开了窗户 让苏妍看 一队穿着铠甲的黄都保卫军 在街上巡查 围首的人是裴玄 她的怀中还抱着一只小黑豹 苏妍微微醋眉 怎么小浩也在 便喊了一声 裴玄 你把儿子给我 裴玄听到她的声音 立刻看了过来 小浩直接挣扎 想要苏妍 娘 娘 抱抱 苏妍心疼不已 声音不由地带上了质问 裴玄 你执行公务 带着儿子干什么 遇到危险 你保护得了他吗 他跟着我 我放心 裴玄按住儿子 就不让他去找苏妍 苏妍顿时怒了 插着腰瞪她 立刻 现在 你把儿子给我 等你执行完公务 我再还给你 如果现在不给 信不信我能跟上次一样 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 你想找都找不到 裴玄不吭气了 因为苏妍确实有这个能力 他连死都能复生 最后 低头放开了儿子 小浩头也不回地 朝旅社跑了 压根都不带看他老子的 裴玄沉默虚愚 又抬头对苏妍道 我晚些来接他 去吧去吧 苏妍摆摆手 催促他赶紧走 小浩已经跑到了他这里 轻易一跃 就跳进了他的怀中 使劲地舔着苏妍的脸颊 那叫一个亲腻 裴玄看了一会儿后 才带人走了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放出了满满 给他们两个相互介绍 这是你五妹 她小名叫满满 大名名语真 满满 这是你大哥 小名叫小浩 大名裴云阳 大哥 满满头上的呆毛一歪 逗趣地瞅着小浩 小浩抬起爪子 挠了挠他头顶上的呆毛 满满 以后大哥罩着你 哦 谢谢大哥 满满上前蹭了蹭小浩 小浩扑通一下 躺在了地上 露出自己最柔软的腹部 满满直接扑了过去 在他的腹部又是啄毛 又是跳 开心极了 苏妍看着他们兄妹俩 突然很想在西区的三个孩子 不知道他们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其中有一个和他的本体一样 是属足的 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 不需要太出众 或者天赋异禀 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那三个孩子 是他满怀着期待孕育的 是祖鲁的血脉 祖鲁 想起他 心里就有种顿痛之感 便是小美 一而再的清理感情缓存 都无法清除 或许 系统也有利有不逮的地方 一如死亡留下的烙印 天色渐渐黑了 苏妍给满满和小浩 炸了肉丸子 两个小家伙 挺给面子 吃得肚子圆滚滚的 最后躺在苏妍的床上睡大觉 裴旋来了 手里还提着一些灵财 我来接小浩 把灵财递给苏妍 苏妍接过 吃过没 剩了些肉丸子 要不要 嗯 裴旋坐了下来 麻烦了 不麻烦 是你儿子剩的 苏妍笑道 然后把半盘肉丸子 放在他面前 还有一碗用酒拌连根 偶熬的粥 裴旋低头吃着 一声不吭 苏妍单手之仪 看着他俊朗的五官 斯文优雅的吃相 唇角逾越的向上弯起 零点更新来了 宝贝们看完 早些休息哦 日常表白 爱你们 今日猛宠兄妹俩 三头犬 小黑豹 妹妹长得灰不溜秋的 不太好看 我要好好保护她 谁敢说她丑 我就劈死她 小凤鸟 大哥 我给你表演一个土火球 三头犬抱头跑了 小黑豹 希望那些欺负她的人 不会死得很惨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 第一个男人 苏妍突然抱自己的料 裴旋一口粥直接喝枪了 又强忍着不适 生生憋了回去 小浩对我也非常重要 她是我第一个孩子 你们父子俩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苏妍笑道 所以 我是你第一寿夫 裴旋很意外 因为她跟其他慈性 完全不同 也揣摩不透她的内心 那场娇尾完全没有印象 却给了她最重要的子嗣 不 没有第一寿夫之说 对我来说 你们都不算夫君 只是我孩子的副寿 第一寿夫的身份太特别 一如之于皇帝的皇后 她或许会和她们调情 可也只是为了 能更顺利的生子 让娇尾时更易交融 她与她们没有特别的男女情感 就算有那个苗头 也被小美清理了 所以 她只要和她们保持在 最深又最浅的地方就好 裴旋忽然笑了下 本就好看的脸庞 犹如雾开季月 那样迷人 我明白了 裴旋吃完剩下的肉丸子和粥 我带小浩回去 明天如果你还要出门公物 可以把她送来 不用担心我会拐跑她 如果我真想带走 你绝对找不到 嗯 你也早点休息 怀着孩子就别乱跑了 蛮蛮趴在小浩的肚皮上睡着 兄妹俩关系好得很 苏妍把蛮蛮滴溜到一边 小家伙缩了缩脖子继续睡 小浩被裴旋抱起 那我带她回去了 苏妍点点头 路上小心 裴旋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才顺移离开 苏妍上床 把蛮蛮收进了系统空间里睡觉 她也变成了一只小白鼠在床角 非常时期 还是小心尾上 而就在她睡着后 房间里又来了一个人 宗司里一身黑色军装 身上还带着灰蒙蒙的炭灰 精致尖冷的下颌线 火红的短发 一双明如钥匙的眼睛 赤着地盯着床角处 大肚子的小白鼠 这是她头一次看到她的受体 诧异无比 竟然这么小 宗司里从床角处 把她捧在了掌心里 温柔至极的声音道 好可爱 苏妍睡得很熟 完全不知道自己被人捧着 圆鼓鼓的大肚子也被人用指尖 轻轻地戳了戳 是我的孩子吧 宗司里的目光能化出水而来 苏妍本能地护住肚子 抬腿把她的手指给踢开了 然后翻了个身 继续睡 宗司里捧着苏妍看了好久好久 直到外面有口哨声响起 她才不舍地放下苏妍 我要去一趟森与寿林 等我回来 苏妍睡梦中 忽然觉得有些不安 墨地 一个用力挣扎 惊醒了 外面天色已经亮了 她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被子 四个边角都背里得整整齐齐 没有半点褶皱 只是 她睡前明明被子是乱七八糟的 而且 她是在床脚很不起眼的位置 现在是在最中心处 闻了闻空气 有酒半连的香味 顺着香味找去 门口处的柜子上 放着一个大袋子 香气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 是你爹回来过了吧 苏妍摸摸肚子 司机宗司里 心里忍不住生出了一丝 甜蓉蓉的感觉 小美 我想让这个孩子 在这种温暖的柔情里出生 以后再清理缓存吧 情动真的是一瞬间的事 她这一刻很喜欢 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小美沉默了一会儿 才硬道 好 由此也证明了 苏妍确实对宗司里起了欢喜之意 或许还不到爱情 但是却能催化出 苏妍变回人形 摸摸又大了一点的肚子 小美提醒苏妍 天赋还没有进化完 宿主需要多吃些 能催化天赋的食物 嗯 苏妍洗刷完 换了一袭米色的孕妇蕾斯长裙 淡雅清粒 透着柔柔的暖意 就把宗司里留下的 那大袋子打开了 除了酒半连 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灵财 其中有三个碧绿色的葫芦 这是什么 建议宿主吃下 这是风系灵果 青园葫芦 有助于胎儿 进化出风系奥义 那就先吃它了 苏妍想起 满满还在系统空间里 便把它放了出来 给它一个青园葫芦 大哥呢 满满啄着葫芦 还想着小号 苏妍回道 不确定今天会不会来 她爹如果不忙的话 应该就不会送来了 哦 那我爹呢 我俩爹呢 怎么一个都不来看我 满满头上的呆毛搭啦着 情绪很是低落 苏妍忙安抚道 有娘啊 满满不喜欢娘陪着吗 喜欢 但是满满也想要爹 满满扑扑扑翅膀 朝窗户处飞去 然后站在窗帘上 冲着外面 啾啾啾 叫了几声 三头犬跟着回应 汪 汪汪 汪汪汪 苏妍听着三头犬的叫声 就觉得可乐 还挺有节奏感的 苏姐 刘会长送东西来了 小闲子来了苏妍的小楼下 见她站在窗边 手里还拿着一个葫芦吃着 你们收一下就行 我就不过去了 苏妍回道 咔嚓又咬了一口青园葫芦 口感着实一般 有点发木 也不甜 难怪贪吃得满满 啄了几口就不吃了 还来了一位老夫人 说是想要见见苏姐 哦 苏妍想了下 她在东区 也不认识什么老夫人 那我过去看看吧 旅设招待贵客的贵宾厅 一个满头银发 雍容华贵的老夫人 手里还组着一个紫藤拐杖 原本静静地坐着 忽然有啾啾啾的叫声传来 竟然是狗叫声 老夫人睁开眼 问一旁陪客的白开心 这鸟叫声 哦 那是苏姐的女儿 小明瞒瞒 听声音 好像有心事 是吗 白开心没听出来 觉得满满和三头犬叫得挺欢食啊 应该是在玩吧 说着走到窗边 打开了能看到后院子的窗 正好看到满满落在三头犬头上 驱赶着三头犬往前跑 三头犬害怕她喷火球 无比听话的 直哪往哪 看 他们在白开心回头 结果一扭头就看到老夫人 她已经站在她的身后 银灰色的眼瞳 直直地盯着满满看 苏妍从楼上下来 看到驱赶三头犬的满满 温生参斥道 满满 不要欺负大犬 小二 小三 满满没有欺负 对不对 满满嘴里吞吐着火焰球 三头犬忙叫道 汪 汪汪 汪汪汪 苏妍忍不住又笑了出声 还会要挟了 娘去见个客人 你和三头犬好好玩 知道了娘 满满站在三头犬中间的小二头上 一只水塘 抓鱼 汪汪 三头犬带着她 朝水中冲去 老夫人一直看着满满 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白开心见状 笑道 老夫人 可是想孙子了 孙子没有 孙女有一个 老夫人看着满满笑道 虽然老太隆忠 但慈祥的笑容 也让人一不开眼 白开心暗道 老夫人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个大美女 苏妍挺得大肚子进了贵宾厅 见桌子上只有简单的茶水 对白开心道 去准备新茶 点心果子来 是苏姐 这位是明老夫人 你们慢慢聊 白开心下去了 苏妍看到老夫人的瞬间 就知道她是谁了 明临渊的母亲 因为眼睛长得太像了 我是苏妍 明老夫人请坐 不用 我看看我孙女 明老夫人站在窗边 苏妍走过去 冲着满满喊道 满满 过来一下 满满立刻扑扔着翅膀 费劲地飞了过去 娘 随后满满看到了明老夫人 头上的呆毛 舒然立了起来 明老夫人眼睛都闪烁了泪光 你叫满满是吗 我是你的祖母 祖母是什么 满满歪着小脑袋 好奇地问苏妍 苏妍笑道 你亲爹的娘 哦 祖母好 我是满满 大明明雨珍 我爹叫明临渊 我娘叫苏妍 还有一个爹爹叫宗思理 我最喜欢宗爹爹了 还有 我昨天刚见过我的大哥 他是金金黑豹兽 长得可帅气了 我和大哥一样 喜欢吃肉 小家伙算是把家底都抖走出去了 苏妍一阵无语 明老夫人并没有意外 仿佛早就知道了 慈祥的笑看着满满 现在你又多了一个祖母了 喜欢吗 喜欢 满满扑扔着翅膀 小眼睛亮晶晶的 那祖母有礼物给我吗 苏妍按道不好 这小丫头真是口无遮拦 满满 然后又对明老夫人道 抱歉 这孩子失礼了 以后我会严加管教 孩子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明老夫人仔细地瞅着 满满长得可真好看 你是祖母见过的 最漂亮的凤族幼鸟 这话差不多等于 我家的孩子最好看 别人家的都比不上 明老夫人 把戴在手腕上的一枚 金色光圈镯子取下 祖母当然又给满满准备礼物 都放在了这个风吸镯中了 你只要滴一滴自己的血 就可以打开风吸镯 里面的东西随便你取用 满满看看自己的小爪子 娘 放血 满满要宝贝 苏妍 这贪财的性子 是随谁啊 她爹瞧着 苏妍无奈地从空间里取了一根针 指尖冒出一缕火焰 烧过之后 才给满满的爪子尖扎了一下 冒出一滴金红色的血珠 明老夫人忙把镯子递了过去 快快 孩子疼 苏妍 没事 这丫头皮是 确实 整个扎针 挤血的过程 小家伙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金镯子吸收了血珠 动发出一股刺眼的明光 光中还有一道凤鸟虚影 发出清月嘹亮的凤吟 明老夫人看到这一幕 紧张的神色终于松缓了下来 笑了出声 封熙卓是无鬼车凤族 族长之位的传承宝器 只有唇血才能打开 以后满满就是我鬼车凤族 下一任族长了 苏妍愕然 问明老夫人 那明灵渊 她 只是带族长处理族物 不是族长 封熙卓也从没认她为主 苏妍没有再问 明灵渊是魔皇的四子 也就是说 当年明老夫人 是和魔皇生的明灵渊 而非白凤族 身居魔皇血脉的明灵渊 自然也就不被传承宝器认可 苏妍想明白一切后 再次看着那个 套在满满小爪子上的风吸着 此刻变成了一个小金环 还怪好看的 满满 快谢谢祖母 苏妍对满满道 不管怎样 这见面里有够大的 上来就传承组长之位 让那些为了尚未争权夺利的人看到 绝对眼红死 这是生下来 血脉里带着王冠的天选继承人 满满低头看看自己的小爪爪 还晃晃小金环 没有宗爹的耳环好看 你爹那个耳环 是防御宝器 苏妍笑道 和你这个差不多 她还送了她一个 其实对她来说 有生子系统 比耳环更好用 只是她送自己的 她也不好拒绝 满满得了新宝贝 显摆新起 扑扔着肉乎乎毛茸茸的翅膀 去找三头犬玩了 白开心端着新茶和果点进来 苏妍亲手给明老夫人倒茶 老夫人这次来 除了看看满满 还有别的事吗 而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和满满他爹 这都生了一个 肚子里又有了一个 该着补办一下婚礼 打算什么时候办 想要怎么办 都可以跟我说 催婚啊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不过 她怕是不能答应 抱歉啊 老夫人 我肚子里的胎儿 不是冥冥冤的血脉 而且 我也不想嫁给她 明老夫人微微醋了下眉 然后看着她的肚子 笑道 嗯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这个老婆子 就不多管了 只一件事 我想你能答应 老夫人您说 苏妍颇有些愧疚的道 明老夫人看向窗外 还在和三头犬玩的满满 她是我鬼车凤族 唯一的唇血 更为可贵的是雌性 所以 我想带满满回鬼车凤族 教她学习鬼车凤族的 传承奥义 当然 她如果想你了 我再把她送回来 这要看满满愿不愿意 我是希望 她能学习传承奥义的 那你先跟她说说 明天我来接她 呃 我跟她说吗 她是不是被吓套了 今日营业猛宠 满满小姑娘眼泪汪汪低 我要去奶奶家了 以后就不能常和漂亮姐姐们玩了 姐姐们会想满满吗 三头犬 汪 汪汪 汪汪汪汪 苏妍一头黑线 搞得生理死别一样 只是去学本事 天赋越高 能力越强 责任越重 满满 啊风好大呀 娘当才说什么 苏妍 赶紧给我滚 满满还是个孩子 自然要听你和林渊的 林渊那边不用担心 传承奥义 是她想学都学不了的 满满可以学 她绝对同意 而你马上又要生了 精力上应该也照顾不到她 其实她有精力 再不计丢给小美照看 小美可是生子系统 看孩子超一流 我知道老夫人的意思 去鬼车凤族 我不反对 但我有个条件 只要老夫人能办到 我甚至可以亲自送满满到鬼车凤族 明老夫人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 我都会答应 老夫人可能看出满满的天赋 苏妍从果盘里 拿起一个菊果 包了外面青黄色的外皮 里面是赤橙色的金银果肉 掰了一半果肉 递给明老夫人 明老夫人接果 然后抬手先不下一个隔音节戒 保证谈话的内容 不会泄露出去 才郑重道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会声 天接天赋真火系奥义 还有一个准规则 黑暗天赋 这个天赋若是传出去 你保护不了它 黑暗大陆的那些魔人 强也要把它抢走 嗯 苏妍把手里的菊果吃完 然后拿帕子擦了擦手 挺甜的 老夫人也尝一尝 明老夫人这才吃了一口 只是她活到今天 什么奇珍异果没有吃过 并没觉得多好吃 但还是客气地赞了一声 不错 那就多吃点 苏妍又取了一个菊果 放在明老夫人的面前 老夫人 我呢 除了火焰天赋 其实还有一个 和子嗣有关 名曰母子连心 母子连心 具体来说 就是我生的子嗣 如果发生了意外 我会接收到 她临死前的画面 还有 我也可以把我的命 分给我的子嗣 我天生九条命 所以我可以把我这九条命 分给我的孩子们 即便他们死了 我也能复活 总得把满满死而复生的事 给圆过去 明老夫人似乎意识到了 苏妍接下来要说的 十分重要 老夫人把手给我 我给你看一段画面 苏妍伸出雪白娇嫩的手 手心朝上 明老夫人犹豫了下 才把手放在了她的手里 苏妍看着她的手 不似她面容的老太 其实很年轻 纤细修长 郁腻漂亮 四集明临渊的画形术 那明老夫人 现在的这副老太 也可能是她故意变化的 明临渊也有看过这段画面 所以她现在在黑暗大陆 苏妍让小美 把满满被害的那段视频 也给明老夫人看 姜还是老的辣 明老夫人看完后 起码表情还能维持平静 只是她手背上 忽然出现的血色纹路 还是暴露了 她内心的愤海怒涛 我的条件就是 夺回满满的天赋魂珠 否则 在她成年之前 都要在我身边 做我的贴心小棉袄 至于成年之后 她爱干嘛就干嘛 明老夫人站了起来 一言为定 苏妍脸上露出期待的笑容 好 我等着老夫人的好消息 明临渊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十有八九 是碰到棘手的阻碍了 而明老夫人 是鬼车凤族的老族长 当年在黑暗大陆 搞定魔皇的女人 有她助阵 那拿回天赋魂珠 更有胜算 苏妍送走明老夫人 便去了对面的茶楼小座 茶楼的伙计 见她肚子圆滚滚的 那叫个诚惶诚恐 生怕她走路摔了磕了 连楼上都不让她去了 苏妍只好在大堂靠窗的地方 找了个雅座 怀孕的雌性 在雄性眼里 那是无比神圣的 加上幻魔兽抓走不少雌性 现在能看到一个 孕瓷在外走动 简直比什么都稀罕 明明暗暗的雄性目光 都落在了苏妍身上 苏妍不理会那些目光 叫了伙计 来壶茶 还有果盘 别借 苏老板现在可不能喝茶 我给您换羊乳如何 伙计拒绝给她上茶 苏妍审笑 不用那么小心 那可不行 现在您身子古老金贵了 就是寿皇陛下在这里 都要给您让路 伙计毫不夸张地道 苏妍哑然 只好妥协 好了好了 给我一杯牛乳就行 行 伙计乐乐呵呵地 去给苏妍准备 真的是苏姐 崔子义来到苏妍桌前 一脸难以置信 你怀孕了 是啊 都快要生了 苏妍笑道 不会是宗司李学长的 是她的 苏妍请她坐下 歇会儿 崔子义在周围 雄性羡慕的目光中 和苏妍坐在了 同一个桌子上 心情也是十分激动的 怎么怀孕这么快 从咱们测试开始 到现在 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属足 一个月就算足日子了 那可太厉害了 属足运期是比较短的 兔足也差不多 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样子 唉 我就不用想了 这辈子注定要光棍 这次幻魔兽 可是把咱们的子孙后代 都绝了 不光抓雌性 还杀了不少 可恨至极 现在大家就等着陛下命令 杀去黑暗大陆 灭了魔族 嗯 幻魔兽那么痛快地自爆 着实太便宜他们了 听说 黑暗大陆现在也乱了起来 魔皇的几个儿子 起了内讧 打得不可开交 闻言 苏妍来了兴致 详细说说 天色渐晚 苏妍才从茶楼回旅社 牛奶没少喝 还有点撑 至于时事 也了解了不少 上一次 兽皇帅君讨伐黑暗大陆 因为幻魔兽的意外自爆 而暂时停止 但仍派了一小股精锐 前往黑暗大陆 进行刺探行动 其中就有宗司礼和裴玄 想来黑暗大陆现在的乱局 这对精锐也没少出力 可惜他怀孕待产 不然也想过去瞧瞧 神兽学院新生开学在即 苏妍因临产 暂不去不了 便让白开心去学院 为他请产假 没想到 学院不仅给了三个月的产假 还另发了一大笔补贴金 着实让他意外 一切安排就绪 静待宝来 苏妍很淡定 第六个孩子了 想不淡定也难 倒是白开心 他们很紧张 每天都胆战心惊的 不知所措 苏妍瞧着他们的样子 不惊可乐 好像生孩子是他们 不是他 苏姐 真的不需要找个住产屋住吗 白开心掰着手指头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按说应该请个屋住 在旅舍候着 随时为苏妍接生 苏妍笑道 不用了 我这又不是投胎 自己能搞定 就在他这话说完不久 吕舍就来了三个屋住 寿皇亲自安排的 高 矮 胖三个屋住 身上穿着乌尸袍 苏妍换了一条 绿色宽大的孕妇服 有点像是地球上的手术服 沾了血不会刺眼 他躺在床上 看着忙忙碌碌 准备东西的屋住们 陛下还有什么叮嘱吗 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 倒大不保小 胖屋住冷淡回道 苏妍表情微微一僵 保小 以我本人的意愿为准 我们一切遵听陛下的指令 胖屋住严肃回道 而且 有生育力的雌性更为贵重 没错 请韵慈吃了这枚 有力顺产的生子丹 矮屋住地给苏妍一杯水 还有一粒丹药 苏妍看着丹药喝水 笑道 不用了 矮屋住的脸色不太好看了 韵慈是对我这生子丹有意见吗 没有 就是不想吃 除了生子系统的丹药 苏妍对其他的药都不相信 那请韵慈喝水 矮屋住收起了生子丹 苏妍不好再拒绝 而生孩子确实也需要大量喝水 等会儿开始发动 就很难咽下了 接过水杯 喝了一口 觉得水的味道有些怪异 看了眼矮屋住 矮屋住正在准备新生儿的包备等物 并无任何异常 高屋住问道 韵慈怎么了 是有什么感觉了吗 哦 没什么 水杯帮忙拿走吧 苏妍把水杯递给高屋住 好的 高屋住把水杯接走 苏妍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和小美说话 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刚才 你不喝那口催产药 应该还有十个小时 喝了 大约一个小时内会生 还有子宫破裂的可能 苏妍猛地睁开眼 看向矮屋住 只见她把刚才喝剩下的水 从窗口泼了出去 有系统在 宿主尽管放心 小美安抚苏妍 让她安心馋子 我知道 有你在我放心 只是她要害我 为什么 500积分 宿主可要知道原因 小美 你这买卖太会做了 迟早我会变成免费给你打工 绝对不会 系统可以向宿主保证 只要宿主能完成生子任务 除了重生地球 还有一大笔的奖励 宿主可以期待 又花大饼忽悠我 苏妍才不信她的话 500积分拿去吧 还有把那啥催产药性 帮我解了 我不允许孩子发生半点意外 好的宿主 要信你解 视频请接收 小美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愉悦 苏妍无语 我总算知道满满随水了 像你呀小美 小美 飞来横锅 寿皇宫 一个华丽无比的宫殿 矮屋柱跪在地上行礼 她正前方的尊位上 坐着一名容貌轻利的女子 正是寿皇的小公主紫桥 她神态高贵冷傲 对矮屋柱道 你要去给苏妍接生 是的 公主殿下 矮屋柱恭敬回道 听说雌信在生产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意外 比如血崩 矮屋柱瞳孔震惊 看向子乔 子乔摆弄着自己手指尖上 漂亮的假花 本宫不想她活着 麻烦屋柱帮个忙 事后 屋柱在赌方欠了钱 一笔勾销 矮屋柱冒冷汗 她欠赌方钱的事 小公主怎么知道的 那陛下 本宫把消息拦下来了 父皇并不知道 可以说 是她故意拦下来 并在其他屋柱的资料上 做了手脚 把她推到了前面 谢殿下 奴知道怎么做了 本宫等屋柱好消息 苏妍闭着眼睛 侧身躺着 三个屋柱准备好一切后 见苏妍还没有发动 也只能干坐着等 期间 矮屋柱三番两次地 问苏妍 可有药生的迹象 但苏妍并没有任何反应 该吃吃该喝喝 该睡睡 就跟今天不是预产妻似的 苏妍则一直有 暗暗留意矮屋柱 她可真够狠的 见她那杯水喝了没有动静 之后的吃喝上 也都动了手脚 这是非要弄死她呀 子乔啊子乔 我和你可无冤无仇 这么害我 当是软柿子吗 忽然 一股锐痛袭来 十个小时到了 她开始进入产城 但是她对矮屋柱不放心 总不能留个炸弹 在她最虚弱的时候 就在她准备喊白开心 进来把人带走时 一个火红发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产房 能看出她来得有多着急 黑色破损的军装 散发着浓得化不开的煞气 脸上也有一道 血色结痂的伤口 苏妍被她的出现 吓得直接公缩痛都没了 宗司李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不是世生孩子的日子 宗司李不敢走进床 她也知道自己 现在的状态有多糟糕 怕影响到苏妍 苏妍突然笑了 你先去洗洗吧 一会儿帮我接生幼崽 就不劳烦三位屋柱了 好 宗司李目光一转 落在了三个屋柱身上 刚从黑暗大陆的战场上回来 那满是杀气冰冷的目光 问心无愧的人都要战战兢兢 干了魅良心坏事的矮屋柱 更是顶不住 心虚脸白地后退了一步 宗司李瞬间反应过来她有问题 二话不说 一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拖带了出去 其他两个屋柱也不敢求情 扑通扑通跪在地上 额头贴地 他们两个其实也察觉到矮屋柱的鬼碎 可是也知道她这么做 定是有人指使 为了不得罪背后的人 全当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出去吧 苏妍对二人道 求孕辞宽恕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胖屋柱声音都在发抖 是啊 我们上游老下游小 全指着我们吃喝 求孕辞开恩 现在出去 不会有事 等她回来 看到你们还在这儿 就说不定了 从战场上回来的人 杀人都杀顺手了 绝对不眨眼 两个屋柱相互对视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恐慌惧怕 然后齐齐冲着苏妍扣手 匆匆跑走了 没多久 宗司李又回来了 这时她已经把自己清理干净 换了一身干净清爽的长服 脸上的伤口也用了药 看起来没有那么猙獰吓人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个大窗可贴 把脸凑过来 好 宗司李也不问她手里的是什么 苏妍让她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 苏妍刚给她把伤口贴好 又一股剧烈的阵痛袭来 忍不住痛叫出声 死死地掐住了宗司李的胳膊 宗司李也紧张起来 面对魔兽百万大军 她都不曾害怕过 现在她体会到了害怕的情绪 炎炎 我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你就陪着我 在我身边就好 苏妍疼的脸都凝成了包子 好 宗司李心疼不已 只恨不得替她受疼 百倍千倍都可以 越来越密集地震疼袭来 苏妍知道很快就要生了 我再说一遍 如果我假死了 千万不要买我 过会儿我自己就醒了 嗯 宗司李吓得脸也白了 真的会 别担心 我不会有任何事的 猜猜是紫宝宝 还是熊宝宝 像你一样的属足子宝宝 呵呵 别 苏妍咬牙忍痛 宿主还有两分钟 太好了 这阵痛的滋味 无论多少次都忍受不了啊 苏妍闭上眼睛 深呼吸慢吐气 积攒着最后的力气 宗司李道 炎炎 咱们以后不生了 苏妍慢慢睁开眼 看着她忽然笑了 真的不生了 嗯 宗司李郑重道 苏妍拉起她的袖子 看着她被自己掐出了血印的胳膊 可我还想跟你再生一个呢 不要了 宗司李认真的凝视着她的眼睛 苏妍拉起她的手 看着她白皙漂亮的手腕 不 我要给你生 然后 一口咬住她的腕骨 用尽全力 有什么离体而出 继而眼前一片白芒 整个灵魂仿佛都飘了起来 在一片静的 连呼吸都十分清晰的空间里 恭喜宿主产下第六个子嗣 性别男 受体六位陆鼠 天赋 天接奥义风系 天接奥义空间 金髓丹 觉醒特炳系奥义 绝对天平审判 副寿 三位陆鼠 奖励积分十万 生子大礼包一份 母体天赋卷轴一份 特炳系奥义绝对天平审判 那是什么 苏妍听得有点猛 特炳系是不固定特制系的 非常规奥义统称 绝对天平审判 具象化天平两端的托盘 添加测量物 进行衡量审判 结果具有绝对无限性 说的有点晕 简单打个比方 好的宿主 如两个苹果 进行比重审判 在天平两端各自放一个 重的一方赢 输的一方付出代价 哦 感觉没啥特别的 不就是一杆秤吗 将来做个小买卖 应该挺方便的 苏妍很快就把这个奥义丢到了一边 直到后来 她看到这个绝对天平审判 连大路都能衡量 赢的一方继续存在 输的一方化为乌有 才知道这个奥义的绝对无限性 有多恐怖 小美 这个孩子 让你成长了多少 苏妍比较关心这个 因为这决定了 接下来 她要生什么天赋的孩子 小美的声音 听起来更为愉悦了 是的宿主 生子系统成长至99% 太好了 苏妍也很开心 但下一瞬又愣住 等等 难道我要再找一个 邻近以下的雄心生子 是的 小美回道 苏妍想了一遍 和她生过孩子的雄性 都已经跨过天阶的坎 哎 等我回学院再找吧 那个母体天赋卷轴是什么 增强自己的实力 也非常重要 天赋拦接 傲义服录 画幅的 是的 宗司里从苏妍的腿间 捧出她生的幼崽 雪白雪白的幼体 火红的尾巴 有六条 这是 这是传说中的六尾路鼠 虽然是天阶天赋 但等她进入化形期 会直接进入临阶 完全不用修炼 真是我的孩子 宗司里捧着幼崽 看着她用力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人都傻了 她又传承子思浪 音音小鹿鼠发出婴儿一般的声音 睁着一双黑钥匙一样的眼睛 瞅着宗司里 直到确认了她是自己的副兽 才躺在她的手心里休息 苏妍生子辛苦 小幼崽同样也很辛苦 努力地从母体挣扎爬出后 还要尽快适应和在母体里完全不同的环境 宗司里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幼崽专用的包备 还有幼崽床 这是她在知道苏妍怀孕后 特意准备的 至于屋住准备的那些 她不放心用 是个儿子 我们老宗家 倒是三代都是雄性了 宗司里把小幼崽先放到幼崽床里 哄她睡着 然后看向苏妍 她的心格外沉重 因为在苏妍生下孩子的瞬间 她就发现 她停止了呼吸 当时她觉得自己的心 也跟着停止了跳动 要不是又在挣扎着想要从包衣里出来的声音 提醒她 还有更重要的是没做 她现在可能也跟着走了 如同她爹当年 若非要抚养她 也跟着她娘回归受神的怀抱 炎炎 你说你是假死 不是骗人的吧 宗司里的五指和苏妍的五指交握 低头亲吻她的唇瓣 用自己的体温 温暖她渐渐冰冷的身体 炎炎 比火更炽热的舌尖 探入了苏妍的口中 企图勾起她和自己一起 只是苏妍根本没有半点反应 宗司里仔细回想着苏妍以前的动作 一点一点地从声色到苦涩 最后苏妍的脸上 落下一滴又一滴的滚烫眼泪 炎炎 你不是说很快就会醒吗 快睁开眼看看儿子 还有他叫什么名字 我都还没有给他取好 你来决定好不好 宗司里沙哑的嗓音 透着浓浓的痛意 一个蓝发蓝眼的少年男子 忽然出现在房间 看着绝望的宗司里 满口嘲讽道 你害死了他 宗司里的脊背一僵 慢慢回头 已经变成赤红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荣物 你算什么东西 荣物一把抓起了 又在床里的小露鼠 看到小露鼠有六条红尾 很是诧异 你们宗家 祖坟上冒清烟了 放下他 宗司里浑身散发出浓郁的杀气 可以 荣物猛地仰手一甩 小露鼠朝窗户外飞去 宗司里大惊失色 立刻顺移去接儿子 但等他抱住儿子 再折返回来 发现荣物不见了 和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床上的苏炎 宿主 系统更新 大约需要48小时 又有病毒了 是正常维护检修 等系统升级后 更新时间会大幅缩短 还差1%就能升级 啊 不行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别再给埋了 这次我假死了多长时间 20分钟 怎么这么长时间 系统内一分钟 系统外十分钟 宿主在系统空间内两分钟 外面已经过了20分钟 难怪上次 我明明觉得没多长时间 明明渊就把我给葬了 不行 我得赶紧出去 苏炎的灵魂回归身体 慢慢睁开眼 动了动手指 正要喊宗司礼 就觉得眼前有什么蓝色的东西一闪 颈部跟着锐痛 意识陷入了昏迷 蓝天 白云 无边无际的大海 软软长长的沙滩 苏炎服用了回元丹 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她身上还是生孩子时 穿的那条绿色的孕妇裙 衣服后面有片片暗色的痕迹 那应该是她生孩子留下的血迹 系统还在更新中 大约36小时后 才能重新启动 赤裸着雪白纤细的脚 踩在柔软的沙滩上 苏炎茫然四股 喂 有人吗 没有人硬打 苏炎皱眉 偏偏这时候小美更新了 不然直接顺移回去 只能再等36个小时了 翻了翻系统空间 找到一个帐篷 是生子大礼包里赠送的 现在倒是正好用上 费了些力气 才把帐篷织好 坐在帐篷配套的毯子上 打开一个水果罐头 边吃边望着海景 回想她醒来时 眼前闪过的那道蓝影 还有颈部的疼痛 她应该是被人给绑架了 谁绑架的 紫强吗 应该不是 虽然不知道 她哪得罪了这位小公主 但她是要她的命 绝对不会让她活着 蓝色的影子 蓝色 她认识的人里 好像有一个跟蓝色有关的 蓝发蓝眼的雄性 容物 是容物绑架的她 可为什么 或许 她可以问问她本人 平静的大海 水面忽然向两边分开 露出一条海底沙道 容物手里提着几条鱼 从水底走出 身上的衣服 甚至连头发丝 都没有湿一点 苏妍把手里的罐头收起 至于帐篷已经织好了 且被她看到 也就不管了 容物 这里是哪儿 我要回去 苏妍冷声赤道 容物笑了 刹那间 那张脸美得让人心惊失神 那可不行 我费了好大劲 才把你从东区黄兜 带来南区 这里是南区 苏妍促眉 南区多海湖 是水族兽人的领域 不过水族兽人 几乎一生都不会离开水 所以陆地上的纷争 也从不干涉 你是水族兽人 我是水族两栖兽人 既能在水里 也能在陆地上 水族两栖 你本体是什么 苏妍想着她知道的 关于水族两栖的动物 蛙类 鳄鱼 河马 容物忽然顺移到苏妍的面前 目光落在她纤细又平坦的腹部 完全不像才生了孩子的雌性 给我生了孩子 就知道了 苏妍道 你以前不是拒绝我了 容物 我现在又同意了 苏妍不为所动 抱歉 我这个人信奉一句话 就是 好马不吃回头草 想让我给你生孩子 不可能了 第96章 这就是个精神病 第96章 这就是个精神病 2024年3月6日 作者 清玄 第96章 这就是个精神病 如果我非要你生呢 容物一把掐住了苏妍的脖子 眼神陡然变得鹦雾凶狠 苏妍指示着对方 占蓝色的眼睛 丝毫不退切 我不 生 那我就杀了那只小鹿鼠 容物眼中爆出疯狂杀意 苏妍的唇角微微下拉 若是了解她的人 必然知道这是她怒急 赤道 唇不可及 她之前怎么会想和她生子 幸亏没成 不然这孩子除了颜值 其他都堪忧 你说什么 容物的脸色更难看了 苏妍不屑道 用孩子来威胁她的母亲 你本事可真大 你 容物渐渐冷静下来 35小时40分钟 苏妍看了演系统更新结束的时间 如果你要娶我性命 麻烦快点 不然就放开 我才生了孩子 身体虚弱得很 需要休息 容物放开了她 看向她的帐篷 哪来的 天上吊的 苏妍懒得跟她解释 转身回了帐篷里 拉上帐篷拉链 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容物听着帐篷内 细细索索整理东西的声音 捡起地上已经死透了的鱼 开始收拾起来 瞧着一副桂门公子 五指不沾阳春水的模样 没想到杀起鱼来 十分利落 而且她是水系的奥义 很快三条鲜肥的海鱼 就收拾干净了 用水原力凝出几块冰 把三条海鱼用冰镇着 她看了眼帐篷 又进了不远处的树林里 没多久 抱着几个圆球形的金色大果子 还有一捆柴回来 苏妍确实睡着了 回原单虽然让她身体状态恢复了 但精神方面还是差些 只是睡得不太安稳 恍恍恍恍的 墨地 有什么软软的东西 贴在了她的嘴巴上 还带着一股海水的清凉相韵 她身体本能地张开嘴巴要呼吸 然后那软软的东西 趁机钻了进来 随即苏妍意识苏醒 反应过来是什么后 何耻用力地咬下去 荣物及时收回了自己的舌尖 不然以苏妍的狠劲 怕是真保不住 你个毒妇 她立刻抱怨道 苏妍气急返效 我毒妇 呵 到底谁混蛋流氓坏呸 亏你还是十家子弟 没想到如此没品 还是说外生随旧 你骨子里就喜欢犯科作恶 荣物的亲舅舅 林府原神兽学院的院长 和同为院长的子院 协同管理神兽学院 后来突然被人举报 早年曾诱坚辞性致死 且证据确凿 神兽学院的领导曾得之后 上达授谎 授谎下了进口令 学院招生在即 防止此事轩然 影响了招生 并派人秘密处理了林府 苏妍会知道 是宗司里的爹老宗头跟她说的 那位只要一喝点酒 就特别爱说话 什么都往外道 苏妍套了不少关于宗司里的糗事 被戳到痛脚的荣物 转身离开了帐篷 苏妍用消毒湿巾 用力擦擦嘴唇 恨不得喝口高度消毒水漱口 等她从帐篷里出来 只看到荣物一个闪湿 进了大海里 帐篷外 有几个像椰子的金色果子 还有三条鲜鱼 被鲜枝条串起 架在一堆柴上方 就差起火烤了 而她是火稀傲义 苏妍看看果子 再看看鱼 最后目光落在了海面上 小美对富寿雄性的选择标准 就是掐尖 掐苏妍能接纳的最高天赋的一件 荣物是地阶水系 不太符合她的标准 但也不是不行 但在小美看到宗司里后 直接把荣物这个备胎删了 而小美不认可的富寿雄性 苏妍也多少会受到其影响 对这个人没有兴趣 苏妍走进了海水 感受着海风浮面的轻柔 还有空气中海水的气息 不知为何 她忽然生出了一丝悲伤的感觉 仿佛某个人心情 透过海水传递给了她 苏妍微微醋眉 后退了几步 离开了水 那种感觉又消失了 荣物从水里出来 手里抓了一只一米多长的超级大龙虾 苏妍最爱吃龙虾了 眼神顿时不受控制地 朝她手上的大龙虾瞟去 苏同学 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对你 也不该把你强行带到这里来 等你吃饱了 我就送你回去 荣物原本梳起的额发 此刻搭拉了下来 显得本就小巧的脸 更小了 而且那双满含悲伤的眼睛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共情 苏妍忽然想起 刚才那股悲伤的感觉 难道 你 不是她吧 苏妍看着此刻的荣物 心里生起一股怪异感 包子好吃吗 荣物忽然笑了 柔软悲伤又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 苏妍试探着问道 荣若 她回道 果然 这就是个精神病 她是双重人格 那荣物是 她是弟弟 我是哥哥 黄兜 荣府内死一般的寂静 老宗笑眯眯地盯着惊恐至极的荣家主 看在以往交情的份上 三天时间 不 一天 我肯定抓到逆子 交到宗府 任凭宗兄处置 王儿媳妇少一根头发 我要你荣家陪葬 老宗笑呵呵地说完 起身走了 她的身后 是皇城保卫军 明显 她此次过来 是授皇同意的 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 都不会被授皇问责 这也是荣家主真正害怕的 从领府出事后 他们荣家就被拖累到了风口浪尖 多少从前交好的世家 都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连原本友谊荣物 常来荣府做客的小公主 也被授皇下了禁令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荣府就从皇兜顶流 变成了墨流 多少代的金银 莫名其妙就败了 现在 又出了荣物绑架宗氏儿媳妇的事 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他们荣府看来是 没法在皇兜待着了 我就说她迟早是个祸害 早些送到南区去 老爷还不同意 现在可好 整个荣家都搭进去了 荣夫人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的荣夫人是续贤 因为没能给荣家主 生个一词半雄 所以一直不被重视 现在荣夫人瞅着败了 她也不忍这口窝囊气了 荣家主看着她 忽然想起什么 要不你去求求你的表弟 看她能不能帮忙 说到这个 荣夫人的脸 瞬间黑得跟乌云也差不多了 裴玄的儿子是谁生的 你知道吗 刚调完申回来 先给宝贝们更新上 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 感觉很落寞 但看到宝贝们的书评关心 还有打赏票票的支持鼓励 心里又好温暖好温暖 今年其实最幸运的事 就是和宝贝们以文字结识 不是说从森与寿林带回来的 就是你那个好儿子绑架的苏妍 她生的 你以为林府早年犯的事 早不举报 晚不举报 还证据确凿 谁干的 不就是你的好儿子 惹了不该惹的人 你的意思是 裴玄 苏妍吃着烤大龙虾 听了一个在再婚家庭 逐渐成长扭曲 致精神分裂的悲催少年故事 印证了那句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荣若是哥哥 也是主人格 荣家主在婚后 就忙于应酬和家族的生意 对荣若有时候几个月 都见不了一面 荣夫人对荣若不是喊就是骂 把荣家主对她的冷落 和生不了孩子的愤怒 全部发泄在了幼年的荣若身上 后来荣若越来越漂亮 虎狼之年的荣夫人 竟对她起了乱得之心 这时候荣若分裂出了 第二人格荣物 荣物性格乖利 说话尖酸刻薄 暴躁冲动 自虽易怒 她的出现 着实让荣夫人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荣若渐渐地 荣若在外主导身体 甚至连家谱上的名字 也从荣若改成了荣物 她的心愿 是想要消失 最好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苏妍和白开心买包子那次 本是她最后一次出现 再次交换掌控权后 她选择了永久沉睡 后来苏妍遇到的都是荣物 荣物那个混蛋呢 轻薄了我 连责任都不敢承担 躲起来当爱哭鬼 苏妍啃着大龙虾前肉 别提多爽 荣若笑道 她不想出来 我也没办法 苏妍又喝了一口黄金叶果汁 还是个胆小鬼 那你能送我回去 我孩子刚出生 需要照顾 嗯 荣若回道 我是双寿身 为露寿时 天赋是地阶 水寿时是天阶 我用天阶天赋 可以使用顺一术 牛 你这妥妥的 就是半猪吃虎 简直防不胜防 整整差一阶的实力 低估了她 绝对会当场吃亏 呵呵 荣若笑了笑 把挑好鱼刺的鱼肉 递给苏妍 替我弟弟给你赔个不是 如果我能补偿的话 尽管提 不用了 我就当被狗啃了一口 苏妍接过鱼肉 对于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还是别太叫真的好 谢谢 荣若脸上露出温柔似水的笑容 苏妍正好看到 很是被她给迷了一下 还是你出来掌管身体吧 不然迟早被你弟弟玩完了 短时间内 我还有些事要做 荣若继续给苏妍包龙虾肉 苏妍吃了个肚子圆 荣若帮苏妍把帐篷收了起来 还有她衣服上的污渍 也用水源里清理干净 绿色的孕妇裙 焕然一新 苏妍笑道 我的旅社也有个水系的伙计 每天看她用水系奥义打扫卫生 就觉得十分解压 简直赏心悦目 各家天赋奥义 其实都是为了种族 能更好的延续 也就是用它来为人服务 没错 苏妍看着荣若 渐渐变化出了瘦身 耳朵变得越来越长 身形高了有一倍不止 蓝色长发几乎叶地 眼睛眉梢多了一抹金色的亮影 最后连皮肤都变成了淡淡的蓝色 五官更是妖娆艳丽到了极点 下半身变成了鱼尾 闪烁着七彩波光的鳞片 犹如彩虹羽衣 好 好漂亮 苏妍惊叹地去抚摸她的鳞片 荣若见她喜欢 抬手撕下了一片 递给了苏妍 完全不顾那被撕去鳞片后的皮肉 流出蓝紫色的血液 苏妍见状 忙把鳞片又摁了回去 你疯了 你不是喜欢吗 喜欢也不代表非要得到 欣赏懂不懂 苏妍看着伤口的位置 在鳞片按回去后 立刻又止了血 才松了口气 别发疯了 回吧 真是服了这个神经病了 难怪宗司李说 她脑子有问题 明亮又温馨的房间里 情绪沉到深渊的宗司李 抱着刚出生的小露鼠 死死不肯放手 之前在黑暗大陆时 她还好笑 陪玄连沙魔兽都要带着儿子 恨不得时时刻刻叼在嘴里 放在背上 现在她突然就理解了 小家伙饿得受不了了 拼命挣扎着叫着 老宗刚好从外面回来 听到幼崽的叫声 知道她饿了 便拍了拍宗司李的肩膀 让孩子先吃奶 宗司李这才松手 让老宗从她怀里抱过小露鼠 老宗抱过小家伙后 又鼠了一遍她的尾巴 确定是六条 嘴巴再自乐得快要一刀耳朵 最后在小家伙恶极的叫声中 小心翼翼交给汝慈去喂养 转头要跟宗司李说点什么 见她还一副失魂丢破的样子 收敛了笑容 她也从这个时候过过 知道没人能帮得了 只能自己走出 咳嗽了声才道 小苏那孩子 一看就是福气象 必会逢凶化吉 平安回来的 而且我也给荣家施压了 他们已经派人前往南区寻找 天亮之前 我若是看不到她 荣家上下 全部发配黑暗大陆 顺宜需要原力支持 本来 荣物带着苏妍 从东区黄兜跑到南区 就基本上把原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现在又折返 便有些不知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寿人来说 夜里失误 并无障碍 天赋高的 更是不分白天黑夜 明天天亮前能到黄兜 荣若恢复人身 脸色苍白地对苏妍道 也不用那么急 苏妍回道 你多休息一会儿 不 夜长梦多 荣若打开装帐篷的包 准备搭帐篷 等等 前面是个城镇 要不咱们过去打听一下 哪有传送镇 没有原力 还没有财力吗 荣若顿了顿 看着灯火吸收的城镇 最后硬了 好 近乎荒废的小镇 街道两边长满了杂草 一些商铺 门扇都掉落了 这里发生什么了 应该是遭到魔兽清洗 那是魔兽死后留下的痕迹 荣若指着一个破络的角落 那里有一些黑色灰烬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救命啊 有求救声 突兀响起 苏妍忙要过去看看 却被荣若拦住了 小心点 你觉得有渣 苏妍也冷静下来 看着周围荒破的房子 确实要多留几个心眼 我在前面 荣若把苏妍挡在身后 苏妍看着她少年奇长的背影 想着她的心愿 就是消失在这个世上 她是对这个世间有多绝望 才没有任何的留恋 荣若所作所为 你都知道吗 苏妍有些好奇 她们主从的关系 荣若摇头 她掌控身体的时候 我都是沉睡的 苏妍走在她的后面 看到地上留下她清晰的脚印 便顽心起的 踩着她的脚印往前走 砰 忽然 她一脑门撞在了她的背上 瘦削的背 像是撞在了树干上 有点疼 怎么停下来了 荣若回头看看她 抱歉 到地方了 苏妍探头朝前看 一只黑油油的老瓜鸟 在梳理自己的羽毛 等她梳理完了 继续喊道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救命啊 苏妍一头黑线 她是从哪儿学来的 应该确实有人需要帮助 荣若走到老瓜鸟面前 跟她说话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 老瓜鸟乌溜溜的黑豆眼睛 瞅着荣若 最后一阵翅膀 走了 苏妍没忍住 扑斥笑了出声 荣若尴尬地笑了下 看来就是普通的学蛇鸟 嗯 继续往前走吧 去问问亮着灯的人家 这次 荣若走在她的后面 苏妍时而回头看看她 见她目光温润如玉 脸上也带着柔和的笑容 很难让人不对她有好感 小公主 子乔你认识吧 我有个堂妹和小公主关系很好 常会带着小公主来本家玩 那你说 小公主是喜欢你 还是喜欢荣若 荣若没想过这个问题 甚至她都不知道 小公主对她没有心思 我猜 应该是你 因为荣若着实有点难讨人喜欢 可也正是荣物的恶劣 才能逃过荣夫人的恶障 荣若道 这跟我没有关系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想嫁给公主吗 从没想过 也对 你都想着永久沉睡了 自然这红尘万丈 跟你也没关系 苏妍双手背在身后 慢慢走 我就正好相反 这红尘万丈 她想要从头来过 我有一个秘法 可以把寿命送人 你要我的寿命吗 荣若对苏妍郑重道 苏妍停下脚步 回头震惊地看着她 你说什么 我能看到你的寿命 已经不足一年 荣若回道 怎么可能 她怎么能看到 是天赋傲义吗 反正荣物也不讨人喜欢 不如和我一起离开 荣若认真的看着苏妍 她是真心想把寿命送她 不必 苏妍冷色拒绝 荣若没有再继续说 两个人 就那么沉默地前后走着 来到一户亮着灯的房子前 门口打扫得很干净 还有煮饭的烟火箱 从院子里飘出 苏妍敲了敲门 很快 一个老爷子过来应门 谁啊 荣若回道 我们是过路的 想讨杯水喝 还有问您打听点事 支呀呀 门开了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爷子 看着苏妍和荣若 特别是荣若 好漂亮的一对碧人 快进来吧 苏妍想要说什么 只听荣若强话道 谢谢老伯 我和七主叨扰了 七主 苏妍瞪大眼睛 口型问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她这样会比较放心 荣若回道 苏妍 她怎么没看出来 还有 说是兄妹或姐弟 难道不行吗 进了屋里 一个老婆子 正在摆弄碗筷 桌子上放了一盆野菜汤 看到老爷子 领了一对年轻人回来 便问道 这是 过路的小两口 老婆子再去添两副碗筷吧 老爷子也热情好客 苏妍忙道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吃过了 粗茶淡饭 别客气 老爷子摆好凳子 请苏妍和荣若坐下 一起用饭 老婆子拿了碗筷过来 还又拿了两个水煮蛋 给他们吃 长得可真好看 老婆子活一辈子 都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好看的慈兄 多谢婆婆 你也很漂亮 就算老了 也是最漂亮的老太太 苏妍接过水煮蛋 顺手给了荣若 老婆子被苏妍夸的 老脸上乐开了话 好孩子 快吃饭吧 荣若包了蛋壳 把两个白白嫩嫩的鸡蛋 都放在苏妍的碗里 苏妍小声道 我给你吃 她是真不爱吃水煮蛋 除非饿极眼了 眼下她一肚子的龙虾肉 半点也不饿 荣若笑道 我知道你爱吃蛋白 我吃蛋黄 苏妍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 好 桌下则狠狠地踩了她一脚 荣若表情微微一致 随后笑得更温柔 宠溺的眼神望着苏妍 苏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家伙脑子有病 不和她一般见识 喝着连盐都没放的野菜汤 荣若却像是在吃极品美味 不住地夸赞 苏妍只能附喝着 然后一口干了碗里的野菜汤 再吞一口蛋清 撂了筷子 再吃点吧 汤多的是 老爷子说话 就要给苏妍盛汤 荣若及时接过碗勺 我来 老伯您先吃 好好 老爷子热情地笑道 苏妍悄悄瞪着荣若 小声道 我真的饱了 再吃一碗 荣若还是给她盛了满满一碗 对孩子好 苏妍眼睛瞪得更大了 哎呦 闺女怀孕了 老婆子顿时激动起来 苏妍脸上露出一个 甜美羞涩的笑容 但看下荣若时 都快冒出火了 是 是啊 老爷子 去把咱家的那只公鸡杀了 给闺女补补 好好 我这就去 不用不用 我这几天害口 就喝口野菜汤很顺气 鸡鸭鱼肉啥的 都吃不下 哦 确实有害口这么一说 老婆子生育力下等 一辈子也没生过孩子 倒显得不懂了 你和老伯恩爱白头 也很好啊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不可能啥都让你拥有 珍惜自己手中握着的 就足够了 苏妍拉着老婆子的手道 老婆子点点头 竟活得还不如闺女通透了 来 再喝碗汤 饶了她吧 苏妍端起重四千斤的汤碗 容若问过老爷子 这个小镇确实遭到了魔兽侵袭 镇上的人死得死逃得逃 最后就剩下几乎像他们这样 要钱没钱 要能力也没能力的老人 活一天算一天 至于传送镇 小镇上就有一个 在寿神殿 只要装上金币 就能启动 镇子上的人 就是从传送镇离开 前往飞凤州 苏妍给二老留下一堆赤币 还有一些金币 以及一些鲜肉 果菜 糖盐等物 悄悄和容若离开 来到神兽殿 确实有个传送镇 但是情况不太好 有几处破损 并不能立刻启动 容若对传送镇有些研究 立刻上手开始修复 苏妍看着她 问道 问你个问题 你怎么能看到寿命 并非什么人都能看到 只有将死之人才可以 容若看着她 等我把事情办完 就把寿命送给你 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东西 不用你送 我自己可以给自己续命 苏妍见她给传送镇 装好了金币 道 走吧 天快要亮了 黄兜 前往森与寿林的传送镇 容家所有有天赋的雄性 都被带来了这里 没有找到容若 也没有苏妍的消息 宗司里如她所说的 要把容家人都送到黑暗大陆流放 老若妇又除外 容家主也知道 这是宗府最大的退让和仁慈了 让他们容家去黑暗大陆杀魔兽 也死得其所 毕竟容家也有两个 极为看重的中上生育力慈性 被患魔兽抓走 还死在了黑暗大陆 他们早就想去报仇了 倒也算圆了这个心愿 多谢宗兄 容家主向老宗行了一礼 老宗拍拍他的肩膀 保重吧 这一去 注定是回不来了 宗司里没有出现 他已经抱着儿子前往黑暗大陆 他的一空间中 带足了够小鹿鼠喝一个月的奶 老宗自然是不想 才出生的小鹿鼠跟着宗司里走 可好说歹说就是没有用 他还是带着走了 传送阵忽然亮起 所有人都朝传送阵看去 是有人传送回了黄兜 一束刺眼的白光后 显露出两个人 正是苏炎和荣若 他们在传送到飞凤舟的时候 恰好飞凤舟到黄兜的传送阵 出了点问题 又一番休整 才赶回来的 这时候 太阳已经出来 看到他们二人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老宗尤其是 直接红了眼眶 回来了就好 而荣若那边等着他的 则是荣家主的一个大耳瓜子 狠狠地打在荣若冷白瓷鱼般的脸上 顿时捂到血痕指引浮现 苏炎也听得心惊肉跳 你怎么打人啊 荣家主立刻向苏炎恭敬地 行了一个大礼 真逆子绑架苏桂慈 犯了食恶不赦的大罪 今日便交给苏桂慈处置 要打药杀 悉听尊辩 苏炎愕然 看向老宗 这什么情况 老宗简单说了说 荣物带走你 兽皇勃然大怒 便下令让司理问责荣府 司理给了他们一天时间 只要能把你送回来 这件事便能轻放 如果不能 荣府满门流放黑暗大陆 苏炎醋眉 看向荣若 绑架我的是荣物 眼前这个人是荣若 荣若 老宗打量荣若 好像是没有以前那么嚣张 还整天拉着一副 别人欠他什么的讨嫌模样 荣若恭恭敬敬地 向老宗行了一礼 学生荣若见过宗老 比以前是懂礼了 老宗若有所思 荣家主可不管这些 什么荣物 荣若 不都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孽障 真是后悔生这么个杂种儿子 老宗 他就交给你了 黑暗大陆 我们荣府也一样要去 不为别的 就为荣府的女儿报仇 说完 就带人朝传送镇走去 之前可以说是被流放 现在不一样 他们是自愿请命去的 老宗向荣家主拱手一礼 荣家主大义 我这就禀明寿皇 等荣家主回来 定情守宫 多谢 荣家主回礼 然后又极其伶俐 又厌恶地看了一眼荣若 荣家 荣不下你了 此话便是逐他出荣府的意思 之后 他们一群人便消失在了传送镇 荣若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苏妍拍拍他的肩膀 我去跟陛下解释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责任 我不该放任他 对不起苏妍 给我几天时间 我再来找你时 任凭处置 真不用 那什么 你去忙你的吧 千万别再来找我 苏妍确实也不想再见到他了 荣物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冒出来 荣若知道他的意思 温柔又悲伤地笑了笑 顺移离开 老宗诧异 他是天阶 他是双寿身 一个天赋是地阶 一个是天阶 都是水系 哦 我想起来 他的生母 好像是南区的雌性 生下孩子就死了 脸上一直戴着面纱 外人也没见过他长什么模样 苏妍想着荣物的人鱼瘦身 那位应该也是人鱼吧 私里和孩子呢 唉 说起私里 就倔强得不得了 他带着孩子去黑暗大陆了 什么 还有19个小时 系统才更新完毕 苏妍如坐针毡 那么小的幼崽 怎么适应得了黑暗大陆的环境 连他过去都要先服解毒丹 而媳妇不用太担心 陆鼠一族 天生对黑暗抗性高 魔气难亲 老宗亲手熬了一锅肉粥 端给苏妍 苏妍忙站起来 双手捧接 谢谢宗爹 快吃快吃 只要喊自己爹 代不代姓都无所谓 我进宫见过陛下了 陛下都指你回来 龙岩大展 已经让自己的随时鱼宴 前往黑暗大陆 命令私里带孩子回来 嗯 苏妍喝了一口粥 再是抗性高 也还小 他想要杀魔 让他去辨识 孩子起码留下 以后不能由着他 对 而媳妇说得极对 回头我就这么教育他 老宗对于苏妍这个家族大功臣 现在那是言听计从 毫无二话 苏妍失笑 孩子安全 我是放心的 没有绝对的把握 想来他也不会待在身边 就是这么小 遭罪 而媳妇说得非常正确 满满呢 好些日子没有看到他了 他 苏妍这才想起来 小家伙被他丢在了系统空间里睡大觉 系统空间可以设定孩子们的状态 睡觉 游戏 语言 或者是学习天赋技能 眼下满满还小 苏妍基本上都是让他睡觉 或者游戏 学说话 天赋技能大些了 再让他学 哦 他还在捋设吧 回头我把他带过来 陪宗爹玩 好好好 那我就等着了 对了 我这次被荣物掳到了南区 东区和南区关系怎么样 一般吧 黑暗大陆的魔兽不会攻击南区 所以他们独善其身 极少和东区往来 为什么魔兽不攻击南区 反而东西两区频发 东南西北四区 东区无论是兽人 还是种群都最多 秦人族也在东区 囊括了大陆八成资源 西区次之 但近些年来 无论是种群和数量 都在逐年恢复 南区和北区 兽人极少 南区的兽人族 都是水兽 生活在水里 一般不会上岸 全部加起来 还没有东区一个州的兽人数量多 北区因为中年极寒 只有一些抗性高的兽族 如北极熊兽和雪豹兽 和一些零星不怕极寒的种群 兽人数量全部加起来 不超过两千数 而且还在逐渐递减 上一次北区兽皇前来 皇都为吴皇贺兽 置身一人 着实凄凉 五百有余的兽数 没有一此半凶 那 除了东南西北四区 还有其他区吗 你是想问 大陆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兽人区 嗯 老宗给苏妍又包了一个灵品鲜果 咱们所在的兽氏大陆 只是偌大兽世界的基层部分 若把兽氏大陆 看作兽世界的一个区 那确实还有很多个兽人区 兽世界 苏妍想起小美说过 她的名字就是兽世界生子系统 所以 她原本以为西区是新手村 到了东区 开始闯关升级 然后完成任务回地球 实际上 整个兽氏大陆 才是新手村 犹如井底之蛙 看到了真正的天 苏妍傻了 小美啊小美 难怪你之前19任宿主都废掉了 如果是这样 她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19个小时过去了 苏妍躺在床上 摆弄着满满玩 小家伙睡了个大觉 现在精神头极好 张口就要喷火球 火化了她亲娘 宿主 小美已经恢复正常 下一个生子副兽可找到了 我还没找 倒是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兽氏大陆对我来说 是不是新手村 是的宿主 这里只是系统升级的起点 等系统从凡兽级升至零兽级 宿主可前往零兽大陆 这里也有零阶级的雄性 比如满满的副兽 小号的副兽 此次更新 系统接收到了最新的消息 圣战马上要开始 兽氏大陆的零阶 会随机进入零兽大陆 参加圣战 圣战 那是什么 苏妍愣住 满满张口一个火球 涂在了苏妍的头发上 一股高窜的火苗燃起 苏妍吓了一跳 忙起来灭火 头发废了 过腰的雪白顺直长发 成了一团烧焦的草 满满 明语真 苏妍气急 娘对不起 满满下次不敢了 满满一边有恃无恐地叫着 根本不怕苏妍会对她怎样 一边扑扔着肉翅膀 废数窗户找三头犬完了 苏妍叹了口气 对小美道 先看看我这头发 还有没有就把 小美回到 系统商店可提供美发工具一套 五积分 不能免费送我吗 看在我那么卖力生宝宝的份上 全宇宙超级无敌系统 美少女小美姐姐 苏妍对小美撒个娇 小美 好的 宿主请取用 苏妍开心了 虽然没有多少积分 但好羊毛的感觉 真好 修理完烧焦的地方 只剩下中短发的长度 剪个什么发型 苏妍想了一会儿 最后剪了她最熟悉的 所谷微卷发 可甜可言 慵懒性感又洒爽 那个人很喜欢她留这个发型 可能是适合她的脸型 也或者是比较斩男 看着镜子里修剪的 完美漂亮的发型 苏妍的心头 升起一团乱续 脑海里也不受控制地 闪过那道高大奇长的 轻瘦身影 白色衬衣 黑色西装长裤 常年唇边闲着 冷沉寒香的烟 工作时 俊觉得眉眼锋利桀骜 不工作时 会懒卷深邃地凝着她 把她抱在怀里 做着最狠的情事 在知道她怀孕后 又亲手把孩子 从她的身体里拿掉 小美 清理感情缓存 苏妍几乎尖叫地喊道 好的宿主 已经清理完成 小美回到 为什么我还会想起她 苏妍问道 那个人的影子仍在 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可能是 小美犹豫了一下 才回到 她死了 系统可以彻底清除 活着的人留下的感情印记 但死了的人 会永远存在宿主的心理 甚至是重现 不行 苏妍眼中流出两行 痛彻心扉的泪 我绝不允许 她凭什么死 对我做了那么多残忍的事 却轻易死去 还要在我的心里 留下抹不去的烙印 我绝不允许 宿主可要复活她 小美问道 多少积分 苏妍完全没有犹豫 一千万积分 宿主慎重考虑 不用考虑 复活她 否则她别想 再完成任何一项任务 好的 小美应道 可能是几秒钟 也可能是几分钟 或者几个小时 甚至是几个世纪 小美的声音再次响起 秦莫复活 身体健康值100% 宿主负债 9821306积分 把她从我心里彻底删除 苏妍的声音无力沙哑 好的 清除完成 小美的声音中 透着一丝怜悯 苏妍的心绪一瞬间 平静了下来 甚至想不起 秦莫具体的模样 娘 满满 从窗户又飞了进来 有人来找你 谁啊 苏妍整了整身上的衣服 走到窗边 一个子发子眸 俊美妖艺的男人 站在小楼下 烟红的薄唇情笑 炎炎 还好吗 不好 苏妍把满满收入系统空间 然后直接翻窗 飘下 接着 紫妍诧异地看着朝她坠落的苏妍 她的眼角 还有没有消失的泪痕 稳稳地落入紫妍的怀中 苏妍挺身吻上她的唇瓣 带着一抹决绝的狠劲 紫妍没想到她会如此主动 不过送上门的美人 她可不会放过 请告诉主 不可跃及生子 小美的声音响起 苏妍回道 这次不生 送上门的美男 我只想享受一把 小美 你们俩还真像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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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两天 苏妍才从林海元回到旅社 这两天的放纵 也是一笔糊涂账 但她总要为自己的冲动找个借口 就把紫妍儿和矮屋住密 谋害她的视频 给了紫妍 和她云语纵欢 只是为了报复 紫妍看起来有些不悦 苏妍才懒得管她的心情 反正她就是为了自己爽 而寿黄不愧是寿黄 在花魂上 绝对超一流 宗司里没有回来 黑暗大陆那边的形势吃紧 只是让于燕把小鹿鼠送了回来 苏妍还是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小六子 雪白雪白的皮毛 和她的很像 六条红色犹如火焰的尾巴 黑葡萄一样漂亮的大眼睛 头上鼓着两个小肉包 应该是将来长脚的地方 娘的乖宝 刚出生就跟爹爹 去黑暗大陆旅行了 可开心 开心 小鹿鼠发出十分稚嫩的声音 苏妍抱起她 用力地亲了又亲她的眉心 大名让你爹取 娘给你起个小名 就叫葡萄好不好 葡萄 小鹿鼠瞅着她 对 这是你的姐姐 满满 苏妍把满满从空间里又取了出来 满满出来后 正要抗议 以后不许忽然就强迫她睡觉 就看到小鹿鼠 而且她的身上 散发出和她血缘至亲的气息 歪头瞅着她 你是谁 她是你弟弟葡萄 踪爹爹的儿子 以后要保护弟弟 不被人欺负 好不好 在苏妍看来 葡萄的天赋 没有满满的好 满满头上的呆毛 突然直立了起来 眼睛也瞪大了 我是姐姐 苏妍屈指弹了一下 她的呆毛 笑道 对 所以要有一个姐姐的样子 以身作则 不许带坏弟弟知道吗 知道了娘 满满站在葡萄的背上 走 我给你介绍一个 长着三个头的好朋友 葡萄看看苏妍 苏妍温柔地点头笑道 去吧 和姐姐好好玩 娘给你们准备吃的 葡萄跑得还有些不太稳当 但满满会纠正她 姐弟俩相处得很是融洽 苏妍放开系统地图 时刻盯着他们在外面的情况 然后打开生葡萄时 得到的生子大礼包 恭喜宿主 获得地阶天赋 火系奥义 顶级黑色系礼服一套 钻石高跟鞋一双 高压锅一口 金盐五百斤 纸巾二十大包 天阶右手专用奶粉五十罐 右手专用奶瓶四个 温奶碗两个 方便面三十箱 黄油一百块 奶油一百升 卡通保温水壶十个 婴幼儿毛巾四十条 新年压岁礼盒六个 新年压岁礼盒 苏妍很是意外 这是什么 宿主是地球上来的 那边现在正是过新年的时候 过年 苏妍想起了妈妈 眼眶不由酸涩 沉默了好久 苏妍才升接了自己的火系天赋 然后又取了一罐 天阶右手专用的奶粉 还有两个奶瓶 冲好奶粉后 走到窗边 对在小花园里 当大姐大的满满喊道 满满 带弟弟回来 吃饭了 满满立刻指挥葡萄 背着他回去 三头犬羡慕的眼神 望着他们两个 苏妍看到三头犬的小眼神 笑了笑 从空间里取出来 三块鲜嫩的肉条 丢给三头犬 顿时 三头犬兴奋地叫起来 埋头开吃 苏妍看着两个孩子 喝完奶粉后 先后打了宝格 量很大 竟然也只喝了一瓶奶就饱了 满满打了个哈欠 娘满满想睡觉 睡觉 葡萄也困了 苏妍瞧着他俩 忙问小美 这奶粉怎么回事 天阶右手专用奶粉 是系统专门为 天阶右手研发的配方奶粉 百分百营养好吸收 请宿主放心给宝宝食用 这词怎么有点耳熟 苏妍铺好床 让两个小家伙睡了 然后坐在床边 看着他们两个 想起空间里的新年压岁礼盒 取了两个出来 放在他们的身边 还有四个 裴玄应该把小浩 带去了黑暗大陆 苏妍问小美 能把礼盒送给小浩吗 传递费用50积分 小美回道 苏妍应道 好 另外三个也一并送了吧 看着系统空间里 礼盒都一一消失了 苏妍轻叹了一声 不跟吴回宫 却在这里叹息 紫棋出现在苏妍的身边 苏妍抬头看了他一眼 低声清潮 天阶的顺一束 还真是百无禁忌 随时随地出现 怎么 紫棋用修长的指尖 挑起他诱人的下巴尖 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凝视着他的眼睛 脑海里是他流泪未干的模样 想要孩子吗 苏妍把他的手指拨开 目光落在床上的 蛮蛮和葡萄身上 紫棋笑道 明知故问 也对 我这等姿色 哪能入陛下的眼 不过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苏妍站起来 但还不等他站稳 就被人一把强硬地 揽入了怀中 下一瞬 便出现了林海元的小木屋里 不久前 他们才在这里疯狂撤欢 没错 吴就是看上了你的声誉力 紫棋的声音 明明和平时没有区别 却让人生出恐惧之感 子某鬼魅幽碎得可怕 苏妍觉得自己 仿佛被深渊的庞然大雾盯上 那种毛骨悚然之感 身心站立 好啊 满足我 就给你生 苏妍不怕死地挑衅 双腿主动缠上了 他攻击力十足的斩腰 紫棋看着他 墨地把他按在了自己身下 低头深锈他颈尖的魅骨芳香 吴从没见过比炎炎 更会玩弄情势的雌性 是吗 那今天就算了 苏妍突然没了兴致 我还要照看孩子 回头等我准备好了 会找地下的 这期间 便先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炎霸 顺移离开 紫棋博唇边的笑意更玩味了 护之急来 挥之急去 当吴是谁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苏妍收起自己画的那些鬼画符 没有一张能用 看来自己这天赋着实有限 白开心敲了敲门 苏姐 进来吧 苏妍回道 苏姐 这是兽神学院的千年庆典请帖 千年 神兽学院建校千年了 是的 苏姐要去参加庆典吗 去吧 带着蛮蛮和葡萄去热闹热闹 葡萄 我儿子啊 刚生的这个 这名字好 吉利 又预示着苏姐将来多子多孙 哈哈 平嘴吧你 就随口起的 这几天 旅设怎么样 每天都客满 我想再招两个人 正好刘花镇来了两个找活干的老乡 一个是拦截水系 一个是木系绿街的 天赋低了点 但干活实在 苏姐你看 白开心不太好意思地挠挠头 苏妍笑道 咱们招人是为了干活 又不是选美比天赋 能把活干好就行了 谢谢苏姐 白开心放下手里的情帖 跑出去了 苏妍笑了笑 然后打开了情帖 渐渐的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变得十分凝肃 请贴上的时间是两个月后 8月13日 圣战开始的时间也是8月13日 圣战的目的是临街雄性争夺和圣词的生育权 而她是圣词候选人之一 原来生子系统也并非只有小美一个 还有其他的生子系统 想来也是 这么大的寿世界 就小美有点势单力薄 虽然她不知道 这个生子系统升级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绝对不是只是为了生子 肯定有其他的目的 或许 只有到了最后那一步 才能知道吧 这个千年校庆和圣战有什么关系 苏妍问小美 小美回到千年校庆 就是圣战的开幕式 到时候 所有的临街兽人 都会进入一个特殊的灵兽大陆 开始竞争圣词 宿主也有自己的任务 具体的规则到时候才知道 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之前 先把你剩下的那1%赶紧补上 两个月满打满算 还能生两胎 只能生一胎 圣战开始前 宿主要修身清育 准备竞争圣词之位 看来这个生子副兽人选 只能是她了 容若可以 小美回到 苏妍忽然笑了声 你不是说她不行 宿主在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 她的娇人瘦身 尚未觉醒天赋 小美回到 嗯 实在不行 就在学院里找一个差不多的 只是天赋天街的雄性 又不是路边的石头 随便就能找到 招生天赋测试 最高的天赋 就是容物的地阶水系 苏妍还是决定去学院找目标 她不能总等着容若来 况且 她还跟她说过 不想再见到她 稍微识趣点 要脸面的男人 都不会再来烦她了 神兽学院的女生宿舍 苏妍被调换到了一个 又大又明亮 装设也十分精致的房间 之前的小黑房间 则成了放杂物的库房 可能原本她就是一个放杂物的 但是被有心人安排 成了苏妍的住处 放下自己的行李包 苏妍躺在香香软软的大床上 看到正上方的天花板上 刻画着寓意吉祥的花纹图案 咚咚咚 有人敲门 苏妍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房间门 进来 和苏妍见过一面 算不上愉快的温一心进了门 脸色不好看到 这是孙姐姐的房间 孙姐姐 谁啊 苏妍一时没反应过来 孙曼柔 温一心沉着脸道 哦 苏妍着实不太想想起 因为孙曼柔算是被她杀死的 虽然如果她不管 也迟早会被肚子里的 幻魔兽吞噬干净 那是以前 现在是我的宿舍了 就像是你手腕上戴的古董手镯 以前她也是别人的 现在你再戴着 这是我娘给我的 那不一样 好吧 苏妍摊摊手 你如果不想我住在这里 就跟教务处的人说去 他们安排的 又不是我主动进这里的 如果你识字 可以看看门上贴着的教务处名牌 我当然识字了 我就是不想你住在这里 欣欣 有人喊温一心的名字 别闹了 苏妍听着这个声音 也有些耳熟 便道 是东方烟吗 过来一起聊聊 东方烟见她听出了自己 便也进来了 我在你对门 哦 苏妍拉开行李包 从里面取出一包白开心 给她准备的瓜果点心 放在了茶桌上 我才刚过来 还没整理好 坐下吃点水果吧 把问题说清楚 省得大家住得不痛快 带她过来的宿舍管理员 跟她说了 原本这个宿舍是七个人住 现在只有四个人了 她算一个 然后东方烟 温一心 还有就是小公主子乔 其余三位 都被患魔兽抓走 下场自然是不必说了 小公主前些日子 因身体不适 也暂时没来宿舍 所以就只剩下 她和眼前这两位 以前的那点不愉快 就过去了 咱们是来学习的 又不是来吵嘴打架的 二位贵辞 你们说是不是 温一心不说话了 东方烟见苏妍 主动给了台阶 总比自己在找的强 也就顺着台子下来了 苏姐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要不是你把我 从幻魔兽手里救出来 我现在怕也 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这也是家族里的意思 让她千万千万 和苏妍叫好 以前苏妍怎样不提 从哪来的也不重要 在她给宗家生了继承人 而且还是六尾露鼠后 便是寿皇都以礼相待 她在起冲突 那就不只是她自己的事 而是给整个东方府招货 看看荣家就知道了 什么 一二姐姐 也被幻魔兽抓过 温一心被家里人保护得很好 并不知道 而且 这又不是好事 东方烟和东方府的人 自然不会张扬外转 嗯 我生育力是上等的 被幻魔兽抓过一次 后来我爹用绝魔阵把我保护起来了 家里的哥哥长辈们 也日夜轮手在的门外 直到幻魔兽自爆才出来 我家也一样 温一心回到 然后再看向苏妍时 脸色就变得有些不自在 苏妍瞧着他们两个 笑了笑 那 坐下来一起尝尝水果 这个浆果还不错 是我旅设新来的伙计 特意送来的家乡特产 那我 我就给你这面子 尝尝 温一心坐了下来 东方烟向苏妍歉意地笑笑 那就麻烦苏姐了 其实这个房间说是孙姐姐的 她却从来没有住过 她总和小公主在一起 温一心又到 东方烟掐了她一下 让她快别说了 苏妍又从行李包里 实际上是系统空间 取了两瓶适合他们香吊的香水 送给你们 和男生约会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 斩男力气 揭开了那层隔阂 东方烟和温一心 也只是两个才十几岁的小女孩 纯真又可爱 苏妍和她们在一起聊天 仿佛自己也真的回到了十几岁一样 片刻轻松 从她们的口中 她得知了小公主紫桥 并不是身体不适不来学院 而是被陛下禁足了 而且也开始寻找适合的雄性 准备把小公主从皇宫嫁出去 是嫁出去 而不是招夫上门 以小公主的身份 只要一直留在皇宫 那她生下的子嗣 很可能就是下一任兽皇 所以 以前若说皇都最令人瞩目的雌性 必是小公主紫桥 但现在 兽皇要把小公主嫁出去 便是要脱离皇室 所有出嫁的公主 都会被削去皇室的身份 从夫家尊卑 可想而知 若是没有皇族的光环 紫桥就是一个普通的贵词了 和东方燕她们也没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已经算是从云端跌落下来了 紫棋这么决定 难道是因为自己给她的那段视频 她其实没想过 兽皇真的会为她大义灭亲 但这个结果 着实有点让她折舌 收拾完房间 苏妍取了一套换洗的衣服 还有沐浴用品 进了浴室泡澡 而就在进入浴室后 紫棋顺移至这里 本想冷落她几天 让她上门来找她 没想到 她不仅不找她 还回了学院 这是要找其他雄性吗 苏妍通过系统地图看到了紫棋 还挺能忍的 五天了才来找她 陛下 可想试试鸳鸯玉 温柔带交的勾魂魅声 从浴室里传出 紫棋先是俊脸一顿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发现了自己 看来她也撒了网 等着她上钩 事业 苏妍的身体已经艳足 胶软成一团泥 但是精神上还是挺亢奋的 她趁着喝水的间隙 扶下一枚回源丹 瞬间体力恢复 再陪我练练 小美跟她说过 圣词的考验条件里 有一项就是身体能力 就是和一个雄性在一起 能坚持多久 那时候是不能吃回源丹的 她可以提前练一下 目前她唯一没有摸到底的雄性 就是眼前这位 最后都是她顾忌着她的身体 而遏制自己的欲望 她还从没让她失控过 怎么兴致这么高 紫棋把她按在自己的怀里 让她消停一会儿 不行了 苏妍的手不老实地问道 明明还很在状态 怕伤到你 紫棋捏捏她软嫩至极的脸 别不知好歹 我看你就是不行 苏妍依然不知死活地挑衅 紫棋 堂堂寿皇 怎么可耐让她三言两语拿捏了 拍拍她滑腻的背 你为什么哭 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却让苏妍所有的浪潮平复 陛下既然不想做了 那就回宫吧 天也快要亮了 苏妍从她怀中转出 从空间里取了一件 性感的黑色蕾丝睡衣穿上 被她看到自己的脆弱 是苏妍的视测 你无论在谁面前 哪怕是自己的孩子面前 都是戴着面具的 仿佛是在扮演着什么 只有你落泪的那一刻 吴看到了真正的你 紫棋也从床上下来 一身白色的暗闻长服 把她天赋一柄 绞健完美的身体 完全遮掩了去 又变成了那个 高高在上的寿皇 苏妍倒了两杯酒 递给她一杯 我就是我 但没戴面具 你的唇还不清楚吗 紫棋一把把她揽入 自己的怀中 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 但明明这么近的距离 却觉得她好远 远到自己根本就触碰不及 你的心里没有任何人 紫棋一语戳破 她能看穿 那几个天之骄子 同样也看得出来 所以他们只要和她的孩子 从没奢望过 真正得到她的人 真是一个坏词性 苏妍把杯中酒喝了 含在口中 双腿犹如藤腕 缠在她的腰间 居高临下 稳住了她的唇瓣 把口中的美酒度给她 天亮了 紫棋才离开 苏妍总算看到了她一丝失控 可是仍没有叹到底 对于这种人 她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她却不能那么做 她看穿了她的心 说的也没错 她是戴着面具 把真正的自己 藏在面具之后 可她又能如何 只有这样 她才能坚持下去 她的真心 曾经萌发过嫩芽 也度过成长痛 长成了参天大树 也接过果子 最后果子被打碎 树被连根拔起 劈成柴烧 死了 连灰都没剩下 她怎么能让人看到 她最后的自留地 已经变成荒芜之地 没有爱人的力量 苏姐 要去上课吗 东方烟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好 苏妍应道 她还没有去领学院的校服 所以她还是穿着自己的衣服 一袭淡青色的青雅长裙 脚上是一双平底的白色精致皮靴 锁骨微卷发 扎了个短马尾 露出整张精致雪白的脸庞 更多了甜美俏皮 满满的青春气息 虽然不想承认 你长得确实好看 温一新羡慕地看着苏妍的脸 东方烟则眼尖地发现 她的颈部 有一个桃花瓣似的红痕 苏姐 你被什么东西咬了吗 怎么脖子那里发红 苏妍顿时脸庞发热 那里是紫棋离开时 最后亲吻的地方 有点痒 我自己搓的 等一下 苏妍忙回了房间 取了一点遮瑕膏 把红痕遮掩了 并围了一条丝巾 看到苏妍的丝巾 温一新又问道 这个好好看 苏姐姐从哪买的 这个 朋友送的 回头我问问 那一定记得问哦 我哥就总是敷衍我 说给我买什么 最后都是拖拖拖 拖到我忘了 就不给我买了 哈哈 苏妍笑了出声 东方烟也抿唇笑了 等出了宿舍 外面站着一个高大帅气的雄性 温一新喊对方哥哥 东方烟则低着头 看不到她的表情 这时温一新 忽然挽住了苏妍的胳膊 拉着她朝前走了 并小声道 我哥和一二姐姐在一亲了 让他们一起走 苏妍明白了 早说呀 我送东方一份贺礼 现在准备也不晚 温一新调皮的眨眨眼 对了 你跟宗哥哥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 苏妍想起宗司礼 摇摇头 应该不会走到那一步 啊 可你们孩子都生了 这也是她福气的地方 苏妍生了天阶的幼崽 这是她绝对绝对办不到的 所以不服不行 生孩子 未必就要结婚 苏妍晚尔回到 也对 结了婚的 也未必能生孩子 这逆向思维 好像也没错 不过 你也真够厉害的 这肚子怎么长的 连天阶都能生出来 传说我一点秘诀 说着 温一新就伸手摸苏妍的肚子 苏妍被她摸到了 痒得笑了出声 朝一旁躲避 结果 撞到了人 苏妍忙回头看 蓝发蓝眼 彬彬尔雅的荣若扶住了她 小心 荣若 苏妍眼睛一亮 你回来了学院了 荣若笑着点头 是我 荣若 不是荣物吗 温一新打亮着荣若 也可以这么叫我 荣若笑回道 温一新一把拉过苏妍 朝一边走去 并小声对她道 离她远点 她会打人骂人的 品行极差 苏妍 荣物算是把荣若的名声 败坏没了 手臂被温一新紧紧拽着 苏妍只好对荣若道 荣若 我有事找你 回头在图书馆见 好 荣若漂亮的脸上 露出温润如玉的笑容 直到被温一新拽着走了一段后 苏妍才想起 忘了跟荣若说时间了 又回头看 却看到荣若还站在那里 微微一震 便喊了一句 午饭时间 荣若点点头 好 不要理她 温一新怕她被荣若的皮像骗了 她就是长得不错 其他什么都不行 天赋挺好的吧 这次招生她的天赋最高 是吗 温一新并不知道这个 而且她也不关心 天赋只要没有超过宗司礼 她都不会留意 好了好了 咱们去上课 我舅舅的课 不能不去 你舅舅 那不就是宗爹 都叫爹了 还不结婚 苏姐姐有点不地道啊 哈哈 苏妍尴尬笑笑 阶梯型的教室内 一百多名雄性学员 各种说话声 而雌性的出现 让热闹的教室 一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 特别是苏妍 更是万众瞩目 她可是生下了天接天赋的超级生育力雌性 简直就是奇迹 而且她看起来好漂亮 一点也不像生过孩子的 一般生完孩子后的雌性 身材都会走形 变得胖 又松弛 她完全没有 各种各样的目光 朝苏妍头去 嗨 宗老师咳嗽了一声 对苏妍和温一新道 两位同学先坐下 就坐讲台前就好 苏妍按道 这位置不就在眼皮下了吗 学霸的天堂 学渣的地狱 温一新之前都是坐这里的 所以已经习惯 拉着苏妍坐下 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书本 给苏妍看 我不用看了 给你吧 哦 谢谢 苏妍回道 然后打开了书本 宗老师这一堂课 讲的那叫一个仔细 而且热情饱满 没有半点不耐 苏妍则一会儿就会被点名 问明白了没有 没明白没关系 可以再细分一点 掰得更细碎一些 再讲一遍 最后这堂课 连学渣都听懂了 宗老师还拖堂半个多小时 直到后面的老师急眼了 才宣布下课 但下了课后 又叫苏妍到办公室 苏妍以为有什么事 没想到只是请她喝水 因为课堂上回答问题了 担心她口渴 喝了水 苏妍想起了小露鼠 还在系统空间里睡大觉 便道 等午休的时候 我把葡萄送来 宗爹想小孙孙了吧 好好 好好 那我就等着了 老宗激动的脸都红了 下一堂是我比较想学的弗洛克 那我就先去教室了 宗爹回见 去吧 去吧 等苏妍走了 老宗立刻被围上了 我可听到了 小孙孙啊 这次得让咱们看看了吧 行 给你们看 羡慕死了 我都还没儿子女儿 你都抱上孙子了 看来找雌性 没必要非盯着生育力 没有生育力 说不定也能生 图书馆 荣若坐在靠窗窗的位置 手里的书 许久都不曾翻页 目光一直看着外面 从和苏妍碰面后 她就来了这里等她 不知道她要跟自己说什么 上一次 她说了不想再见到她 而她还是来了 因为她已经毫无牵挂 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一道纤细的身影 顺着小路匆匆而来 荣若的唇角 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或许她对这个世间 也并非毫无留恋 这道注定不属于她的身影 却吸引了她最后的目光 苏妍抬头看看 头顶上方的太阳 已经朝着两点的方向倾斜 她画幅画得太投入了 结果忘了时间 要不是宗爹过来接孙子 她还在画着呢 葡萄已经能跑能跳 活泼得不得了 但宗爹半点舍不得 怕累着自己的宝贝孙子 愣是抱着走了 苏妍这才想起了 融落这茬 几乎跑进了图书馆后 苏妍轮眼四顾 这时候的图书馆内 并没有什么人 而融落就坐在 很显眼的窗前座位上 见她也看到了自己 苏妍便招了招手 示意她出去说话 融落和尚书 最后看了一眼书册的名字 七彩的春光 跳跃星河 苏妍解释道 画幅比较耗费时间 道歉道歉 融落伸出手 那作为补偿 我可以握着你的手吗 我还从没握过雌性的手 苏妍愕然 但司机自己要和她说的是 别说是握手 可能还要更亲密 我不想影响到你和宗司里 所以咱们换个地方吧 融落牵住苏妍的手 下一瞬就到了一片树林中 苏妍打开系统地图 发现这里是天原寿林 融落牵着苏妍的手 来到一棵三人河爆粗的巨树前 上面有一个树屋 融落牵着她 飞身到树屋前 推开门 里面是一个人 和融落的五官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神态一看就不是她 眉心微微拧着 透了一股眷狂不逊 她是 融物 苏妍震惊道 融落把门又关上 带着她又从树上飞下 慢慢地走着 嗯 我把双瘦体分开了 这样她就是独立的个体了 不必再受我扯肘 那你 你是什么 苏妍愕然 她选择了陆瘦 在东区 水瘦族 并不受欢迎 而且时刻都渴水 哦 那你们两个算是分开了 是 苏妍皱了下眉 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 被她忽略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 融若问道 苏妍看着她 特别是她的脸 又低头看看 二人食指交握的手 舔了下嘴唇 还是那句 我想给你生包子 融若以为自己听错了 给你生一个小美人鱼 想要吗 以前她还忌惮容物 现在既然他们分开 便没有担心了 而且声战在即 她也要赶紧生才行 还有给她生的孩子 她对这个时间 应该就不会那么绝望了吧 孩子 就是希望 如果生活实在是没有了目标 身边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那么为了孩子 起码也会熬下去 融若没有回答苏妍的问题 只是微微低垂着头 渐渐地松开了紧握着她的手 恭喜宿主 得到赠予寿命时间 1362年 三个月零七天 小美的声音 在苏妍的脑海里响起 赠予寿命 苏妍猛了 随后扶至心灵 想起了自己忽略的事 荣若曾经说过 她会把自己的寿命送给她 而她见到她 就要求握手 等她松手 寿命赠予完成 苏妍只觉喉咙堵得慌 心口也疼 是疼她这个人 明明那么温柔 那么美好 为什么却这么绝望 如此悲观 世界本不公平 也并不多美好 努力活着 也未必会到达预期 但还是要坚持 因为每一个脚印 每一个转机 每一次的竭尽全力 遇到的每一个人 那才是你 不完美 也要足够精彩 能把寿命还给她吗 苏妍问小美 小美回道 不能 她还剩多少寿命 两个小时 不用了 我不喜欢孩子 荣若笑道 湛蓝的眼睛 全是细碎的星光 骗子 在这个寿人世界 她还没有见过 不喜欢后代的雄性 苏妍重新牵住她的手 帮我个忙好不好 荣若应道 好 深海娇人死后 是什么样的 苏妍知道 她会变成一颗 完美无瑕的珍珠 苏妍养头 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滑下 而她的手心里 静静地 躺着一颗深蓝珍珠 小美 我能复活她吗 我不会养孩子 可我肚子里这个 需要复兽 宿主可以把孩子 交给荣物 也是 他们本是一个人 长得一样 提醒宿主 该进食了 饥饿赶来袭 苏妍看看手里的蓝色珍珠 少了个打神的 苏妍回了旅社 让白开心委托南北商会的刘会长 尽量多地寻找天才地宝 还有 学院那边她也暂时不去了 只上了半天学 又休学了 理由是同一个 她怀孕了 整个学院都震惊了 这叫没有生育力 这生育力逆天了 很快 皇宫里的某个人得到消息后 也坐不住了 吴的子嗣 子妍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苏妍摇头 不是你的 子妍皱眉 除了吴 你还和谁 苏妍也不隐瞒 容若 深海娇人 这一胎 是个鱼宝宝 天赋天接 为什么不是吴 子妍眼底 有一抹疯狂在压抑 苏妍拿起一片精灵支持着 苦涩的口感 但入侯便化成了一股热流 涌向胎 陛下 不是我不想生 您说说 您是什么天赋境界 连和我做的时候 你都收敛了大半的欲望 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生的了 苏妍探道 子妍不吭气了 实话跟陛下说 我的生育力是成长型的 苏妍吃完精灵之后 又喝了一壶灵液 听刘会长说 这个灵液一滴一个上品金币 这壶不值多少金币 孩子是吞金兽 无论哪个世界都一样 子妍眼底的疯狂 顿时消失了 你说 你的生育力可成长 苏妍点头 等能生的时候 自会去找陛下 毕竟陛下的天赋 也是我的生育力需要的 谜底揭开了 她为什么会招惹 一个又一个的天阶雄性 又不付出自己的真情 你的目的是什么 子妍目光彻底冷静下来 苏妍暗暗松了口气 果然对付这类人 不能有半点虚谎 实话实说最简单 读到最后 谁知道呢 什么意思 过段时间 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了 圣战开始 他们这些进入临阶的雄性 都要离开 愿不愿意 都要进入那场战斗 陛下的寿命有多长 苏妍问道 寿命和天赋傲义有关 目前是2000以上 曾经我只有半个杀石的寿命 陛下觉得我为了活着 会做什么 苏妍伸了个懒腰 有浓郁的困倦 在身体里蔓延 紫棋看着她 认真道 做什么都可 苏妍的唇边流露出 淡淡的安心微笑 合上眼睛 谢谢陛下 紫棋摸摸她 沉沉睡去的脸庞 你背负着什么 时间一晃 一个月过去了 苏妍的肚子又大又圆 而且这一胎明显是个水货 苏妍总是觉得渴 灵液喝了一桶一桶 差不多紫棋的那些私藏灵液 都进了她的肚子里 陛下 这孩子你要是不嫌弃 生下来送给你 苏妍拍着大肚子 对正在批阅公文的紫棋说道 紫棋手里的猪笔 咔嚓断了 我给你生撒 苏妍立刻狗腿道 紫棋瞬间融幕春风 炎炎 还想吃点什么 苏妍松了口气 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回陛下 征讨黑暗大陆的所有军队 都已经自林海原撤回 于燕进了店内 恭敬禀道 苏妍看着于燕 是个娃娃脸的男生 每次看到她 都会有种林家乖弟弟的感觉 可等听到她比紫棋还大四百多岁 又有种炸裂的感觉 可要随无趣套林海原 紫棋问苏妍 苏妍摇头 我今天生产 紫棋表情失控 怎么不早说 还要十个杀石 才会真正生出 没必要让陛下跟着担惊受怕 苏妍端起庄林业的水杯 咕咚咕咚又是一气 来得及 吴去去就毁 你别乱走动 如果觉得不舒服 就去后面的寝殿 可做产房 谢谢陛下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让我的小闺女 沾沾陛下的黄气 苏妍笑道 紫棋瞬移至她身边 摸了摸她的脸庞 吴怎么就栽在你身上了 没心没肺的坏词 苏妍一本正经道 指定是报应 陛下以前太花心了 才会遇到我这个 更花的来教教你 怎么做人 满口胡周 紫棋摇了摇头 紫棋离开了 苏妍终于不再淡定 疼得扶着腰 喊道 来人 找个屋住来 林海元 裴玄看着不远处 扑腾着抓蝴蝶的小号 目光没有半点离开过 明临渊也看了过去 笑道 在西区 我曾经见过你们 我知道 裴玄回想起当时 如果我知道 她只是假死 嗯 她的假死 实在是太狡诈了 她也吃亏在她的假死上 如果她能再多等等 或许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明临渊 宗司里呢 裴玄 先回去了 说是不想见陛下 明临渊 总要面对 裴玄 她还是年轻 投入的比较多 明临渊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看孩子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也不少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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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乔儿被拦在了宫殿门外 她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对拦住她的余燕 命令道 给本宫让开 公主殿下 陛下临走的时候交代了 除了屋住 不许任何人打扰苏贵茨生产 本宫也不行 是 哼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公主还是多为自己着想一下吧 为什么陛下要殿下嫁出去 余燕说完 就当着她的面 关上了店门 紫乔儿的脸色愈发难看 余燕 你把话给本宫说清楚 余燕没有再理她 紫乔儿想起了苏妍上一次生子 她让屋住下毒的事 还有现在的情况 难道 难道父皇知道了 紫乔儿顿时脸色煞白 也只有这个了 父皇不让她去学院 还命人给她安排联姻 甚至不听她的意愿 每次见她 说不了两句 就把她打发了 装装渐渐 全是在苏妍生亡孩子后 苏妍 是你 一切都是因为你 紫乔儿眼神恶毒地死盯着苏妍所在的宫殿 本宫并会让你付出代价 余燕就站在宫殿门内 身为临街的她 自然把紫乔儿的话听得十分清楚 眼神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依然是那条绿色的孕妇群 苏妍想起了荣若帮她细心的清理上面的污渍 还为她烤了大龙虾 后来她问她 为什么那么会做饭 她说 不自己做 会饿死 当时她没细想 现在思来 堂堂荣府家主的儿子 竟然连饭都要自己 那她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荣夫人前些日子 忽然暴毙死了 听起来像是心脏骤停 荣家主从黑暗大陆回来 给她办了丧事后 扭头又回去了 后来她听宫里的侍女说 这位荣夫人 惯会做两面人 一面贤惠端庄大肚 一面蛇蝎 嘴脸心狠手辣 谁家要是添了紫嗣 面上恭喜 背地里诅咒 这种人 死了才好 荣物在荣夫人死前的两天 离家游历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 所以 荣夫人的死 跟她也没关系 起码表面上 没有任何牵扯 实际上 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不对 还有一个知道的 就是小美 但苏妍现在负债累累 没有多余的积分 去买这个真相 也不想买 倒是 荣物就这么走了 让本来想要托付孩子 给她的苏妍 彻底些了心思 虽然她那个人 有些讨人嫌 但容若的孩子 也等于是她的 还有小美 也同意把孩子给她 想来在养孩子上 是靠得住的 小美 这个孩子 咱们要自己养了 不会的宿主 养她的人 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谁 苏妍好奇 神兽学院千年校庆 请了南区寿黄 她正是这个孩子的亲就爷 深海蓝血娇人 在南区已经绝肿 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纯血 宿主可以向南区寿黄 提一些要求 比如深海才有的珍宝 哈哈 小美啊小美 你现在是越来越懂我了 要不你给我弄得详细明目 我好参考 宿主稍等 片刻后 苏妍就觉得 系统空间里 多了一本册子 只是她现在正阵痛 也看不了 苏韵慈可要喝水 屋住端着一杯水 里面还插着一根吸管 好 谢谢张乌柱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乌柱笑道 很荣幸 能为苏韵慈皆生 我想问一下 水兽族的幼崽出生后 是不是要放在水里 如果富兽和母兽都是水兽族 那幼崽出生 就只能在水里 如果有一方是陆兽 或者飞禽族 那出生的幼崽 就会遗传双方 为一鸣一岸双兽身 最后以实际的生存环境 幼崽会本能选择明暗兽体状态 张乌柱的意思 我是属兽 他爹是娇人 那他就有可能既是属兽 又是娇人 对吗 是的 两个兽体是一体的 还能分开吗 一体双兽 可以随意转换 分开倒是没听说过 毕竟像是双兽身的跨区混血 是极难孕育的 那如果有人把双兽身分开了呢 其实按理说 完整的二重身 在一定条件支持下 应该是可以分开的 但定然极其危险 嗯 他不想活 自然是什么危险也不怕 苏妍一阵困意袭来 看看外面的天色 也渐渐暗了 小美还有多久 我想睡会儿 可以的宿主 还有八个小时才剩 帮我止下痛吧 好的 在七个小时55分钟时 会自动恢复 提醒宿主生产 苏妍的阵痛 虽然还在一阵一阵的发作 但是痛觉神经 已经被小美暂时阻断 可以睡几个小时 只是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动 睡得也不踏实 紫棋回来时 看到的就是 重眉睡着的苏妍 先是挥退了屋住 然后移了个凳子 坐在她边 屈指轻轻捏捏 她汗津津的脸 笑道 你没看到 那几个阴阳怪气的 连赏赐都不要 苏妍睡得本就不沉 被她捏脸就醒了 闭着眼睛回道 他们如果知道我肚子里的 不是陛下的肿 可能就是另一个态度了 紫棋的脸上的笑容 戛然而止 费劲巴拉的 养了个别人的肿 也有和你一样的 明灵渊养过三个别人的孩子 苏妍睁开了眼睛 水眸惺忪地看着紫棋 紫棋挑眉 三个 一胎吗 嗯 多胎的孩子天赋参差 而且怀起来很辛苦 所以我更喜欢怀一个 独得所有养分 我也轻松 妍妍 变得瘦身 无瞧一瞧 不行 我马上就生了 以后再说吧 无来接生 听说葡萄就是宗司里 亲手接生的 还有你死后会进入假死状态 有无在 并没有人敢把你给掳走 苏妍却不想他接手 毕竟生孩子比较狼狈难堪 宗司里那次是赶上了 也没有其他能相信的人 还是让乌柱来 书页有专攻 陛下在一旁看着就行 也好 来人 乌柱进来了 参见陛下 他要生了 你赶紧给他瞧瞧 是 陛下 乌柱检查过后 确定苏妍已经正式进入产城 又给他喂了些吃的 保持体力 苏妍看着一旁先是好奇 慢慢变得紧张 最后坐立不安的兽皇 笑了出声 陛下要不还是出去吧 不用 子妍总算体会到了 当副兽的感觉 怎么可能错过 一股股震痛袭来 苏妍痛叫了出声 死死地抓住了紧入 子妍听着他痛叫 怎么了 乌柱回道 已经能看到孩子 苏韵慈在家把劲 苏妍看向子妍 又叮嘱了一句 我生完后 如果没有反应 不用管我 照顾好孩子就行 有无在 子妍明白 她是担心身体 之前不是被人给抛弃 就是葬了 要么就是被人给劫了 她再生意外 苏妍这才深吸了口气 憋足了劲 在集中力量 眼前闪过熟悉的白光 恭喜宿主产下第七个子嗣 性别女 兽体 双兽身 蜀族 深海蓝胶 天赋 蜀族天街奥义火系 深海蓝胶 天街奥义水系 金髓丹 觉醒特饼系苍蓝之童 富寿 深海蓝胶 奖励 积分十万 生子大礼包一份 母体天赋卷轴一份 苍蓝之童是什么 苏妍问道 小美回到 看破一切的真实之童 可增幅奥数 反转奥数 听起来还挺厉害的 我先出去 可别再发生什么意外 其他的都没看 苏妍匆匆地自空间内出来 睁开眼 入目的就是紫棋那张俊脸 干嘛 苏妍满头生孩子的年逆汉叶 现在估计脏死了 紫棋的眼瞳 此刻成亮晶晶的紫金色 那是对什么东西 兴趣浓郁到了极点 才会有的颜色 给无声一个小杂 系统开始升级更新 小美带着喜悦的声音响起 苏妍听到后 总算松了口气 什么时候能好 三个小时 小美回到 嗯 苏妍知道 自己要离开新手村了 所有的游戏 在最初的新手期 都有一定的保护机制 离开了这片寿司大路 可能才是真正的寿司 苏妍看着眼前的紫棋 而她可能就是自己 离开新手村后的最大衣仗 只要你能赢得胜战 我给你生一窝 苏妍笑道 一窝 紫棋的眼睛 瞬间变成了树桶 而且是虫影之桶 很快她又恢复如常 抓住了关键字眼 圣战 再过半个月就知道了 苏妍看着她 陛下不用急 等苏妍看到自己 生了一只拳头大的小白鼠时 是很无语的 有种看到自己受体的既视感 为了对比自己 和这个小家伙的相似度 苏妍还变回了受体 捏起眼 紫棋 扑翅 哈哈哈哈 这位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炎炎 你生了一个自己 我知道 苏妍扭头看看自己的七丫头 小东西还在适应母体之外的环境 蓝色的小眼睛 仿佛蒙立层薄薄的迷雾 让人看不太分明 这眼睛没问题吧 我问过乌柱了 她说那是胎膜 长一长就没了 哦 苏妍抬起前掌 爱怜地抚摸她的头 娘的小七 真是可怜 她这样 说是吴的女儿 应该也没人怀疑 陛下真要认她 苏妍诧异 毕竟和她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从你怀上她 吃得喝得住的 哪样不是我的 说我的孩子 天经地义 紫棋有点急了 连自称都变了 苏妍忙到 给 给 给你 书弟 又想起小美说的 南区寿黄的事 不行不行 她是双受体 另一个是深海蓝胶唇血 我还打算拿她和南区寿黄 换点宝贝 哦 深海蓝胶唇血 你确定 紫棋紧盯着小七 她只能看到明面上的 蜀足火系天街 并看不到暗藏的那一虫兽身 苏妍点头 是啊 我生完孩子后 一般就知道 自己孩子什么天赋和兽体了 炎炎可真厉害 这个闺女就是我的了 紫棋笑眯眯地 捏捏苏妍的圆耳朵 再看看和苏妍除了眼睛不一样 哪儿哪儿都一样的小七 本黄 有亲生的子嗣了 东区黄兜 沸腾了 自从紫棋当上兽黄 黄氏子嗣就一直没有动静 现在的公主紫棋也是过季来的 虽然生育力不错 可毕竟是个柔弱的雌性 除了生孩子 也干不了其他的 但新生的真正公主殿下 那可是有天赋的 而且还是天接火系 生育力看齐生母 也知道是超级生育力 苏妍吃了回元丹 已经满谢复活 但还是被张乌柱勒令 先好好休养 能不走动就不走动 紫棋则天天在头顶上 顶着那只小白鼠 四处晃荡 有时是去神兽学院 找宗司礼商议黑暗大陆的事 有时候是找裴玄 讨教养秘诀 因为小七的兽体是小白鼠 纯正的鼠足 随了苏妍 所以谁都看不出来 这不是紫棋的种 都以为是她亲生的 苏妍也不敢戳破 而极少几个知道真相的 都是紫棋的心腹 更不会说出去 千年庆典还有十天就开始了 小美你确定圣战也是这天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圣战的苗头 目前没有收到圣战改期的消息 差不多开始前的两天 灵阶雄性才会收到邀请函 第一 系统里突然发出一声长音 苏妍的意识瞬间从系统内出来 好一会儿才听小美的声音响起 今年圣战的规则有新的更改 有紫棋的灵阶雄性将不再参与圣战 啊 苏妍的心顿时巴凉巴凉的 裴玄 明灵渊 宗司礼 他们都不能去了吗 那她岂不是失去了三大助力 本来她还有些后悔 没能给紫棋生一个 万一在圣战里发生什么意外 她也有个后代传承 现在看来幸亏没生 不然她可就孤身一人去参战了 目前北区兽黄也无子嗣 于燕是上一次圣战的参与者 只是她的记忆在回到繁寿大陆后 被封印了 再次回到战场才会解封 于燕是老玩家 那个娃娃脸 苏妍诧异 是 为数极少重返战场的圣战士 宿主非常幸运 希望能一直幸运 那这次参与圣战的大陆有多少个 目前参与总数有500余个 还在增加中 到时候会分多个赛场 新规则 每个大陆的参与人数上限是6人 包括竞争圣词之位的宿主在内 如果我竞争失败 没有拿到圣词 会怎么样 以往的圣战规则 失败的宿主 会重新绑定生子系统 并清除前一次系统的所有记忆缓存 随即前往其他繁寿大陆 重新开始 参战的所有灵阶雄性 阵亡 苏妍的呼吸一致 看来是一次殊死搏斗 是的 相反 只要拿到圣词 那么就算在战斗中死亡的雄性 也能再次复活 于燕是跟随的圣词组 暂无于燕的具体数据 宿主可等她恢复记忆后 再行询问 阿T 于燕打了个喷嚏 左右警惕地看看 确定没有问题后 才继续站着假妹 苏妍站在窗边 看她站着睡觉 陛下 你是怎么认识于燕的 苏妍问子琪 子琪正抓着小七的鼠爪爪 偷偷地按印泥 准备盖个戳 乍一听到苏妍的声音 吓了一跳 吻了吻心神 回道 哦 她是我从路边捡的 路边捡的 苏妍诧异 然后看向她 见她抓着小七的爪子 偷偷摸摸的 便放出了系统地图 承诺书 我子雨昕 承诺做子琪的女儿 生生世世不变 找印为证 苏妍无语 全当不知道 于燕怎么了 子琪在承诺书上盖了黄印 苏妍回道 没什么 但她对你挺忠心的 只是收留她 随时她都可以离开 哦 南区寿黄什么时候到 苏妍问道 吴不会把女儿给他们的 子琪把小七放在了头顶上 继续当发誓 苏妍看看小女儿 你小心她掉下来 谁家当爹的 把孩子放在头顶上 不都是放在肩上 不显眼 头顶上倒是过于显眼了 南区的天赋实力如何 苏妍换了个问题 子琪道 南区寿黄是地阶水系 整个水兽族 普遍实力不高 哦 难怪小美说 南区寿黄肯定会养小七 就凭小七的天赋 妥妥皇位继承人 他们没有天敌 生活安逸 人度就比较平庸 东区西区 常年受魔兽袭击 而北区天然环境恶劣 所以时出不时制裁 那如果想要小七生活安田 还是送到南区更好些 苏妍对于孩子们 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平安健康 快乐无忧就行 子琪回道 我已经拟定黄太女的旨意 她在东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而且东区女帝的称号 不比南区更响亮 苏妍被她的话 惊住 你说什么 让她做什么 女帝 子琪把小七从头上又拿下来 放在掌心里 血缘不重要 直接把苏妍要说的 关于血缘的话 堵死了 苏妍佛 你就疯吧 回陛下 荣家主求见 于燕进殿回禀 苏妍看向于燕 自从小美说了 她是上一次的圣战事后 她看她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子琪点头 把她带到御院 是 于燕转身离开 不过在转身时 她不易察觉地 朝苏妍的方向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是错觉吗 她看她的眼神 好像有些不太正常 小七就暂时放在你这里 子琪恋恋不舍 把小七交给苏妍 苏妍失笑 陛下 我是她娘 本来就该给我带着 你给我了 她现在就是我的女儿 子琪理直气壮 苏妍想起她让 小七签的那份承诺书 心里就无语 好吧 你的 你的 她是你的闺女 子琪满意地出去了 苏妍把小七拖在掌心里 看着她的眼睛 蓝阴阴的眼瞳 有一层薄薄的雾光 看起来有些温柔的神秘 其实她的眼睛 是很像荣若的 但真正见过荣若的人很少 又仔细看过她眼睛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这个送给你吧 你爹留下的 苏妍把容若死后所化的 深蓝珍珠 从系统空间里取出来 小七瞅着深蓝珍珠 突然张口把它吃了 苏妍愕然 随后就把小七头朝下的倒提着 拍打她的小肚子 吐出来 给老娘吐出来 子琪正好回来 看到苏妍倒提着小七 子眸顿时就变成了树桶 苏妍 你打孩子 这声音不可谓不言 带着雷霆之力 苏妍 她吃了不能吃的东西 我让她吐出来 小七 夫妻从夹囊里 把深蓝珍珠又吐出来 还给了苏妍 苏妍有点目瞪口呆 她怎么忘了 蜀族的嘴巴里都有一个口袋 看到好东西 会本能地吞下藏在里面 自己本是人族 不是蜀 所以这项本能对她来说 比较陌生 容若化身的胶珠 子琪走过来 从她手中接过胶珠 苏妍想起容若 心底划过一丝异样 嗯 子琪微微眯眸 传闻深海蓝胶 只会在爱及了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画珠 胶珠待在身上 可避水 抵挡三次致命袭击 那我不用 给小七吧 苏妍有系统保护 不担心生命安危 子琪看着她 声音冷淡了不少 你确定 这是她留给你的 就算用不上 留个念想也不错 啊 我觉得她应该会 更想保护自己的女儿吧 你说过 我是个坏词 配不起她的情 还是你留着吧 我女儿 我自然有更好的宝贝 保护她的安全 子琪嫌弃地 把胶珠丢给苏妍 带着小七走了 苏妍接住胶珠 对着光看她 仿佛能看到 一道蓝色的身影 在深海里 自由自在地游着 白开心在旅社门口 摆放了一些 新鲜的瓜果蔬菜 吆喝着 新鲜瓜菜 免费送了 怎么 旅社生意不好了 苏妍从马车上下来 笑着问道 白开心见她回来 忙道 当然不是 这不是苏姐生了黄女 咱们都跟着高兴 正好小贤子的 老乡种的瓜菜卖不出去 我就帮着收了一些 放在门口送人 总比白虾地里强 还能帮到一些 生活困难的人 挺好 这个活动可以保留 经常做一些 苏妍拿起一枚 红彤彤的果子 吃了一口 还挺甜的 刘会长送了好些箱子来 要不苏姐先去后院处理一下 行 苏妍边吃果子 便进了旅社 满满在系统空间里 这些日子 一直在学习天赋傲义 早就抗议着要出来了 只是苏妍马上 就要离开这片大路 恨不得把系统内 所有的奥义 一股脑袋都塞她脑袋里 所以根本就不理 小家伙的抗议 死劲让她学 看着满院子的天才地宝 苏妍这才把她放出来 满满 你爹送的好吃的 娘 满满很生气 满满鼓着腮帮子 张嘴吐出了一条火缝 冲着苏妍而去 苏妍吓了一跳 忙要闪躲 但有人挡在了她的身前 满满 明灵渊呵斥 不得对母亲放肆 满满立刻觉得委屈了 去找三头犬倾诉委屈 苏妍缓了缓心神道 这丫头进步够大的 明灵渊这也才反应过来 刚才满满张嘴吐出来的 不是火球 而是火缝 你对她做了什么 就是闭关 一个小黑屋里 里面有各种火系傲义 填压式教学 慢慢来 没必要这样 明灵渊皱眉 满满她爹 苏妍媚眼瞅着她 明灵渊的心跳 顿时漏了一排 怎么了 苏妍勾唇一笑 主动投怀送抱 有没有想过我 明灵渊才刚刚 建起来的心强 瞬间崩塌 扎都不剩 得了紫棋 还想得起我 哼 吃醋了 苏妍抬头笑腻着她 想不想要 这是你主动惹我的 明灵渊抱着她 下一瞬 就到了一个奢华的房间内 苏妍的手指 放在了她的腰带上 轻轻一勾 便落在了手里 最后一次 明灵渊的心头俱震 你是要决定跟着她了 不是 只是告别 苏妍躺在床上 给我你的所有 我会全都收着 这可是你说的 别后悔 明灵渊挥手 床帘为曼 遮掩了里面的所有春光 苏妍扶下一粒回元丹 低头亲吻了一下 进入了深眠的明灵渊 升级后的系统 能储存雄精 小美建议 她在前往圣战前 存一些比较好 因为肯定会有 比赛生子的项目 宗司里那边 也很顺利地 拿到了她想要的 她像是知道什么 没说什么 只是尽力满足她 最麻烦的 反而是裴玄 这家伙竟然死活不配合 拒绝在和她有关系 苏妍着实气笑不得 但在她真要离开的时候 她又把她拉进了窝里 差点没把她吃干抹净了 没想到这位失控时 竟然有些吓人 她身上着实挂了点彩 要不是回元丹给力 她差点活不起 而在苏妍身陷情海之际 皇宫里发生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 公主子桥出嫁了 嫁的是北区雄族的少族长 等苏妍回到宫里 子桥已经离开 怎么这么快 苏妍问张乌柱 张乌柱给子桥送的 受神祝福 也是她送她上的喜叫 大公主糊涂 她给给小公主的奶粉里 下毒 于总管带人抓了个现行 陛下要不是念着 以往的情分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张乌柱摇摇头 对这位大公主的下场 那是半点都不觉得可惜 原本都谈好了 嫁给黄兜的顶流家族 将来有皇宫背靠 也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非要自己给自己招货 现在驾到万里之外的 寒平北区 天高皇帝远 出了事也帮不到她 以后凶急祸福 全靠她自己了 苏妍也是叹息一声 很快便把这件事丢到了一边 因为 子齐收到了参加圣战的邀请函 她手持一片金箔 眼神玩味地凝着苏妍 圣词生育权 啊 你收到邀请函了 显然 这个好像是强制的 必须参加 所有邻街以上 没有子嗣的雄性都要参加 我有子嗣 要自己的血脉的 如此 裴璇他们不用去 是吗 是 他们都有子嗣了 于燕应该也收到了圣战邀请函 我知道了 你去准备你的吧 子齐直接碾人 苏妍又回了吕社 她也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只是把吕社交给白开心 还有就是去一趟西区 就在她要离开前 明老夫人来了 她来接满满 手里捧着一个 看着就十分不简单的黑色盒子 光是多看她两眼 就觉得心神惊颤 明老夫人 好久不见 苏妍把满满从系统空间内取出 与其一起的 还有一些火系奥义秘籍 以及黑暗规则奥义秘籍 明老夫人笑了 好久不见 老身如约前来 打开了黑色盒子 里面是满满被抢走的天赋浑珠 苏妍点头 嗯 满满的抚养权 现在正式转交给明老夫人 明老夫人松了口气 多谢 是我要谢谢你 苏妍把天赋浑珠取出 喂给了满满 满满显然知道那是自己的东西 张口就吞下了 两枚天赋浑珠 开始在她的身体里融合 小家伙也抵抗不住 天赋浑珠融合时的能量冲击 沉睡了过去 苏妍轻轻抚摸着满满的小身体 特别是她头上的那根呆毛 在指甲上不住地绕圈 这孩子脾气有点暴躁 爱炸毛 明老夫人多多担待 这可是随我了 明老夫人目露宠溺 脸上是和蔼的笑容 如果能再生一个就好了 催生啊 果然是所有长辈都爱干的事 苏妍笑道 有机会的话 我不介意再给满满天的弟弟妹妹 太好了 明老夫人笑道 然后把装天赋浑珠的黑色盒子给她 这是满满的爷爷 送给你的礼物 说是你可能会用得着 满满的爷爷 那不就是魔皇 感情满满的天赋浑珠 是这位给拿回来的 你自己研究吧 反正大小算个宝器 好 那我就带满满回去了 她这一睡 且得歇时候 嗯 辛苦您照顾她了 苏妍又摸了摸满满 明老夫人带着满满 渐渐消失在苏妍的眼前 苏妍心里顿时空落落的 满心的不舍 小美 咱们去西区吧 是 宿主 西区 兔族部落 苏妍隐身进了部落里 看着兔族人 忙碌平静地生活着 处处都是烟火气息 君森 得伊拉扛着两头鹿回来了 其中一头放在自己家门口 并对里面的半大少年喊道 儿子 我去一趟米鲁特家 你把路收拾了 好 少年硬着 君森扛着路到了米鲁特家 现在米鲁特家 比苏妍离开时 又大了一倍有多 不少人进进出出 看起来都是商人 两只半大的兔兽 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其中一只蓝白色的兔兽背上 还驮着一只蓝白色的半大鼠兽 苏妍看到他们时 心就化了 这三只就是他留在兔族的三个孩子 君森把路交给奥罗 米鲁特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魔兽的踪迹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兽林里现在安全了许多 小洛想要再盖一间工厂 想离部落远一些 不如就去兽林看看 找一片地方 我看可行 二人进了屋里说话 苏妍走到三只的面前 一手一个 一手两个 把他们偷偷抱走了 他前脚抱走 后脚就被人发现丢了孩子 整个兔族顿时热闹了起来 想给自己的孩子们提升天赋 还得偷偷摸摸的 苏妍也是无奈了 不过 御兽丹必须趁早服用 苏妍在他们的面前显出人形 雨萱 雨诗诗 法色 我是娘哦 三个小东西因为天赋低不会说话 灵性也比较低 但他们天性本能地 能感受到苏妍身上的母兽气息 特别是雨诗诗 主动靠近了苏妍 苏妍捧起她 取了一枚御兽丹 给她服下 这个能提升你的天赋 雨诗诗吃下御兽丹后 眨眨眼睛 忽然意外睡着了 苏妍又给雨萱和法色服下御兽丹 然后陪着他们 直到他们醒来 苏妍看着他们的天赋 都提升了一截 雨萱和雨诗诗 现在是黄阶天赋 法色是地阶天赋 以后有更好的丹药 娘会再来看你们的 苏妍把他们三个一起抱在怀里 亲了又亲 特别是法色 好好保护姐姐们 好不好 苏妍对法色道 法色舔了舔她的手 眼睛亮闪闪的 特别像祖鲁 法色 雨萱 雨诗诗 奥罗惊慌的声音远远传来 苏妍不舍地放下他们三个 给每个孩子的脖子上 都挂了一个小储物袋 这是小美曾经答应过的 让她从系统商店里 随便挑选三件商品 第一件就是这个储物袋 一套12个 如果买的话 需要12万积分 她把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都放在了储物袋里 去吧 找爷爷 老爷去吧 三个小家伙却谁都不走 苏妍十分舍不得地 拍拍他们的背 隐去行迹 快去吧 娘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奥罗找了过来 抱着他们 满口的庆幸 惊慌的脸色烧好 可吓死我了 你们三个怎么一起跑出来了 苏妍暗暗道歉 目送奥罗 坚实如山的背影 抱着三只往回走 其中雨诗诗最灵活 爬到了奥罗的头顶上 看着苏妍 苏妍向她挥挥手 娘会想你们的 小家伙也学着她的样子 挥挥爪爪 滋滋 等她再回到东区 神兽学院的千年校庆 已经开始 紫棋的身上 笼罩着一片金光 与她一样 被金光笼罩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余燕 还有个看起来 十分霸气的男人 五官棱角分明 但从眼角到唇角 有一道深刻猙獰的霸 破了响 身上穿着瘦皮衣 黑色长发 随性不羁地批散满背 手持一根巨大的鼓掌 圣战开始了 苏妍问小美 小美回道 是 宿主可随意选择 一个大陆传送阵 那还用选吗 苏妍看向紫棋 紫棋看起来不太愿意 正在刚得了 女儿的热乎劲上 还有对大陆的 诸多布局绸缪 现在都要放下了 苏妍比较能理解 她对孩子的那部分感受 她可是要和七个孩子分别 至于孩子的爹 苏妍的目光 在周围的人群中 看到了他们 她先朝抱着 小号的裴玄走过去 裴玄一直黑沉着脸 她把一个储物袋 塞进她的手里 好好照顾孩子 好好照顾自己 小号直接扑进了 苏妍的怀中撒娇 娘 我想吃你做的饭 苏妍把一个储物袋 挂在了她的脖子上 娘给你准备了 好多好吃的 饿了就打开看看 有没有想吃的 亲了又亲小号 才依依不舍地 把她放回裴玄的怀中 保重 裴玄声音冷色道 苏妍笑颜如花 好 满满已经被明老夫人带走了 所以明灵渊就一个人 苏妍同样把两个储物袋交给了她 其中一个 帮我转交给满满 这丫头有点野 你平时多管树鞋 就只跟我说这个吗 明灵渊唇脚敏紧 苏妍笑了下 点起脚尖 在她耳边落下一句极青的话 再定声一个 明灵渊微微红了耳尖 记得自己说的 苏妍最后来到宗司里的面前 特别是她怀中的小露鼠 对这个孩子 她关心得最少 从宗司里的怀中 抱过小露鼠 摸摸她头上的鹿角包 满心歉意道 对不起 娘要出趟远门 不能陪着我们小葡萄了 会不会生娘的气呀 葡萄在她怀里蹭了又蹭 娘什么时候回来 娘也不知道 苏妍抬头看看宗司里 又低头亲亲葡萄 娘会一直一直想着葡萄的 宗司里从她的怀中接过葡萄 无论在哪 保护好自己 嗯 苏妍把两个储物袋 挂在了葡萄的脖子上 谢谢你 遇到喜欢的雌性 别错过了 临走了 还要气我一下 是吗 宗司里苦笑 苏妍冲她调皮地眨下单眼 被你看出来了 我走了 别太想我 宗司里抬手把一样东西丢给了她 这是我用空间奥数制作的空间戒指 里面是我们送你的礼物 快走吧 苏妍惊喜地接住 好 我会一直戴着她的 说着 就把戒指戴在了右手的无名纸上 然后挥别了周围认识或不认识的亲朋师友 朝紫棋所在的大陆传送光阵 小跑了过去 紫棋的头顶上还趴着小七 苏妍把一个储物袋挂在了她的脖子上 娘的小七 最像娘了 紫棋把她交给了 站在大陆传送光阵外的紫园 辅佐她 皇兄放心 她就是我亲生的 紫园白来一个皇太女闺女 别提多开心了 没能生孩子的紫园 看到别人的孩子眼睛都发直 现在自己终于有了 自然当命根子一样看 在苏妍进入大陆传送光阵后 三个光阵开始融合 最后一行四人 在众目相送下 离开了这片繁寿级的寿室大陆 前往更高一阶的灵寿级大陆 废弃的村落 一片死尸 苏妍他们一行人 被大陆传送光阵 传送到一片死人的中央 看起来都是寿人 有虎族 犬族 秦族 少说三四十人 苏妍立刻紧紧抱住紫棋的胳膊 陛下 我能不能当上圣词 全靠你了 紫棋瞥了她一眼 我想小七了 苏妍立刻变成瘦身 趴在她的肩窝 这样呢 紫棋抓起她 把她放在了自己的头顶上 这样才像 苏妍决定暂时保持瘦身状态 努力缩得更小一些 是不是太显眼了 想不想当圣词 紫棋头顶的苏妍 一脚踢开脚边的寿屍 苏妍立刻老是趴着了 于燕从到了这里就很沉默 低头似乎在想什么 苏妍知道 她是恢复了上一次圣战的记忆 不过这次 她在她的队伍 想要活着 就只能帮她当上圣词 至于北区寿黄银藏 这位更沉默 但实力不容小觑 小美给她三个人的武力之排名 这位是最强的 其次是于燕 最后才是她趴着的紫棋 但智力排行 她趴着的这位 当仁不让 还有一个排行 就是姓伤排行 也是她趴着的这位最高 而排在最后的是于燕 银藏忽然开口 有埋伏 然后朝前用力踏出一步 一圈震动波 朝四面八方而去 周围破络的房子 在震动波后 速速变成了粉灰 藏在房子里的十几个兽人 各种奥数交织着 朝苏妍他们袭来 苏妍吓得忙把脑袋 埋在了紫棋的发间 小声碎碎念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我要好好的活着 紫棋 没想到还是个怕死的 这是于燕出声 对紫棋道 陛下 确实要先保护她的安全 她活着 咱们死了 都还有机会复活 而她死了 咱们都完了 此言一出 不光紫棋 就连银藏都朝她看了过来 为了方便说话 银藏又挥手一道 荧光雷刃 向周围扫去 所有的兽人 都变成了碎块 把话说清楚 苏妍虽然埋头 一副龟缩怂样 但实际上 她也打开了系统地图 查看着周围的情况 发现周围所有兽人 都已经被银藏杀了 一直还算完好的一座房子 去那里说话吧 银藏顺着苏妍指的方向看 那里有一个 看起来还算结实的房子 便率先走过去 紫棋把它从头顶上取下来 放在了肩上 暂时在这里吧 谢谢陛下 苏妍确实对趴在她头顶上 不太感冒 到了房子里 于燕直接问苏妍 你身上的生子系统 现在是什么级的 果然记忆恢复了 她回到 刚刚升级至零售级 于燕继续问到 生了多少孩子 苏妍回到 七个 于燕一脸诧异 才七个 怎么可能 我上一次跟的雌兴 生了八百多个孩子 才生到零售级 苏妍瞠目结舌 八 八百多个孩子 于燕点头 不过没有一个是我的 紫棋听着他们的对话 眉风促起 然后把苏妍从肩膀上取下来 轻轻抚着她的背毛 虽然也滑溜溜的 但没有小气的胎毛柔软 先凑合着吧 妍妍你等一下 先让于燕把她的来历说清楚了 苏妍舒服地眯上了眼睛 嗯听陛下的 换地图了 开始零售篇 这里打得比较厉害 谢谢宝贝们的鼓励和支持 下一更依然是中午十二点左右 比欣欣 超级大萌萌晚安 于燕来自一个凡寿吉寿式大陆 真正的实力是零接巅峰 上一次胜战 倒是没有限定有了子嗣的零接 就不能参加胜战 所有零接都有资格 我跟的那个雌性 她把整个大陆的零接 都拉进了胜战里 我是被迫代替弟弟参加的 我弟弟的实力只有地接 不足零接 那个雌性诱惑了我弟弟 给她生了四个儿子 提出有我代替弟弟出战的条件 既然没有限制条件 怎么不是给你生 紫棋问道 于燕看看苏妍 苏妍道 应该是生不了 生子系统不能越急 她那时候还是繁寿级的系统 只能生最高天阶的孩子 紫棋摸了摸苏妍的圆脑袋瓜 原来你说的是真的 苏妍无语 你以为我是在骗你 故意不给你生宝宝 紫棋笑笑 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又轻抚她丝滑的背毛 银葬就管理了几千兽人 而且部落又穷又寒冷 每天食不果腹 光打猎了 哪有功夫勾心斗角 是 陛下 于燕的目光落在了苏妍的身上 上一次胜战 一开始是混战 大量削减实力弱的磁性队伍 具体规则 应该是由系统告知磁禁宿主 由宿主来指挥整个队伍 现在 这里有两位兽皇 搞阴谋诡计 肯定是你们更在行 尤其我们东区的兽皇陛下 更是翘楚 大家没有异议吧 苏妍张嘴咬住了她的手指尖 毛都快撸没了 还是比不上我的小七啊 最后是余燕 还是着急忙慌看完的 稀里糊涂的理解 紫棋眼底的笑意更深 有总比没有强 苏妍看向银藏和余燕 苏妍文言 立刻问小美什么规则 紫棋不愧是天天处理家国大事的人 最快看完 顶级理解 苏妍直接让她帮忙 给弄成纸板的 一事三份 其次是隐藏 六成理解 苏妍觉得自己快要炸毛了 苏妍在紫棋的手掌心里翻了个滚 撒娇道 团队里 只需要一个手脑就行 那就全托付给陛下了 不用我说了 大家自己看吧 已经翻译成大陆通用文字 苏妍把纸板的圣战规则交给三人 那你别摸 苏妍赏她一把眼刀子 所以 银藏也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刚刚收到通知 小美把规则说明 以文字的形式交给了苏妍 余燕完全同意 不然她也不会一直跟随着紫棋了 紫棋总算不再逗她 对余燕道 你把上一次的圣战过程详细说说 紫棋轻柔慢捏她的小爪爪 我倒是头一次知道 原来咱们的大陆叫利川9908大陆 好巧 我是99年 8月出生的 苏妍舒服地眯起眼 哦 那利川怎么说 不知道 苏妍被她暗柔得迷迷糊糊的 紫棋看向余燕 余燕汗颜 她俩这放松的 半点都不像是来参加圣战 而是踏青游玩来的 回避下 利川是灵兽大陆的名称 如同东区 西区 南区 北区 利川也只是灵兽级大陆的一个区 圣战第一阶段 是先在个区内选拔 最后游个区的前三名 再进入第二阶段 银藏看着说明书 第一阶段参战的大陆 一共是一万个 这个数字是所有的大陆 还是只是利川区的 余燕虽然不想承认 但事实就是 一个区 咱们是9908号 苏妍瞬间清醒了 你说啥 她刚才见规则说明上有一堆数字 就直接没看完 给你挣个圣词名头 真是麻烦 嗯嗯 主要也是为了你们 圣不圣词 我都无所谓 苏妍把后腿爪爪 也放到了她的手里 暗示她揉捏揉捏 此其如她所愿 轻轻揉着 你就一直这样吧 比较好戴 我也觉得 要实力没有 那就尽量不拖后腿 苏妍连连点头 正合她意 你的系统有什么特点吗 余燕问道 比如能生长出食物 或者治愈重伤 苏妍回道 我的系统内有个商店 里面有各种商品 但需要积分来买 而积分需要生子才有 我才生七个 可想而知 我的积分很难让我挥霍 现在还负债 虽然我家系统小美 十分可爱大方 让我赦账 还不算利息 但我也不好 让她一直帮我背着债 小美立即表态 只要能升级 负债没关系 我能抗 苏妍 不过我家小美 有个神奇的功能 十分实用 就是实景地图 苏妍说着又问小美 为了最终胜战胜利 能不能把地图 共享给他们 这样也方便干账 小美可以 但需要他们和宿主 签订一个生死制约 绝对不能背叛宿主 哪怕是一个念头 也会暴体而亡 直到圣战结束 苏妍这么狠啊 小美圣战期间 慈性可以用自己的魅力 勾引其他战队的雄性 也是规则允许的 所以防止几方的 圣战是背叛宿主 另投其他慈性 制约还是十分必要的 签订前提 需要对方100%同意 苏妍 把要签订生死制约的事 和三个人说了 三个人都没有意见 本来这场圣战 就是要给他卖命 而且背叛 他们三人也都不屑 此等耻辱 苏妍把系统地图 分享给了三人 以我所能看到的距离为准 现在你们应该能看 以自己为中心 方圆600米以内 360度无死角的实景监视 有着好东西 怎么不早拿出来 紫棋屈指轻弹了一下 他的圆耳朵 苏妍回道 前提是要100% 同意生死制约 没想到陛下会同意 还有什么好东西 都倒出来 现在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整合资源 紫棋用带着薄茧的指腹 按着他的肚皮 软软的 质感不错 苏妍正要回答 她一直开着的系统地图里 突然进来一堆人 瞬移来的 近到只有不到百米 三人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而对方似乎也察觉到了 他们的存在 忽然 地图里的人又瞬移离开了 什么意思 苏妍看着地图 寻找了一圈 都没有人 银藏身上 临街巅峰的杀翼 飘到了房子外面 他们不跑才怪 于燕拍拍银藏 如果想活动筋骨 得先引他们上钩 银藏收敛了气势 那和打猎一样 于燕冷汗 打猎 嗯 差不多差不多 虚惊一场 我请大家喝茶 压压惊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取了茶具和茶包 以及一壶凉水 只煎一点火球 把凉水烧开 泡了四杯茶 还有一些肉干 当佐茶的消遣 你火系天赋到天阶了 紫棋接过茶 喝了一口 苏妍回道 嗯 生子对我天赋 也有帮助 再生一个 岂不就是临街 紫棋看着苏妍 紫棋看向银藏和鱼燕 你想要几个 紫棋问苏妍 那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都陪你练 真有这个环节 难怪小美 让她提前储存雄精 就是为了提高怀孕机会 万一她体力不支 撑不到最后 那不就完了 圣战期间能怀孕吗 紫棋问鱼燕 瓷镜什么 苏妍问道 鱼燕表情有些尴尬 看了看紫棋 才道 其中有一项 就是交尾能力 瓷性和雄性在一个房间里 瓷性可以选多个雄性 或一个 最后以瓷性的极限为准 不可服用恢复体力类的 丹药辅助 使长者为胜 嗯 小美说的 她也是综合以前的数据 发现这一项 是每次圣战都保留的镜像 这两位 一个看破屋顶 一个看地图 仿佛什么都没听到 休战区 若怀孕了 子嗣数量最多 也算剩 陛下 这里是休战区 三人一数 到了一处名字叫小竹的小镇 按说是这样 她也不太确定 都是系统奖励 于燕回道 怀孕会影响后面的慈禁 唉 每天 苏妍带住 很随意的口吻 苏妍却本能交去一阵 忙到 一个 陛下就足够了 天色见黑 苏妍 趴在紫棋的肩膀上睡大觉 身上还搭了一条云帕 享受了一把小妻才有的待遇 你之前说 让我陪你练练 是不是早就知道 嗯 陛下看这个镇子的入口镇石上 刻画一只白色的鸟 这种鸟鸣和平云雀 雕刻着它的城镇 就是休战区 这里不能起冲突 否则会被罚扣圣战积分 圣战积分是什么 银藏问道 于燕撸起了袖子 手外上有一个纹身样 四个零的数字 就是这串数字 银藏也撩起了袖子 她的手外上显示的是0012 在废弃村落石 她杀了12个兽人 拿到了12个积分 而我们所有的积分 最后都会归于此性 于燕看向在紫棋肩膀上睡觉的苏妍 受体状态的她 还真是让人提不起半点防备 然 乍傻半猛的才是狠人 紫棋道 先进阵子听听风声 还是先吃饭吧 银藏人高马大 一路走来 早就饿透了 盛战期间的通用货币 也是积分 于燕道 紫棋和于燕的目光 都落在唯一有积分的银藏身上 银藏倒是个热情大方的主 走 吃饭去 只是在得知 一个馒头就要两个积分时 三个男人面面相去 最后 银藏买了三个馒头 和一个价值五积分的肉包子 肉包子 留给还在睡觉的苏妍 三个男人 一人一个馒头 顺便向卖馒头的老板打听了一下 赚积分的方法 卖馒头的老板 是小竹镇的原住民 告诉他们 只要出阵杀恶兽 就能赚到积分 恶兽是圣战期间才会出现的积分兽人 他们有兽人的外形 却没有灵魂 杀了就会得到积分 恶兽不会主动进攻修战区 但除了修战区 随处可能出现 银藏杀的那十二个兽人 就是恶兽 而他们一开始到这里时 那一片的兽人尸体 也是积分恶兽 并非是参加圣战的战队 除了杀恶兽 其实还有一个赚积分的方法 于燕告诉紫棋和银藏 这个方法就是杀圣战战队 上一次圣战 一个战队雄性是200积分 一个战队雌性是10万积分 而一个战队的雌性死了 所有的雄性也会跟着阵盲 苏妍睁开眼睛 迷迷糊糊地打了个哈欠 发现三个男人都盯着他看 顿时来了点形象包袱 我是哪儿不妥吗 没有 就是发现你挺值钱 紫棋打趣道 苏妍坐起来 睡眼惺忪地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了四袋营养液 给他们三人每人丢了一袋 小美给的 说是这个味道虽然一般 但比吃镇子上的食物要好 而且不会轻易有饥饿感 正好三个人只吃馒头 不仅没解饿 还更饿了 银藏喝完 犹豫着问道 还有不 再来俩 油 多的是免费供应 苏妍又取了六包 丢给银藏 鱼燕也给了四个 紫棋道 我够了 哦 苏妍喝了两口营养液 确实不好喝 便塞给紫棋 陛下 别浪费 紫棋 倒也接了过来 继续喝 并把银藏买的那个肉包子给他 苏妍闻了闻味 还算凑合 吃了起来 咱们这是在哪 紫棋喝着他剩的营养液 回到 休战区 小竹镇 准备出去杀恶兽赚积分 苏妍睡了一路 所以还没有这部分的信息 立刻问小美 积分是什么 小美把一份关于积分的规则说明 连同隐藏的积分宝箱攻略 都给苏妍以纸板说明书的形式 放在了系统空间里 苏妍立刻取出来 给三人每人一份 自己也拿了一份 不过看了两眼后 就不看了 难怪紫棋会说她很值钱 一个战队的雌性价值一万积分啊 而一个雄性才二百积分 余燕看完说明后 雌性积分降低了 看来上一次滥杀雌性 让圣战规则改了 倒是多了不少赚积分的途径 紫棋点了一下苏妍的鼻尖 这种情报 以后早点拿出来 苏妍小声道 小美说 她是上头有关系 软磨硬泡 特意透提给我的 官方给的情报 就是你们之前看的 其他的信息 需要战队自己去收集 让她再多泡一泡 紫棋道 苏妍 你选个地方 咱们先去赚点积分 紫棋把喝完的营养液包装袋 直接冻成了粉末 落在地上 其他二人也有样学样 把营养液的包装带毁了 这里怎么样 风染长谷杀恶龙兽 不光赚积分 还能爆宝箱 苏妍看着他们三个 见他们都不说话 顿了顿 是不是难了点 那换一个 不是 紫棋笑了起来 应该是都想的这个地方 银藏仅剩的一个积分 正好付了传送阵的费用 长谷满山红色枫叶 风景四画一般漂亮 小竹镇上有传送阵 而且价格很便宜 一个积分就可以使用一次 苏妍点头 是 这个东西叫枪 送给陛下一把 风染长谷 苏妍点头 嗯 也是小美给的 是我顾湘的一种武器 去哪 找恶龙兽的巢吗 苏妍倒是惦记着 来这里的目的 紫棋牵起她的手 走吧 顾湘 你所来之处吗 紫棋从余燕那里得知 所有被生子系统绑定的人 都是被召唤来的 并不是受试大陆的人 银藏和余燕 见苏妍被风景迷住 琪琪看了一眼紫棋 然后去找恶龙兽的洞穴 吓我一跳 苏妍收起了积分攻略书 既然都同意 那咱们就出发吧 哦 苏妍便回来 然后在紫棋的外衫之下 换了一条米白色的蕾丝长裙 把她曼妙的身材 勾勒得恰到好处 苏妍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一把枪 以防万一 苏妍不由看吃了 什么 苏妍看她 拖了外衫 罩住了苏妍 便回人形 紫棋把她从肩膀上取下 低声道 便回来吧 这就是你杀魔兽的暗器 紫棋倒是知道这个 苏妍从传送阵里出来 紫棋 嗯 苏妍把一把银色的手枪 送给紫棋 留着防身 使用方法就是瞄准 扣动扳机 正好一个恶兽出现 苏妍反应迅速 直接抱头射杀 而一个恶兽出现 紧接着又来了一群 紫棋无语 本想带她沿着漫山的枫叶 走一走 放松一下心情 没想到她送了自己一把暗器 转眼满山红叶 就变成了战场 抬起银色手枪 砰 开了一枪 三杀 苏妍震惊地吹了一声口哨 哇哦 牛逼 陛下果然不同 我们这些凡兽俗子 紫棋失笑 这都说的什么跟什么 但下一瞬就收起了枪 抬手一道兵刃傲义 犹如子弹般的飞射而出 几十个恶兽 瞬间被杀光了 苏妍冲紫棋竖起大拇指 你后面 紫棋提醒她 苏妍转身 看到一只落单的恶兽 开枪抱头 紫棋走到她身边 再次握住她的手 走了 苏妍却拉起了她的袖子 看到她的手腕上 多了一行数字0057 然后再抬起自己的手腕 看看她的是0059 陛下赚的积分 我也可以支配 呵呵 挺好 紫棋拉着她 继续朝山上走 找到了恶龙兽的二人 听到了枪声 银藏立刻要出去看看情况 余妍道 没事 陛下也是临界巅峰的天赋奥义 我能看出她的天赋 但她的奥义是什么 银藏问道 余妍回道 水溪奥义 还有一个源自血脉传承的奥义 她没用过 我也不知道 以后总会知道的 先杀龙 这条归我 银藏身上的战意 喷涌而出 行 余妍乐得省力 退到了一边 轰隆隆 山体突然塌了一脚 苏妍盲看过去 正好看到一条巨大的银色独角狼 从坍塌的地方飞出 跟着她的 还有抱着金色箱子的鱼燕 他们找到了 苏妍惊喜地瞪大眼睛 走 过去看看 紫棋却看了眼她的手腕 原本0059的数字 变成了1059 落地后 独角银狼 变成了赤裸的银藏 苏妍盲抬手无脸 不过银藏那一身球起的肌肉 小麦色阳刚健壮的身材 还是被她看到了 紫棋笑腻着她 带着一丝玩味 想要她的话 也不是不行 苏妍的脸爆红 没 我绝对没有 紫棋拉下她的手 让她看着她的眼睛 无妨 只要你想要 苏妍波浪鼓一样摇头 绝对没有 我现在只想要你 真的 紫棋捏捏她的小脸 笑了 就算是假话 听着也不错 这一刻 满山枫叶都成了她的陪衬 在美的风景 都不及她的笑颜 苏妍痴吃吃道 陛下 今天晚上咱们练练 色词 紫棋拍拍她的头 便回去 哦 苏妍又变成了小白鼠 衣服则由紫棋 收进了一空间内 陛下也有空间吗 嗯 血脉传承 陛下本体是什么 给我生个孩子 不就知道了 我有法子知道 苏妍问小美 紫棋的受体是什么 小美没有搭理她 苏妍 这方面 小美的嘴还真言啊 以前她问明灵渊 和宗司里的受体是什么 她也不跟她说 非得生了才知道 金色宝箱打开 里面是一颗足球大的大白蛋 苏妍直接从紫棋的肩膀上 跳进了箱子里 绕着大白蛋转了两圈 小美 这是什么蛋 并未受惊的龙蛋 可以吃 可以吃的龙蛋 咱们把它烤了吧 苏妍兴奋道 银葬也是个吃货 我去捡柴 说话就走了 余妍把龙蛋取出来 看到宝箱底 还有一把龙形匕首 取了出来递给紫棋 陛下 紫棋接过龙形匕首 打亮了两眼 然后手中突然出现了一块灰扑扑的石头 轻松一削 灰石头就变成了两半 露出里面闪烁着金属色的漆黑石心 还行 妍妍想要吗 苏妍站在龙蛋上 看了眼匕首 不用了 我防身的东西挺多的 紫棋见她不感兴趣 把匕首又丢回给了余妍 你拿着吧 是 陛下 余妍收了起来 苏妍眯眼瞅着金灿灿的宝箱 陛下 你说这个箱子值不值钱 应该是金的 紫棋笑腻着她财迷的模样 你可以用火烧个试试 金子也能换积分 好啊 苏妍立刻用火 开始烧宝箱 最后还真烧出了一块拳头大的金子 苏妍搓着小爪爪 眼睛也金光闪闪的 发财了 紫棋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 盯紧了苏妍找腕上的积分 虽然那个数字很小 但对于她来说 视力不受半点影响 同时 余妍也都注意到了 不过她没太在意 银葬去捡柴 这么久都不回来 不用想都知道是遇到恶兽了 只是 那积分越涨越快 末地蹦出了一个一万的积分 余妍终于淡定不住了 立刻顺移而走 紫棋抓起苏妍 把龙弹和金子也收起来 跟着顺移而去 到地方后 苏妍强忍住 突然顺移带来的头晕不适 努力定神 发生什么事了 却见银葬正站在 一地兽人死尸中 抬手挠挠头 我以为是恶兽呢 没想到是一个战队 苏妍彻底不晕了 咋办 然后问余妍 这种情况 上一届圣战你经历过吗 数不过来 余妍走到雌兴兽人的尸体旁 手掌间凝出一道土圆栗 十分平静道 地裂树 地面顿时裂出了一道 米欲宽的裂缝 所有的兽人尸体 都被移进了裂缝里 最后的凤合拢 一只战队 就这么消失了 紫棋把苏妍抓在手心里 看着她难过的模样 问道 还记得村子里遇到的那堆人吗 苏妍瞅着她 恍然 这不会是他们吧 紫棋 就是他们 应该是有特别擅长追踪的 等着我们水落单 再逐个击破 于燕也道 这才只是开始 而且 他们现在还有人埋葬 后面死尸遍地的时候 就是喂野兽了 苏妍沉默良久 忽然 泪眼汪汪地瞅着紫棋 陛下 炎炎不想喂野兽 紫棋捏捏她的小爪子 你喂了 我们也跑不了 所以咱们狗着吧 苏妍抱住她一根手指 狗 就是一直躲躲藏藏的狗到最后 能挺进前三就行 苏桂慈说的这个也是个法子 前三主要是拼积分 于燕回到 这一次的圣战 和上一次明显不同 多了很多赚积分的途径 比如刚才的寻宝 还有杀恶兽 甚至是采草药 都能换积分 于燕是从上一次的血战里活下来的 因为走过那种惨烈 所以不想再来一次 银藏倒是什么都行 我都可以 紫棋把苏妍放在自己的头顶上 可以不主动攻击 但是送上门来的不能放过 要不你就别当圣词了 哪有不染血的宝座 但她既然想要少些杀戮 便尽力吧 嗯嗯 听陛下的 苏妍松了口气 一行人又回到了小竹镇 街道上的人 比他们离开时多了不少 镇子上的旅设 也变得一房难求 而且价格很贵 苏妍想起 她生小七的生子大礼包里 系统送了一栋折叠式的别墅 她当时还想着 去哪用得着这个 有顺一束 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可不就用上了 苏妍沿街找了一块无主的空地 然后把折叠别墅 从空间里取了出来 一件话自动开始操作 原本四四方方的钢铁盒子 最后变成了一栋 两层三是一厨两位的别墅 三个大男人 看着折叠别墅 四看到什么稀奇的天赋傲义 这东西不错 紫棋首先表示了认可 余妍也目瞪口呆 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 也是生子系统送的吗 苏妍点头 是 你以前跟的雌性 没有这类的东西吗 没有 她的生子系统 能种地有灵犬 无论受了多重的伤 只要没死 就能很快复原 还有就是很能生 一胎最多的时候 生了355个 啊 苏妍晕了 355个 真的假的 她生了355个蛇卵 拿下竞争胜词的决赛名额 余妍淡然回到 苏妍简直难以想象 355个 确实厉害 胜词应该就是要这种 强大的生育力 才有机会赢吧 她都怀疑自己 到底能不能走到最后了 苏妍的折叠别墅 引来了不少人为观 还有没有找到旅社 问她能不能借助的 最后不胜其扰 紫棋在折叠别墅外 不下了一个迷阵 令外面的人不能看到折叠别墅 才算消停了 但苏妍看外面 半点都不受迷阵的影响 她便回了人形 站在窗边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来灵兽大陆 参加圣战的第一天 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而这也才刚刚来到这里而已 各个战队 应该都在忙着收集 关于圣战的消息 尚未正式进入战事状态 她放开了系统地图 观察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发现了好几个雌性 而他们的身边都是五个雄性 能来这里 必然都是灵阶天赋 紫棋他们天赋在高 同阶之下 双拳难敌四手 狗计划 势在必行 也是目前最大程度 能保存实力的法子 紫棋沐浴过后 来到她的身旁 揽住了她的腰 于燕和银葬 他们出去了 声音慵懒低哑 是去转积分吗 苏妍回过身 抱住了她的腰 深吸她身上迷魂箱一样 让人迷恋的动情香气 不是 转积分的是 明天再说 这次圣战和于燕经历的 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他们出去打听消息 顺便看看 其他战队的实力如何 怎么不说一声 我也跟着去 苏妍的手 不老实地钻进了 紫棋的浴袍内 紫棋低笑 性感撩人 明知故问 他们为什么这时候出去 苏妍当然知道 舔了舔嘴唇 就在干柴烈火 准备烧的时候 外面忽然响起了 一阵雷鸣声 苏妍立刻查看系统地图 只见外面的街道上 有两支战队开战了 唉 看来休战区 也未必真能止歌 一日早 苏妍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积分 用力揉揉眼睛 别那么使劲 紫棋给她做了早餐 肉排面包 还有一盘配色鲜艳的蔬菜 这是紫棋照着 折叠别墅里的 县城菜谱做的 看起来十分养眼 苏妍点着自己手腕上的积分 接接巴巴道 这对这 258859 是圣战积分系统 出问题了吧 最新通知 圣战期间的积分 可1比1 兑换成生子积分 小美的声音响起 苏妍更是呆住了 还能这样 是的 宿主可以多赚些积分 我知道 但我手上的积分 是怎么回事 睡了一觉 就变成258859了 系统出bug了 是宿主的雄性们赚取的 苏妍问紫棋 昨夜余艳和银藏 到底干什么去了 这么多积分 怎么赚的 紫棋回道 昨夜休战区 发生了一小部分乱战 苏妍当然知道 还微微红了脸庞 说起来他们就是在 那片乱战的背景下 疯狂了一回 因为要锻炼自己 真正的体力 所以她并没有吃回元丹 最后累及睡了过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她什么都不知道 累得连手指头 都不想动的她 估计天塌了 都醒不了 他们两个趁着乱战的时候 捡漏去了 捡漏 苏妍不明白 人家干账 他们两个怎么捡漏 还捡了这么多 先把饭吃了 紫棋把肉排面包递给她 苏妍接过咬了一大口 简单来说就是补刀 趁着对方快死 又为死绝的时候 补上一刀 便能分到大半的积分 就这么 他们分了二十多万 嗯 但这种浑水摸鱼的情况 可遇不可求 下次叫上我 这种好事 她也能干 呵呵 好 紫棋看着苏妍 大口大口地吃早餐 按到那本菜谱 以后可以留着 在楼下吃营养液的银葬和鱼燕 两个人听着楼上的对话 小声道 苏桂慈怎么不看看陛下的积分 其中二十三案 都是陛下杀来的 紫棋昨夜 确实有点吓人 她受什么刺激了 是欲求不满吧 二人不是交尾了吗 怎么还欲求不满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你家陛下不行啊 你这话可别让他听到了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懂 男人那方面不行 是很丢面子的 反了反了 不是我家陛下不行 是苏桂慈 我懂了 你不用说了 定是苏桂慈那方面太厉害了 不然怎么能竞争圣词呢 哎呀 你让我把话说完 在皇宫里 十个身强体壮的飞慈一起伺候 才能让我家陛下小谢 苏桂慈身子骨纤细柔弱 根本就满足不了我家陛下 终于说出来了 楼梯上 苏妍回头看看身后的紫棋 我是没有姨姨当时的本事 说着还扁了扁嘴角 一副欲哭不哭的模样 别提多招人 想要亲近所有来疼喝她 紫棋暗道不好 盲言 你别听 小美 顺一到百花谷 去采收野花蜜 赚积分了 是 宿主 苏妍顺一走了 紫棋话没说完 家人已消失 余燕知道自己这嘴闯祸了 立刻寻求将功折罪 我去找苏桂慈 她去哪 你知道 紫棋问道 余燕 你先去赚积分 我去找她 那我呢 银藏问道 她也多少好像脱不了干系 紫棋看着这个北区寿黄 除了打架的时候 比较有一区寿黄的样 其他时候真是一言难尽 你和余燕一起 说完紫棋就立刻顺移走了 她念叨过 去百花谷采蜂蜜来着 一斤蜂蜜能花二十积分 苏妍小心翼翼地趴在花丛里 盯着正在采蜜的小蜜蜂 等小蜜蜂飞走了 她就在后面紧跟上 最后来到一个土窝洞前 苏妍顺着洞口试探着爬进去 但是没爬多远 就被里面的蜜蜂给赶出来了 耳朵上还被盯了几下 又痒又痛 而在她抓耳挠腮的时候 一道传送阵白光 从天而降 她立刻又藏起来 然后放出了系统地图 查看传送阵的方向 等看到来人后 立刻收起了地图 撒鸭子跑走 盐盐 苏妍听到自后方传来的声音 停了下来 但下一瞬 她就递打了个洞 钻了进去 老鼠天生擅长挖洞的本事 现在被她发挥到了极限 没一会儿就挖出了一个深十米的洞 紫妻盘腿坐在了洞口 拍了拍地面 继续道 在你进宫前 我已经把那些妃子都遣散了 他们现在应该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苏妍挠着刺痛的耳朵 想起她在寿皇宫里 确实没见过她那些妃子们 而且她也从没立过皇后 你遣散后宫是你的事 别赖我头上 妍妍不生气了 见她跟自己说话 紫妻松了口气 本来苏妍也没生气 她是寿皇没有妃词才不正常 那些权贵世家 为了巩固家族权势 削减了脑袋 也会往她的后宫里塞人 而为了权衡各大世家 她也必然要收着 不管喜不喜欢 这是帝王权术 我没生气 只是找到了还债的更好方法 既然小美说圣战积分 可兑换生子积分 那她是不是能在圣战期间 把积分都赚足了 还了债 还有重生地球的一亿积分 紫妻听她提起债务问题 道 你先出来 苏妍想了想 最后有点纠结地朝外爬 快到洞口的时候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 直接把她从洞里薅了出去 但等紫妻看到苏妍那被密封折得又红又肿 还近邪的耳朵时 又气不打一出来 跟我生气 何必折腾自己 嗯 苏妍倒是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了 我哪折腾自己 紫妻的指尖 一出一团柔和的白光 裹住苏妍的耳朵 很快 刺脑痒痛到耳朵 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苏妍动动耳朵 瞅着紫妻 你会治愈傲益 嗯 紫妻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她的身体 说说欠债的事 苏妍的嘴巴 立刻绷紧了 还想不想当圣词了 紫妻把她沾了土的小爪子 擦拭干净 苏妍看她 对自己如此仔细 心底也软软的 最后回到 我生孩子 是为了赚生子积分 小美跟我说 圣战积分 可以兑换生子积分 所以我就想着 多赚积分 以后就 就不用生孩子了 紫妻的手指一顿 你不喜欢孩子 苏妍摇头 不是 我喜欢孩子 生的七个 我都一样喜欢 却终究是亏欠了陪伴 生再多 也只是亏欠更多 慈性生子 不必抚养 哪来的亏欠 紫妻继续捏她的小爪爪 苏妍渐渐被她捏得浑身酥软 只想躺在她的手心里睡大觉 我的故乡 赋予了母亲更多的角色 我总是情不自禁地 带入那些角色中 觉得对孩子 应该像他们那样 才算合格 紫妻把她放在 自己的肩膀上 如果相信我 就让我来替你分担 苏妍的眼睛 不受抑制地开始酸胀 最后忽然变回了人形 赤身裸体地在她的怀里 这次我能移当时 信不信 美人在怀 周围又是繁华盛景 很难不欲动 但紫妻还是克制住了 不是要找蜂蜜吗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大蜂巢 要不 苏妍稳住了她的唇瓣 好一会儿才娇称寒妹道 继续练习 我必须要做圣词 就算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她 她也要拼死一搏才行 她要让她活得好好的 回到寿司大陆 继续做她的万寿之皇 苏妍卖了200斤的蜂蜜 可是把收获老板吓了一跳 因为还没有人能 一下子踩到 这么多质量上成的蜂蜜 最后给苏妍结账的时候 还格外多给了200积分 苏妍乐呵呵地 从店铺里出来 紫棋在外面等着她 见她开心 俊脸上也不禁露出淡淡的笑容 苏妍把手腕递到她眼前 给她看 瞧瞧 是不是多了4200积分 我也能赚分的 嗯 妍妍好厉害 紫棋抬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并用帕子缠住 挡上了那串 已经超过100万的数字 不管她负债多少 她都会给她还了 不让她有那么多担忧 苏妍见路边 有卖烤肉串的 眼睛一亮 我请陛下吃好吃的 紫棋却拉着她的手腕 朝菜市场的方向走了 我做给你吃 你喜欢做饭啊 苏妍诧异 紫棋点头 你弄的那个折叠厨房 我很喜欢 而且我发现 做饭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这样啊 那今天我和你一起做饭 要不要试试饺子 这可是我那个世界 最厉害的美食了 只要过节 不管大节还是小节 不管是什么事 大事小事 全靠她正场子 那就做饺子 紫棋见她说到这道美食 眼睛闪烁着亮光 想来是非常喜欢的 苏妍拿着菜刀 框框框的剁菜 紫棋帮忙和面 还有搅拌肉馅 各种调料 都是苏妍来放的 好香啊 陛下 做什么好吃的呢 打工二人组 从外面回来了 除了有点灰头土脸 没有什么问题 银葬进屋后 也是直耸鼻子 最后银灰色的树桶 都瞪圆了 苏妍看着她 忽然想起了哈士奇 忍不住笑了出声 辛苦赚积分了 快去洗洗吧 过来帮忙 二人立刻回了 各自的房间 然后拿了衣服 冲进了浴室里洗澡 苏妍看了看 手腕上的帕子 这是紫棋给她绑上的 说是不让她有压力 先不用看了 不看就不看吧 她只要尽力 去赚积分就是了 拼搏也是一种幸运 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苏妍把一枚枚胖多多的饺子 摆在面案子上 好不好看 从紫棋的角度来讲 不知该怎么评价 但是看她那么开心 那必然是漂亮的 嗯 你照着这个样子来包 我来擀面皮 银葬和鱼燕也过来了 很快 面案上就多很多 奇形怪状的饺子 不过苏妍并没有管那些饺子 她注意到三个人的手腕上 那圣战积分 都好长 六位数 还是七位数 陛下 咱们练练 过犹不及 陛下 练练 色词 练练 每天夜里 苏妍都缠着紫棋 为此净做准备 紫棋总是顾虑着她的身体 每天都忍得很辛苦 而挑动起来的情绪 不能在身体上得到满足 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 在苏妍睡着以后 紫棋就会把变回受体的她 丢在头顶上 带着鱼燕和银葬 出去赚积分 他们堂而皇之地走在路上坐耳 以那些藏在暗处的战队 主动送上门 银葬好战 毫无疑问的主攻大冲锋 鱼燕是上一场圣子战队的圣战士 有点干皮了 所以基本上就只动嘴 给银葬摇罗打鼓 出谋划策 紫棋负责外围旁观 主持撸鼠 银葬喜欢以受体战斗 所以第一时间会变身 爆出独角银狼的受体 实力横扫 往往也没有鱼燕和紫棋二人出手的机会 两个人直到目前 也只是辅助减减积分 打扫战场 陛下 银好像格外安静 鱼燕两只手交叉在脑后 百无聊赖的轮眼四股 银葬也打了个哈欠 平时这时候已经开始活动筋骨 今天都已经到后半夜了 连一个恶兽都没有遇到 紫棋头顶上 顶着熟睡的苏妍 还搭盖了一个迷你小毯子 看起来又怪异 又可爱 紫棋一身藏青色 利领修身长袍 双手抄在阔袖里 打开了系统地图 另外两人才想起来 他们还有一个辅助神器 三个人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绿点 相视一笑 那笑容如木春风 如鸡似渴 如是重负 今夜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啊 鱼燕退后一步 紫棋对银葬 雍雅金贵地笑道 扛不住就说一声 气 这些猫猫狗狗的 还用不着 你一边待着去 银葬活动活动肩膀 紫棋从头顶上 把苏妍取下来 放在手心里 慢慢地盘着 苏妍睡梦里 如坠云端 舒服得直哼紧 紫棋唇边的笑容更浓了 鱼燕转动了一下 左手腕上的护腕 这东西是苏妍送的 正好遮挡住了积分数字 陛下 明天换个地方吧 我听说卡特罗城挺热闹 陛下带苏桂茨去玩玩 我和银皇找找别的赚积分路子 神妖路子 打擂台 赢的一方 可以拿到输的一方所有积分 紫棋 看向已经受化 冲出包围圈 大开杀戒的银藏 明天问问炎炎吧 她一直提议苟着 去卡特罗城 难免会引人注意 陛下 咱们现在 都有银朗死神战队的称号了 估计也早就在圣战圈子里传开 炎炎不知道 那就算是狗 没多久 银藏一身血都回来了 都是别的受人的血 紫棋抬手一道水系浊青树 就把她从头到脚清理干净了 于燕立刻去清理战场 等天亮这里 绝对会恢复如常 甚至那些被破坏的草皮 都会比之前还要更旺盛 毕竟地下又多了不少肥料 银藏浑身舒畅地对紫棋道 你可以试试 虽然都是一些菜瓜 但活动筋骨也足够了 下次吧 紫棋把苏妍放在肩膀上 双手继续拢袖 看着她才刚刚热过身的旺盛经理 问道 想不想去卡特罗城 我去哪都无所谓 能打架就行 银藏瞥了眼睡着的苏妍 倒是她 现在咋样 紫棋摇了摇头 蜀族天资太差 哪怕是胡族都好些 蜀族不是挺能生 一个月一胎 论速度 谁能跟她相比 如果是比速度 自然是不用担心 再等等看吧 这一届慈禁规则还没出来 按云燕的说法 这一次胜战的规则 改动颇多 慈禁规则修改的可能也很大 我瞧她运气挺不错 运气也是实力 嗯 以后再说 目前就是先送她进入下一个赛区 云燕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封信 陛下 你看看这是什么 紫棋示意她打开 信封里是一张邀请函 看完邀请函后 于燕笑道 好巧 这是卡特罗城的百兽塔邀请函 百兽塔 银藏的眼睛瞪圆了 如果苏妍醒着 又得捧腹大笑 因为银藏每次露出这表情 她都会想起二哈 擂台兽王争霸赛 第一名会得到数之不尽的珍宝 最美的雌性 还有兽王称号 兽王 银藏对前面两个完全不感兴趣 兽王倒是让她十分信仰 还有 一千万的圣战积分 紫棋不禁也一动了 怎么参赛 就拿着这个邀请函 去百兽塔报名即可 宽阔平坦的大道上 一眼望不到边 一辆宽大的马车 顺着大道 慢慢悠悠地往前走 小美 那条琉璃青雨衣 能不能给我打个两折 苏妍日常薅小美羊毛 她实在是缠那条裙子 青色泛着金银荧光的鱼尾裙摆 金色凌络飘带 繁复精致的织纹 再搭配上水晶高跟鞋 无一处不华丽奢美 小美回到最低五折 小美你就便宜一点吧 不行 150积分 已经最低了 连一条飘带都做不出来 苏妍也知道 这条裙子应该十分费工 300积分并不贵 但能便宜一点是一点 见苏妍一副走神迷离的模样 紫棋知道她在和小美说话 等她回过神 才悠闲地问道 可有圣战的消息 有 圣战第一阶段已经过了三分之二 咱们成功狗到第五名 苏妍比划出一个巴掌 漂亮的小两上满是激动之色 第五名 紫棋淡定道 那至少还要踢掉两个战队 小美可有前五名的资料 有的 苏妍把仪式三分的纸板资料给她 紫棋给坐在车棚顶上的银葬 和车夫鱼艳个一份 这是她们目前要踢掉的前四个战队 苏妍已经看过资料 觉得干掉她们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这四个战队都仍是全员状态 虽然她的也是全员 但她们是六个人 而她的是四个人 直接少了两大战力 要不我也加入战力吧 高低也是天接火系 还有小美在 胜战规则 系统不能参与到战斗中 有这条吗 苏妍虽然看过规则 但现在也快忘得差不多了 小美 你不能出战 不能直接帮忙 紫棋见她不说话 知道又和小美聊去了 便道 问问她 有没有后面五支战队的资料 以防后面的人冲上来 她们身上的积分 应该也不低 遇到了不妨清理一下 这也是战队之间 火拼的最主要原因 只要杀了对方战队的雌性 除了战队本身的积分价值 连她们赚取的 也会一并收入囊中 苏妍又取出来 厚厚一踏子的资料 她把自己那份留下 剩下的都交给了紫棋 翻开资料 仔细看 第一战队5067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全员六人 第二战队1923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全员六人 第三战队4596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全员六人 第四战队8055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全员六人 第五战队9908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全员四人 第六战队0001 雌性虎族 生子系统零售级别 无天赋 全员六人 第七战队0459 尚未公开雌性信息 死亡一 生存五 第八战队7672 雌性雄族 生子系统零售级 天赋绿阶土系奥义 死亡二 生存四 第九战队2000 雌性象族 生子系统零售级 天赋兰阶水系奥义 全员六人 第十战队0048 雌性猫族 生子系统零售级 天赋黄阶 特丙系奥义香水 全员六人 苏妍看完后 久久沉没 小美 我有胜算吗 小美立刻给苏妍加油 并给出非常顺苏妍心意的方案 可以的 咱们目前排在第五位 只要苟着 让后面的战队 先去消耗排名靠前的战队 说不定能捡得大漏 苏妍听着是那么回事 情绪立刻好转 没错 我这狗自觉 已经混到第五了 说不定也能混到前三去 宿主加油 小美非常看好你 苏妍和小美聊完后 一抬头 就看紫棋正在瞅着她 眨眨眼 然后主动变成了小白鼠 四脚朝天的躺好 来吧陛下 随便你怎么撸 紫棋 呵 难得这么主动 捏着她的小爪子 看她享受的眯起眼睛 笑问 刚才和小美聊什么 她建议我继续苟着 苟到最后 就进前三了 苏妍哼哼唧唧地道 这哪是狗出来的 以前夜里前行 不让她知道还能瞒住 现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必然要全力博弈 那些目前还隐瞒着 雌性信息的战队 都不容小觑 苏妍忽然又变回了人形 咱们再练练 紫棋给她披上衣衫 遮住了绝美魅惑的洞体 别闹 我没闹 现在你们保护我 后面就到我保护你们了 我一定会带你们平安回去 苏妍扑进了紫棋的怀里 就要解开她的腰带 紫棋按住她的手 说不定会改规则 苏妍停下动作 改规则 紫棋摸摸她的头 发现她的头发长长了不少 便顺手给她盘了个技 用一只骨质浑原的簪子挽住 嗯 看到那些雌性的信息了吗 光是公开出来的 论体格她一个都比不上 苏妍小脸瞬间垮了 可她输不起啊 苏妍这一路的情绪都比较低落 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从一开始就苟着逃避的问题 现在已经明晃晃地摆在面前 性体力不是她缠着紫棋多做几次 就能变好 甚至是发生跨种族的身体素质飞跃 现实把她打击得维米不振 紫棋没有劝她 如果还没站 就先自己把自己吓倒了 那这圣词她也当不了 干脆省点力气 想想怎么带她逃离这里 天黑前 苏妍的马车进了卡特罗城 我还是受体吧 有点困 想睡会儿 苏妍对紫棋道 嗯 这里人多眼杂 可能不方便让你在外面了 衣兜里就行 紫棋没有把她放进衣兜 而是塞进了后衣领里 紧贴着她的后颈 那片最脆弱的地方 并用身子长发完美遮盖住 苏妍 紫棋感受着后颈处 属于苏妍的柔软温暖 通态舒坦 早该放这里了 陛下 我是狗皮膏要吗 贴着位置 挺好的 紫棋十分满意 于燕和银藏 直接无视着俩 实在是一路上吃狗粮 早撑得死死的了 于燕拿着百兽塔的邀请函 沿路稍一打停 就知道了百兽塔的位置 前面的街口 转个弯就看到了 于燕对银藏道 银藏着急打擂台 催促道 那赶紧走 苏妍趴在紫棋的领子里 闻着她非常好闻的魅惑体香 安心地睡着了 紫棋用一道温柔的水源力 一直呵护着她 甚至隔离了街道上的 过躁喧嚣声 还有各种交织而来的试探目光 三位是刚来卡特罗城吗 有没有住宿的地方 我们旅社刚开业 让利大酬宾 住五天免一天 住八天免两天 住一个月免十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搞活动 不容错过 一个保留着长耳朵 短绒绒尾巴的兔足慈性 穿着可爱的黑白女蒲公装 手里拿着宣传单 卖力地给银葬 于燕和紫棋推销 特别是紫棋 兔子直接看红了脸 都快贴身上去了 紫棋退避开 绕到了于燕的身后 于燕立刻明白 自家寿谎的意思 上前拦住了兔子 抱歉 我们要先去摆寿塔 摆寿塔 兔子看着他们 特别是银葬 你们是要参加寿王争霸赛吗 是 于燕回道 兔子指着一座高耸入云的黑色巨塔 那就是百兽塔 高一百层 顶层是兽王争霸擂台 随后又指了下百兽塔旁边的小白楼 那里是争霸赛的报名处 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 你们要参加的话 可要快着点了 好 谢谢每次告知 这朵鲜花送给你 祝你 不等于燕把花献给兔子 就被银葬拖着走了 鲜花也落在了地上 兔子捡起了那朵 用木原力凝成的鲜花 指尖轻轻一旋 瞬间鲜花又变成了星星点点的木原力消散 娇美可爱的脸上 表情也慢慢变得隐晦冷翘 排名第五的银狼死神战队 果然看不到此性 兽王争霸赛报名处 工作人员正收拾东西 准备结束最后的报名工作 银葬拖着一张身无可恋脸的鱼燕 急急匆匆地跑过来 等等等等 我们要报名兽王争霸赛 工作人员先是惊讶地看着他们俩 特别是鱼燕 然后笑道 不急不急慢慢来 银葬很顺利地报了名 鱼燕有点不太想报 但看银葬那威胁的目光 还是老老实实地陪赛 而且一千万积分 还是让人很心动的 两个人参赛 拿到的机会也大些 至于紫棋 如不用传承天赋 他和银葬的实力不相伯仲 若银葬拿不下寿王 他也不必去费那个力 况且擂台赛 车轮战 他本就不喜欢这种搏斗 苏颜均匀的呼吸声 一直萦绕在紫棋的耳边 令他的心境也格外平静 他站在报名处的走廊上 欣赏着墙上一幅沙漠画 乍一看 沙漠很普通 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海 但是平静下来 仔细欣赏 就能看到那片沙海里 有一个和沙子同色的骷髅 骷髅黑洞洞的眼睛 静静地注视着看画的紫棋 这位小友 可是喜欢这幅画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手里拄着拐杖走过来 紫棋向老者礼貌地行了晚辈礼 前辈 不知这话是何人所画 一个老朋友的随手乱话 如果小友喜欢 可以送与小友 老者打亮着紫棋 笑容更深 更慈合了些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好 我那位老朋友也会很开心 老者立刻让工作人员 把画从墙上取了下来 交给了紫棋 紫棋收下 又向老者行了一礼 不知前辈怎么称呼 我姓风 叫我风老头就行 哈哈 老者笑着走了 紫棋又看了一眼沙漠画 奇怪的是 那个画中骷髅又不见了 博纯浅勾 紫棋把画收入了空间里 于燕和银葬报完名后 工作人员给了他们 摆收塔的入住牌 方便安排比赛 两个人报名 两个入住牌 正好苏妍和紫棋一个房间 于燕和银葬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对门 也方便走动 陛下 刚得到通知 今晚我和银皇都要上场 在15层的淘汰赛擂台 嗯 到时候我去看 不用不用 淘汰赛没什么可看的 我过来是想跟陛下说 我看到一个手腕上 有圣战积分的人 上了25层 银藏过去摸底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第二是银藏的声音 是我 于燕过去开门 让银藏进来 我在25层用系统地图 观察了一会儿 对方是排名第七的战队 0459 只有一个战士 此姓不在这里 先不用打草惊蛇 此姓出现后 直接杀词 紫棋道 好 银藏和于燕两个人都同意 苏妍睡醒了 从紫棋的井后 细细酥酥地爬出来 打着哈欠 这一叫真香 于燕和银藏立刻起身 先后告辞 还没等苏妍反应过来 这俩人就已经出门了 怎么了 苏妍问紫棋 紫棋笑道 晚上他们有比赛 想不想去看 好啊 参加兽王争霸赛 第一名有1000万的圣战积分 也是为了他战斗 他当然要去加油助威 紫棋轻轻按了按 他已经饿扁了的肚子 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不饿 苏妍现在一想起 自己可能要在慈禁失败了 心里就堵得慌 吃不下任何东西 日久生情 就算不是爱情 那还有友情和亲情 况且 苏妍和紫棋他们 这一路共患难共进退 早就有了另一种战友之情 若说刚刚得知圣战时 他还有大不了从头再来 再绑一个系统的想法 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想要他们好好活着 想要当上圣词 保护他们 所以 他心里生了巨异 而这种巨 让他为足不前 妈妈曾经跟他说过 害怕有时候是好事 会让你知道 你还有想要珍视的存在 想要为了所珍视的东西 而保护自己 苏妍看着紫棋 原本迷惘彷徨的神情 渐渐地变得坚定 眼中的亮光 像夜空中的星辰 熠熠生辉 紫棋笑了 捏捏他的圆耳朵 还是想出去吃 我想吃麻辣火锅 外面应该没有 我自己做吧 麻辣火锅是什么 嘿嘿 一会儿吃了就知道了 苏妍开始忙活起来 紫棋一直在旁边 看着他忙活 甚至还听他 哼着愉悦的曲调 最后 苏妍把火锅准备好后 去叫了于燕和银葬过来 这俩人刚准备吃 百寿塔赠送的晚餐 一块煮得又硬又柴的 老牛肉 闻着直往肚子里 钻得火锅香气 于燕流着口水道 苏贵子这手艺 完全能开个大酒楼 我一定天天去吃 苏妍笑道 估计开不了 我是个怕麻烦的人 不过你想要开 我可以把这个火锅配方送给你 谢谢苏贵子 我先干为敬 于燕端起一瓶啤酒 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光了 自从在苏妍这里喝过啤酒后 就喜欢上了这口 苏妍这次直接把库存都搬了出来 随便他们喝 祝你们齐开得胜 步步高升 擂台赛是赢一场就上一层 所以步步高升也是步步必胜 谢谢苏贵子 也祝你早日拿下圣词之位 于燕又开了一瓶啤酒 谢了 苏妍喝了一口牛奶 吃菜吃菜 这个肉丸子是带馅的 你尝尝 苏妍拿起公块 帮于燕布菜 而银葬已经开始吃了 完全不寒暄 直接干饭 啤酒转眼已经喝了三瓶 看苏妍开心地张罗着 紫棋的心情亦不错 只是如果系统地图里 没有显示门外站了个人 而且已经好一会儿了 她的心情会更好 你们先吃 我出去一趟 紫棋对苏妍说道 苏妍用筷子夹了一只大虾饺 喂给紫棋 尝尝好不好吃 快些回来 紫棋张口吃下 细细咀嚼 满口鲜香 嗯 炎炎做的都好吃 谢谢大家 准备